彭宫案第六部 贪梦道人 第294章 青云山中坊隐士元赫岭下见故人 话说纪友德来到大人上坊 大人说 什么事? 请假 纪友德说 我有一个故友 要能把他请来 这牧羊阵也许能破 就在这家玉关西北的青云山元赫岭 那里隐居着一个闲事 当年在西洋 我二人原是知己之交 此人的能为一业在我以上 我想他久在这方 进水楼抬仙得月 牧羊阵是谁摆的 他必知道 此人姓张明文采 人称文雅先生 大人说 既然如是老英雄是亲身去 还是遣人去 纪友德说 可以遣人去 我跟去不跟去都可以 大人说 老义是何妨辛苦一趟 纪友德说 这也可以 这才转身下来 一到拆官房 大众站起来就问 纪老英雄 方才见过大人 可有什么主意 纪友德把见大人提说张文采之话 对众人说过了 又说 现在大人派我亲身前去 哪位跟我同去 大人梅派请众位卓梁 石柱说 我去 魏国安说 我去 武杰 孔寿 赵勇 几逢春说 今天晚了 明天起身 大众商量好了 一夜无话 此日早晨起来 大人知道这位张文采是隐居之士 要办几样礼物 不要俗礼 只需端焰一方 虎笔一封 明墨一霞 锦尖一刀 这文房四宝 纪友德说 咱们骑马不骑马 石柱说 依我之见 咱们不必骑马 莫若走着道好 几封春说 我带着礼物 你们几位空身定 众人各代随身兵刃 出离公馆 顺着宁夏府阳关大路 头一天就住在嘉峪关 第二天离了关城 往西北岔进山路 往下走去 这个山道 既有德是头三十年前走过 要没走到的 简直找不着到 这地方一年半载 都许没人走过 虽然有山 山上却不长草 虽然有地 又不中五谷 只有树木森森 吉友德在头前引路 这六个人后面跟随 日色西斜就来到了圆鹤岭 一瞧这座山 是超首式的山环 上面三座大山峰 在半山腰中 有树木透出黑暗暗的一片 似乎像个村庄 石柱就问 纪老丈 这前面可就是圆鹤岭 既有德说 正是 我从前在这圆鹤岭住过三四年 这边的老街旧林都认识我 后来我回家 本想打算不露我会做西洋消气 只因傅国恩屡次三番请我 我才给他摆了华春元 我当初做了这件措施 大人现在调我破木扬阵 我既不能破 只得来请我的朋友去破 说着来到村头 这座村庄以山靠水 就在半山腰中 众人进了村庄 一瞧是东西的街道 路北一座大门 来到门首 吉友德上前叫门 有里面出来一个老管家 有六十多岁 说 纪大爷 你老人家今天什么风瓜来 这可想不到 真是千里雇人来 吉友德说 张福 你家主人可在家吗 张福说 我家主人不在家 我们就老爷在这里 跟你老人家也见过 吉友德说 你家就老爷是哪位 姓什么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张福说 姓甲双名道合 吉友德说 我实在忘记了 张福说 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 吉友德说 既是你家就老爷在这里 你给我回禀一声 就提我来了 张福转身进去 功夫不大 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说 吉老英雄 今天怎么得闲到这里来 吉友德一瞧 有里面出来的这个人 年有四十以外 面皮微黄 拱手往里相让说 今天可真是贵客来临 吉友德细细一瞧 才想起来道 贾贤弟 当年我在这里的时节 你才有十二三岁 这话一晃就是三十年 你也成半老英雄了 这真是后浪催前浪 新人换旧人 说着话 众人往里走到客厅落座 手下人献上茶来 吉友德这才问道 张文采贤弟上哪里去了 贾道合说 我结账访友去了 不在家中 吉友德说 去了多少日子 贾道合说 去了两三天 吉友德说 几时回来 贾道合说 也许三五天 也许十天半月才回来 我也拿不准 你老人家没事不能来 道路遥远得很 吉友德说 我倒是有事 你结账既不在家 我也不便跟你说 贾道合吩咐白酒款贷 吉友德叫季冯春 把礼物拿出来 贾道合说 老英雄何必还送礼物 吉友德说 这礼物倒不是我送的 乃是钦差彭中堂送的 贾道合说 彭中堂莫非有什么事 求我解账 你老人家何妨跟我说说 吉友德说 我也不瞒你 只因金枪天王白起歌 在贺兰山金斗寨 摆了一座牧羊镇 甚是奇巧古怪 大人拿文书把我请来 我去打过一回镇 也不知是何人所摆 实在奥妙无穷 我自己无能打破此阵 贾道合说 我解账也提过这件事 可不知是何人所摆 你老人家既不能破 我解账大概一未必能破 吉友德说 你解账现在哪里 贾道合说 我解账前去访友 离此不远 你老人家先喝酒吧 众人吃着酒 贾道合说 这里往西蜀十里之遥 有一位高人住在尹善村 那村庄上面有一岩山 叫冷岩山 此人姓高 名叫高志广 别号人称神机居士 能为一夜出众 比我解账要强盛百倍 都说他似当年的水晶先生 他把名利看破 隐居在冷岩山中 不与俗人来往 就是同解账情投意合 他二人常在一处灼奇 大概是往那里去了 既有得说 既然如是 明天老弟你辛苦一趟 同我到那里找找去 贾道合说 也好 明天早饭后 叫他们几位在这里等着 我同你老人家去找找 我也不敢做准 大概我解账出去 必要到那里去的 说着 众人吃喝完毕 贾道合就叫家人 给他们预备铺盖 众人安息一消 次日清晨起来 吃了早饭 既有得对石柱 孔寿 魏国安 赵勇 武杰 几封春六个人说 你等在此等候 我大概今天回不来 明天正午必回来 你们千万别出去 这边山路崎岖得很 石柱说 是了 你老人家请吧 贾道合说 咱们骑马去吧 山路不大好走 这才叫家人背马 贾道合 既有得二人上马 一直往西 真是峭壁石柿 树母森森 不知走有多远 石柱六个人 自从既有得 同着古道合走后 等了一日 到次日 仍未见回来 石柱说 我们出去瞧瞧 家人说 可别远去 道路崎岖 恐怕走错了 石柱等出来 看着山景 不知不觉 逛出有十几里地 石柱见前面 有一树林 说 咱们歇息一下 别往前走了 众人刚到树林 就听对面 一棒罗声 抬头一看 有一宗 愤世惊人 要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九十五章 六英雄 咸游冯山扣二大王 最吃活人心 话说石柱 六个人正往前走 前面树林之内 忽然一声啰响 跳出来好几十个楼兵 各拿长枪大刀 短剑阔斧 一声寒嚷 呆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有人从此过 须留买路财 若无买路前 一刀一个土内买 对面的绵羊孤燕 趁此留下买路金银 饶饶不死 石柱一听 这荒山野岭的地方 竟有这些个贼人 在此打劫 这六个人 随身都有兵刃 石柱就把肝棒一亮 说 你们这些贼人 快睁睁眼 我们都是跟随 钦钞彭大人的半钻官 出来办案拿贼 你们这是自投落网 这些楼兵一听 哈哈大笑 说 你别拿这个下人 凭你是谁 就是跟钦钞彭大人的 也不用打算放你过去 石柱说 我先把你们这些贼崽子 拿住 再拿你们为首的 刚要摆竿棒过去 那季逢春说 蛤蟆子哥哥闪开 交给我了 你们这些小子 真不要脸 这些楼兵一瞧 说 好个雷公崽子 一百兵刃过来动手 这些大都是无名之辈 烟饰 季逢春的对手 那中有人撒腿就跑 说 雷公崽子 你可别跑 跑了的不是朋友 季逢春说 你勾兵去 爷爷等着你 这些楼兵往北进了山口 功夫不大 就听里面一片螺声 由山坡下来了二百楼兵 各个手筋缠头 为首的大王 身高八尺以外 穿着青裤挂 轻衣对冰铁狼牙钻 几逢春见 这人相貌凶恶 摆锤就打 贼人用狼牙钻往下一崩 几逢春把锤往上一迎 贼人闪身躲开 一腿就把几逢春踢了个筋斗 叫楼兵过来捆上 魏国安一瞧就要过去 孔兽说 魏老爷闪在一旁 带我拿它 摆链子锤扑奔过来 一声喊嚷 好山贼 带孔老爷前来拿你 摆链子锤召贼人 就打 贼人用狼牙钻相迎 两个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 链子锤被狼牙钻挂住 孔兽往回一夺 贼人趁势一撤狼牙钻 孔兽翻身栽倒 又被楼兵捆上 赵勇一瞧 哥哥被擒 气往上冲 一摆锤过去 三两个照面 也被贼人拿住 石柱一瞧 斗杆棒召贼人 就打 焉想到贼人 把狼牙钻往地上一立 石柱却都不动它 魏国安摆子母鸳鸯 锤过去 协力相帮 贼人拨头就跑 石柱和魏国安 随后追了不远 贼人抖手一飙 石柱一闪身 魏国安一低头 飙从脑袋上过去 魏国安说 师弟 咱们别这么追 并身追吧 我在后头追 他发暗气时 你瞧得见 我瞧不见 这要不是我眼快 身体灵变 正打在我眼睛上 两个人追过树林 就见贼人站住说 来 我跟你站三百合 石柱 魏国安两个人 忽然眼睛被风沙咪的睁不开 被楼兵用勾杆子勾住 按道就捆 山贼一声吩咐 孩儿们 拿了他等的兵刃 搭上山去 楼兵答应 两个搭一个 搭起来就走 来到山寨门口 六个英雄面面相去 只有闭目受死 这座寨门坐北向南 周围是虎皮石的墙 上面一杆大旗 写着四个大字 替天行道 两边站着无数楼兵 由寨门进去 里面是五间大厅 东西配房各五间 东边摆着刀枪架子 西面挂着一面号令罗 北上房摆着两张八仙桌 后面有两把椅子 山贼进去 坐在下手 说 孩儿们 大寨主上哪里去了 楼兵说 大寨主到后面歇息去了 山贼说 你们把大寨主请来 我有要紧的事 楼兵答应 往后面去了 功夫不大 就见这位大寨主 来到前厅 石柱等人一瞧 这个大寨主 不过二十多岁 黑脸 粗眉 怪物 大寨主说 贤弟叫我有什么事情 二寨主说 方才小弟下山 拿了几个人来 请兄长发落 大寨主说 拿住了几个 是做什么的 二寨主说 他们是彭大人那里的拆官 来搜山办案的 大寨主说 也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 都绑到后面去开堂摘心 今天我心里烦 想吃人心下酒 手下楼兵答应 就把六位英雄搭在分赃厅后面一个跨院 在北方外埋着五根木柱 把这几个人绑到木桩上 六个人中还剩一个 楼兵说 伙计去把水桶拿来 用凉水浇头 开堂摘心 把水桶拿过来 头一个就绑记冯春 傻小子直嚷 小蝎子 我定下的媳妇还没娶呢 今天不想死在这里 好山贼 你真敢杀官造反 我做鬼也要把你们拉了去 吴国星说 无亚混账东西 你不要嚷了 今天不明不暗 死在此地 这才冤呢 就死在牧阳镇 倒是为国尽忠了 这两个楼兵过来 用凉水往季冯春脑袋上一道 把衣裳往左右一分 季冯春说 小蝎子 我完了 我在头里走 到鬼门关喝着茶等你 说着话 楼兵拿起一把牛耳尖刀 刚要动手 忽然由外面 跑进一个楼兵来说 别杀 又一伸大拇指 说 了不得 他来了 那些楼兵全都出去 来到分赃厅 只见一个老者正说 你方才下山拿的什么人 二寨主说 是几个拆官 老者又说 可曾问过姓名 二寨主说 没有问 是一个雷公嘴 一个蛮子 一个黄脸 一个白脸 一个绿眼珠 一个秃子 一共六个人 石柱等被带到分赃厅 楼兵说 跪下 几封春说 好贼宰子 大官老爷 岂能给你们跪下 石柱一瞧 上面分赃厅内 两边坐着两个大王 当中坐着一位老者 有六十多岁 身穿绿筹长衫 慈眉善目 仪表非凡 这老者说 你们是哪里人 来此何干 石柱说 你要问 我们都是朝廷的职官 我姓石明柱 绰号人称 闭眼金蝉 我们跟随神手大将 吉友德 来访张文彩 他不在家 便从古道 河道隐善村找去了 我等悟走到这里山下 遇见楼兵节路 把我等拿上山来 你要知识达理 快把我们放开 如若不然 早晚必有官兵前来搅山 这位老者一听 说 是了 把绑绳给他们解开 我就姓张明文彩 人称文雅先生 这是我的两个徒 楼兵把六个人解开 石柱说 老寨主在此占山呢 张文彩说 这也不是外人 都是圣家寨的传授 会一趟追魂夺命 八卦连环刀 如此如彼一说 石柱众人方才如梦方醒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九十六章 转获为福 问姓名姓逢 尹氏肃情有 话说文雅先生张文彩 把石柱等人放开 石柱便问那二位债主是谁 张文彩说 众位不认识 他二人原本是 黄阳山盛家债的人 当年在银头号手 盛魁家长大 他们两个都姓李 一个叫李福长 一个叫李福友 李福长是李桓之子 李福友乃是李佩之子 当年在宣化府 有一个恶霸 叫一盏灯龙奎 在本地结交官长 走动衙门 欺压良善 他哥俩替人打抱不平 把恶霸打死 到了公堂 哥哥也要抵偿 弟弟也要抵偿 后来定案冲军 发在闪干两周 到了军配所 一个月只有三斗米 这两人食量很大 不够吃 因此逃出嘉狱关 再也不敢回去 这座山叫三宝山 上面有一道岭 叫双截岭 原先那山大王 叫兰路虎无常路 被他二人杀死 就在此占山 那天我游山下过 他二人出来劫我 被我拿住 他们就给我磕头 拜我为侍 我一问他二人来历 他说是圣家寨的传授 我知道当年神标圣英 就传了两个徒弟 大徒弟飞镖黄三太 人称南霸天 二徒弟神诞子火龙居戴盛旗 这二人也是名扬天下 我收他二人做徒弟 又指点他们一些能为 他二人沾山 也是无可奈何 只因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大丈夫不过借此欺身 我不准他们打劫孤山航客 义父劫父杀的是贪官无力 除霸安良 石柱一听 说 哎哟 这可不是外人 感情是圣家寨的李桓 李佩之子 老英雄李桓 死在牧阳镇内 李佩现在宁夏府 彭中堂公馆 你两个出来数年 也不通阴线 感情在这里占山 把从前之事忘了不成 李夫长说 我二人要知道父亲在宁夏府 我们早就找去了 石柱说 不但你父亲 连圣老英雄和圣关宝 都在大人公馆 李夫长便吩咐 制酒款待 大家吃完了酒 石柱说 请老英雄随我等前往 张文彩说 叫他两个人在山上等着 我跟众伟前去 石柱等人这便告辞 张文彩带着众人 下山回到家中 一问家人 吉友德和古道合 尚未回归 张文彩又吩咐白酒 石柱说 方才已经吃过 老英雄就不必了 怎么继老英雄还不回来 家人出去一看 古道合已经回来 却不见吉友德 便把马接了过来 一见古道合乐兮兮的进来 众人就问 吉老英雄上哪里去了 贾道合说 昨日同吉老英雄到了尹善村 高先生也不在家 一问你老人家刚走 说没有回家 又访有趣了 天色已晚 我们就住在尹善村 第二天吉老英雄叫我先回来 我说再等一天 我们又住了一天 也不见高庄主回去 也不见你老人家回去 吉老英雄怕你们几位等急了 叫我先回来送个信 吉老英雄还在那里等着 张文彩说 你骑马回去 就说我回来了 把吉老英雄接来 大家共同商量 古道合点头答应 叫家人先去喂马 便问张文彩 有哪里回来 石柱把在三宝山遇见的情形一说 大家又催甲道合起身 古道合骑马走后 众人就在这里等着 到日落西山的时候 才见既有得同古道合回来 张文彩一剑 说 己贤弟 久违少见 活该你我弟兄晚见两天 我要在高智广家中 多耽搁一个时辰 你我也就见着了 既有得说 我想你要回家去的 故此多等一天 这又弄巧成拙了 张文彩说 己贤弟 你的来意 我已听石老爷说起 是为牧羊镇这件事而来 我的才学很浅薄 没有那样的能为 破不了这个阵 己贤弟还需另请高明 己有得说 你破不了这个阵 我也不能勉强 我只问你 这个阵是谁摆的 张文彩说 这个摆阵的人 我也不知道 先前赫兰山金斗寨的天王 请我数次 我也没去 故隐居在此 今天兄长远来 理应跟随兄长前去 无奈我财书学浅 不能破此阵 待我慢慢访查能人 或打听到这个阵是何人所摆 我再给兄长去送信 继有得说 老弟台 你得同我到公馆去见见大人 也不枉我来此一趟 张文彩说 既然如是 我明天同兄台到宁夏府去见大人 我还有两个徒弟 就把他二人送到公馆去当差 省得在三宝山占山落草 于是命甲到河 去将李夫长 李夫友找来 叫他们放火烧山 带着手下楼兵静奔宁下府 古道河走后 众人高谈阔论 天晚安歇 一夜无事 次日早晨起来 刚吃完早饭 外面李夫长 李夫友带着250名楼兵赶到了 张文彩把家中事情 交给贾道河照应 大家上了座棋 一直扑奔东南 大约走出有七八十里 见眼前有一大山 山下扎着一对兵 既有得往前一看 有五百人一字百开 都是手持长枪 每人用红绸子缠头 一身轻 为首的正是闪电神萧静 自那日马玉龙剑斩萧文宝 萧静就要跟马玉龙作对 他由金光寨散帖 请来几位朋友 都是能为出众本领高强之人 内有西洋山曹家领的曹氏三姐 大爷人称双头太岁镇西洋曹太 二爷叫低头看山平四海曹方 三爷人称五方太岁 无形鬼曹彪 曹太手中使一对判官笔 能点穴 这哥仨全是矮子 跟闪电神萧静 乃是八败之教 前番马玉龙带着铁娃 将姚猛将萧静战败 他便把西洋山三位寨主请下山来 曹太说 我三人寄下山来 管保把兄长的仇人拿住 三个人就在金光寨柱下 派手下人去探马玉龙的下落 这天有人禀报说 官军营的几位 拆关出了口子门 往西北去了 奔三宝山的大路 闪电神萧静说 咱们上西洋山等着 那是咽喉要路 他们从那边去 还得从那边回来 曹氏三杰一想也好 这才带着五百长盛兵 来到西洋山 天天派人四路打探 今天有人禀报 官军营的拆关从此路过 闪电神便吩咐将他们截住 别放他等走了 拿他几人做押仗 叫他们把姓马的交出来 大家把队伍摆开 闪电神宵敬一声喊嚷 待 对面来的可是官军营的拆关 快叫马玉龙出来答话 李夫常说 哪里来的狂徒野种 马大人焉能跟你答话 你家老爷姓李叫李夫常 说着话 一百手中狼牙钻 胆奔上前 闪电神器的 哇 怪叫 萧五宝说 无名小辈 何必跌跌动手 待我拿他 一百手中刀就砍 李夫常急驾向环 三五个照面 被李夫常刺透前胸 萧五宝当时身死 这时只听见阵中一声怪叫 不知众拆关胜负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九十七张 西阳山下冯迪扣亲 拆公馆请英雄 话说李夫常刺死消无宝 只气得闪电神 哇呀呀 怪叫 一百反掌 独角同人 就要过来动手 旁边有双头太岁 镇西阳曹太说 大哥暂惜雷霆之怒 量此无名小辈 代我拿他 闪电神说 贤弟 非把他结果性命 不足出我胸中恶气 曹太往外一窜 李夫常见这人高于四尺 短眉还眼 身虽矮小 倒是精神百倍 神光满足 刚要上前 只听后面一声喊嚷 李大哥闪开 带我拿他 一瞧是季冯春 李夫常说 季老爷可要小心 季冯春来至怯近 也不通明性 白起锤就嚷 捅嘴 曹太见锤道 急忙闪身 两个一动手 季冯春被曹太的判官 笔点到雪上 哀呦一声 倒退七八步 翻身栽倒 幸亏五节腿快 才将他抢了回来 季冯春浑身发凉 张文采一瞧 说 了不得 他会点穴 别动 把季冯春放在地上 张文采过去一脚 才把血脉踢活 季冯春站了起来 说 好灾 几乎要了大老爷的命 我非得拿锤 把他打死 摆锤刚要过去 张文采道 不必 你过去还得躺下 他会点学功夫 我来跟他说说 温雅先生这才过去 曹太一瞧认识 说 张大哥 久不会晤 你来做甚 张文采说 他是我的朋友 曹太说 分明是官军营的拆官 怎说是你的朋友 张文采说 不错 是来找我的 你们跟官军营拆官没仇 曹太说 是琵琶山 闪电神肖静 跟官军营拆官马玉龙有仇 张文采说 冤有头 债有主 这里没有马玉龙 曹太说 没有马玉龙 也不能放你们过去 交出姓马的来 我跟他占三百合 要不然 我让你们在这里扎营 把姓马的交来 张文采说 好 省得咱们两家伤了和气 我们就在这里扎营 你们请回去吧 张文采带着有牛皮帐篷 立刻吩咐 傍着山坡扎营 那边也把肖无宝的死尸 大上山去埋葬 张文采安下营 在中军帐同纪有德说 纪老兄长 这件事可有什么主意 吉有德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 明天就叫人去请马大人 叫马大人自己来捉粮办理 我也不能做他的主 张文采说 明天打发谁去呢 吉有德说 叫闭眼金蝉石柱和追云太保 魏国安两个去 他们二位搅成甚快 张文采说 既然如是 就凡二位连夜辛劳一趟 这个闪电神萧静 部署十路天王所管 没人敢惹他 怎么会与马大人结了仇 吉有德说 我倒听说了 前者合约的时节 马大人的马跑到萧静家里去了 他的家人不讲理 要把马给留下 马御龙找去 把家人打了一顿 把马夺了回来 因此结的仇 后来马大人带人打牧羊镇 萧静又带人结住去路 马大人斩了萧文宝 这仇越结越深 又收了一个铁娃江摇猛 把闪电神战败 这才回归公馆 大家一商议 都说牧羊镇难破 故此才来约请兄台 张文彩说 这个乱惹大了 闪电神并不属白起哥所管 他把守的这座西洋山 乃是咽喉要路 出口子门 上母阳镇 都非得走这里过去 吃了晚饭 食住 魏国安两个人连夜起身 进了口子门 扑奔宁下府 日色西斜之时 慌慌张张地来到公馆 众差官和老少英雄 见食住二人回来 都上前来问话 食住说 那不得了 这个乱不晓 马大人呢 马玉龙说 我在这里呢 食大哥眼花了 食住说 我们走到西洋山 有闪电神 萧静约他的朋友 挡住不叫我们过来 那中有三个矮子 点名要马大人 现在跟萧静说明白 放我们两个人来请马大人 马玉龙一听 气往上冲 说 好呀 他一说去 跟他致近的人也都要去 共有金眼雕 武士三雄 秋明月 追风侠 刘云父子 欠礼独行侠 邓飞雄 赛林关正华雄 小玉虎李芳 小神铜圣观宝 小白猿豆腐春 小太宝 钱玉 马玉龙叫胡元豹 带着自己的二百兵 邓飞雄的二百兵 豆腐春的一百桶子兵 跟着他一起前去 马玉龙到里面回禀 钦差大人 说 闪电神萧静 自合约那天与我结仇 现在他带人 杰柱纪友德 和文雅先生 张文彩 不准过来 点名来要卑职 卑职想带子弟兵 去跟他开仗 特来禀明大人 腾金差说 是了 诸事俱要慎重 不可大意 马玉龙答应下来 吩咐公管李仲英雄 小心护卫大人 众人拒接答应 马玉龙都对 同众英雄起身 走出二十余里 天已黑了 便安营造范 马玉龙问石柱 魏国安道 你二人认得西洋山 石柱说 虽然道路崎岖 也还认得 马玉龙说 您看见闪电神请的 都是什么人 石柱说 是三个矮子 其中有一个会点穴 我们听张文彩说 这三个人的能胃大吉了 马玉龙说 既是请来帮他的 必然跟他素有来往 说吧 便叫石柱二人前去歇息 又吩咐道 今天家喻官李不大要紧 晚上要多查查营门 只恐贼人施展诡计 行此偷影 石柱说 是 这才到帐篷安歇 次日用过早饭 拔营起寨 离西洋山 还有五六里之遥 马玉龙便吩咐安营 这里营盘没有安稳 闪电神萧静 已经骑了队 马玉龙见他骑队 赶紧把龙山的二百兵吊骑 带领孙宝元和姚猛 赢了出去 把队伍裂开 往对面一瞧 见闪电神身后 站着三个矮子 和他的儿子 带着五百番兵 马玉龙拉出宝剑 来到当场 点名叫 宵敬答话 闪电神抱着兵刃 来到当场说 马玉龙 我与你势不两立 杀子之仇 不能不报 马玉龙说 匹夫 前者我奉大人 唐瑜来打木杨阵 你若不带兵 结我归路 我焉能伤你孩 我想你乃是 白起歌的鱼党 如今我与他合约 以牧羊阵为赌 如能破牧羊阵 他便把骆驼 所占的地方交出 年年来朝 碎碎称臣 并将那四个逃犯交出 你无故带人 跟我作对 我这里安营未定 你就骑队 打算要抢我的迎债 闪电神说 马玉龙 哪个与你交舌 你我占三百合 马玉龙把战炉剑的门路一分 就由曹太迎出来 这曹太虽然矮小 却很灵便 骑行四圆 一窜有一丈高 若非马玉龙 真还敌不了他 两个人棋逢敌手 曹太总想点 马玉龙的血 又老点不上 马玉龙要用宝剑 削他的兵刃 却也削不着 天已黑下来 快到掌灯的光景 马玉龙真急了 倚仗自己的童子宫 眼神很足 就把八仙剑的门路一变 曹太一看不好 正想往回走 就听枪狼一声响 他兄弟不禁魂魄皆消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九十八章中 一霞大战 闪电神 无形鬼形 刺入大营 话说马玉龙 大战曹太 天已黑了 还不分胜负 马玉龙气往上冲 这才把八仙剑的门路 施展开来 走了七八个照面 一剑把曹太的判官比削断 顺手又使了一个 把草寻蛇士 照曹太胸前刺去 幸亏贼人身体灵便 急往旁边一闪 已被宝剑伤着 鲜血泵流 败回本队 他兄弟低头看山平四海 曹芳气往上冲 刚要过来 马玉龙说 天色已晚 明日在结果 你等性命 马玉龙收兵回到中军大战 摆上九颜 金眼雕说 师弟 今天在两军阵前 难为你赢了那贼 马玉龙说 那贼人身体甚为灵便 可算的是个英雄 可惜没有归正 要归了正路 我可以保他做官 金眼雕说 明天两军阵前 带我将他生情活捉过来 五十三雄说 兄长这大年岁 还用你老人家动手 明天我等拿他 说着话 大家吃完了饭 各自回归帐篷安歇 天有二谷 外面来了一个刺客 正是五方太岁 无形鬼曹敏 只因曹太被马玉龙 宝剑所伤 回到营中上的止痛散 咬牙发恨说 我不杀马玉龙 势不为人 曹彪说 兄长留惜雷霆之怒 带小弟去给兄长报仇 曹太说 兄弟 你怎么能够给我报仇 那姓马的鬼诈多端 非寻常可比 你要有什么高明主义 先说给我听听 你说的对 就依你的办 你说的不对 不如不办 曹彪说 小弟我会地行术 我由咱们营里挖地洞 到他中军帐 手起刀落 便把他杀了 曹太说 你操演的二百兵 叫做川地鼠 一夜能挖数十里 好似当年的土行孙 今晚上能杀马玉龙最好 如不能杀他 便把他的梁台烧了 这就叫功高莫如救驾 兼独莫过绝粮 如若不行 我还会无鬼飞行术 给我一口空棺材 我劈头散发往里一躺 点上七盏灯 可别叫灭了 我能到冠军营 把马玉龙杀了 也不能打算拿我 曹彪说 那还得费事 如地理能成功更好 不成再说 这才打发人上山 调那叫做 川地鼠的二百兵 曹氏帝兄站的 这座西洋山 方圆有六百里 乡离马玉龙的大营 不过四五见地 众人就在沙岗后 支起一座大帐篷 各自有一把铁锤 一把一铲 一把刀 随挖随走 由掌灯到二更 就到了马玉龙扎营的大帐 马玉龙的中军帐 是牛皮的 奋为三件 马玉龙在西里坚住 有一张大床 金眼雕 武士三雄 秋明月 住在东里坚 几个小孩在当中间 左旁帐房是追风侠 刘云父子 右边是千里独行侠 川地鼠 挖到中军帐地下 挖了西瓜大的一个窟窿 武方太岁 无形鬼曹彪刚往上钻 磕桥当中 屋里姚萌醒了起来 就往地下撒尿 正撒了曹彪一脸 姚萌一睁眼 见地下有一个窟窿 便嚷道 咦 地下出了地眼 他说了这一句 仍旧回去睡觉 曹彪在地下被姚萌撒了一脸尿 又等了两克功夫 剑上面没有动作 这才上来 轮刀照床上就砍 刚一轮刀 剑人没了 正在发愣 被马玉龙将腿攥住一袋 曹彪翻身栽倒 原来马玉龙听姚萌一嚷 他就醒来了 睁眼一看 见姚萌撒了一地 地下有一个窟窿 他慢慢起来 浮于床下 并未声张 疑心必有刺客 果然曹彪由地道上来 刚打算刺死马玉龙 焉想到 却被马玉龙将腿攥住 按道捆上 外面众人听见有动作 就问什么事 马玉龙说 没事 睡你们的吧 马玉龙把曹彪搁在床下 自己等了一阵功夫 见地下又有一人探头 一把没有揪住 他一直等到天亮 一夜也不敢睡着 天光大亮了 把曹彪拉出来 马玉龙说 我和你有什么冤仇 你来刺杀我 曹彪说 我与你无冤无仇 基因受朋友所托 前来刺你 马玉龙说 我看你也是堂堂正正的英雄 为何跟反叛在一处 你若肯归降 我饶你不死 还可以保你得个一官半职 曹彪一听 说 我既然被祸遭勤 多蒙马大人宽宏大量 并不杀我 心中实在感激 但此事归降 我两个哥哥尚在那里 也不能跟闪电神变脸 马大人能开天地之恩 把我放了 我弟兄回归西洋山 绝不管闪电神宵敬之事 马大人今后要有用 我弟兄之处 我等万死不辞 马玉龙说 我且问你 你是怎么来的 又怎么知道 我的忠君仗在这里 曹彪说 我会地行术 一夜能挖几十里 我有二百徒弟 人称串地数 马玉龙这才把他的绳扣解开 曹彪站起来 给马玉龙行礼 深深作一称谢 转身出了官军营 回归自己营中 曹太等此事已听老鼠兵禀报 三庄主 被擒 正在着急 曹彪一来回禀 闪电神甚为喜悦 说 兄弟回来了 我正要齐队 去给兄弟报仇 曹彪没有说马玉龙放他 却说 小弟已然被擒 被几个官兵看守着 我把兵杀了才逃回来的 萧敬说 兄弟真乃英雄也 曹彪暗中把曹太 曹芳 叫到无人之处 说 二位兄长 我想 你我弟兄虽然跟萧敬有交情 据我想来 他总是逆天而行 又不争江山 就为家人一点私情 便跟马大人打仗 昨日小弟已被马大人拿住 不但不杀我 凡以优理相待 我很感念马大人的好处 便当面应许马大人 在不管萧敬的事 也不帮马大人去跟萧敬打仗 依我余见 你我弟兄 不如装柄回归西洋山 匕首装门 任凭萧敬他自辩 曹太一听 说 这件事 咱们闹了个虎头蛇尾 我跟萧敬是知己知交 未免对不起他 曹芳说 还是不管为事 但凭他两家争斗 商量已定 又听萧敬预备了上等的杨席 请他兄弟吃酒 三个人过去吃饭 曹芳就说 我今天身体不爽 萧敬说 二弟 你今天就歇息着吧 曹太说 我今天也是肚腹疼痛 曹彪也说 我身倦腿伐 萧敬一听 三个人都有病 说 不要紧 今天你们三位只管在寨内歇息 我去跟马玉龙决意死战 三个人说 我等给兄长的镇官敌 吃完了早饭 击鼓骑兵 曹氏兄弟便跟随在后队 马玉龙那边 把队伍摆开 众英雄列在两旁 萧敬宝说 跌跌暂吸 雷霆之怒 孩儿前去给兄长报仇 萧敬说 儿呀 需要小心 萧金宝点头答应 一摆手中 泼刀 来在队外 大叫马玉龙前来受死 马玉龙刚要出去 身后怒恼了云中 虎混海金 敖孙宝园 一摆手中 降魔杵 跳往当中 大喊一声 小辈赶来送死 萧金宝一瞧 不禁寒战 只见孙宝园 有一丈多高 头大向短 面似无惊 两道粗眉 一双还眼 萧金宝说 你不是我的对手 叫马玉龙过来送死 孙宝园说 放你的屁 马玉龙是咱们爷 你不配 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 胡亭正北一声喊嚷 说 萧大哥 带我来拿钗关 这贼人睁眼一看 不知来者是谁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九十九章 简天雄 未有死沙场 闪电神拜阵请恩施 话说萧金宝 与孙宝园大战 正未分胜负 只听得一声喊嚷 来了一人 众人闪目一看 见这人身躯高大 相貌睽违 面如重枣 是翻江的打扮 累下配一口刀 熊啾啾 气昂昂 闪电神一看 心中喜悦 说 败地来得甚好 前者我约请你助阵 为何一步来迟 来者这人 姓简明天雄 人称金盐虎 他源在江北一百丹八邦的船上 为总头目 因为打死人 头奔翻影 他有一个兄弟叫简寿同 也是一百丹八邦船上的总头目 因为盗卖官米 撕毁官船 官军要来拿他 也投奔翻影 弟兄二人都投在金家驼飞龙物金氏三杰那里当皮匠 代管兵船 操练水兵 跟闪电神萧静素有来往 前者闪电神萧静来信约他二人 还请他兄弟转请金氏三杰 简寿同梅来 他自己先到了金光寨 一听闪电神在西洋山带队截杀官军营的官兵 故此来到这里 正赶上两下动手 他见过萧静 就把刀拉出来说 把直男叫回来 带我拿这一个黑汉 萧静吩咐明金 萧金宝退回本队 过来给简天雄建立 简天雄说 稍时再讲话 我先结果他去 来到当场 与孙宝源通了名姓 轮刀就砍 孙宝源一百宝楚相迎 两个人走了有八九个照面 简天雄的刀法纯熟 孙宝源的屡历过人 这对宝楚也是神出鬼没 两个战够多时 姚猛见孙宝源不能迎简天雄 自己一百铁娃娃 大声喊嚷 孙宝源黑小子 带我来帮你动手 孙宝源往旁边一闪 姚猛赶奔上前 无奈简天雄身体甚是灵便 姚猛也不能取胜 马玉龙这才一窜过来 大声喊嚷 贼被修要逞强 急命姚猛撤了下去 姚猛见马玉龙出来 自己便回归本队 简天雄见出来一位俊品人物 怀抱宝剑 面如白玉 二目有神 正是英雄美少年 马玉龙走到前面 把宝剑一指 问道 贼被你是何人 敢再次逞能 你家大人见下不死无名之辈 简天雄通了名姓 说 来者你是何人 马玉龙说 贼被要问你副将大人姓马名玉龙 绰号人称忠一侠 我与萧敬为仇 你何必前来送死 依我之见 你趁此回去 把萧敬叫出来受死 这也是他自作孽 不可活 简天雄说 小贝 你要赢得了我手中这口刀 闪电神萧敬自然就出来 赢不了我手中这口刀 他何必出来 待我手起刀落 结果你的性命 两个人各摆兵刃动手 几个照面 马玉龙便把招数一遍 使出八仙剑的门路来 又走了几个照面 一剑就把贼人的刀削为两段 简天雄跳出圈外 拨头就跑 吓得战战兢兢 被马玉龙赶上一剑刺死 萧敬见那简天雄 被马玉龙刺死 心想 我非得给朋友报仇不可 一摆手中铜娃娃 闯将出来 恶狠狠搂头就打 马玉龙并不慌忙 把招数放开 两个人大战三十余合 不分胜负 真是棋逢敌手 江玉良才 萧敬往圈外一跳 说 马玉龙 你且站住 我两个孩 拒死在你的手中 你如是英雄 再次等我三天 你如意走 算你甘拜下风 马玉龙说 慢说三天 三十天我也等你 萧敬说 既然如是 君子一言为定 三天之后 我约一个人来 赢不了你 我从此 绝不跟你为仇 也不拦你 打牧羊阵 说完话 便各自收兵 马玉龙回到营中 叫石柱 魏国安 绕过北山 把张文彩 继友德 孔寿 赵勇 武杰 几封春 李夫长 李夫友等 拒接请来 众人赶到 马玉龙的大营 彼此行礼 马玉龙说 既老英雄 为我之事 多有千累 既请来 这位老前辈 可能迫着 牧羊阵风 张文彩说 我虽然在西洋 居住多年 也懂得一些 西洋法子 但这座牧羊阵 不是我摆的 要问 摆牧羊阵之人 我有一个朋友知道 他姓高 叫高志广 在西边 冷檐山住 马玉龙说 既然如是 就请老英雄 往冷檐山 拜访这位前辈 将他请来 这是万全之策 此时彭中堂也是束手无策 有了这位高人 请来问明根本源流 知道百慕羊阵的人是谁 就好办了 张文彩说 大人且放宽心 我这就前去 马玉龙吩咐白酒 要与张老先生宴旭 又说 现在闪电神宵静 叫我等他三天 有这三天功夫 老英雄将这位高人请来 将闪电神战败 大家再破目扬尘 张文彩说 明天我就去 众人可在此等候 唯有一劫 这个宵静乃是教门的老师 在这里无人敢惹他 他能勾串西武入天王 马大人要能跟他和美 总是和美为事 马玉龙道 我无可无不可 我并没找寻他 是他要无故为仇 事到如今 只可乔事做事 酒宴散后 各自安谢 此日早晨起来 张文彩就要告辞 姬有德说 我在此无事 莫如你我同去 二人这才备了两匹战马 起身境奔冷阎山 去约请高智广 马玉龙在这里暗兵不动 等候消息 不知不觉过了两天 还不见张文彩 既有德回来 心中甚是焦躁 呼听对面筋骨大作 人声呐喊 小军进来禀报说 现有宵静前来讨战 马玉龙一摆手 回头向师兄金眼雕 岳父刘云 拜兄邓飞雄一干人说 我料想 今天闪电神宵静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邓飞雄说 贤弟 你我一同出去 凡事要胆大心细 马玉龙说 言之有理 这便调起了五百兵队 一干老少英雄 把队伍排开 自那日 马玉龙剑斩了简天雄 闪电神赶紧给简兽彤送信 顺便邀请金氏三姐 此时西洋山的曹氏兄弟 已不管闪电神之事 肖精又想到灵牙山 请他师父老山海获金章 来跟马玉龙决意死战 他这位师父 受到十路天王的供奉 此人会使八卦乾坤掌 能打金钟罩 铁布山 故此闪电神想 把他师父请来 可以报仇雪恨 他打发他儿子去下书邀请 自己按兵不动 转后他师父前来 这天有人禀报老山海获金章道 肖精赶紧迎了出去 上前行礼说 师父 你老人家来了甚好 弟子真乃万幸 连忙让进大寨 就把与马玉龙为仇之事 如此如此一说 霍金章听了 气助上冲 就要与马玉龙决意死战 不知胜负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章 霍金章下山会群雄僧道俗 大战西洋山 话说闪电神萧静 把霍金章让到中军帐 一听马玉龙伤了文宝和武宝 骁勇无敌 霍金章不由地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说明天吃了早饭 我亲身去会会 这马玉龙是何许人 立刻吩咐童子 把应用的东西收拾起来 叫人给马玉龙去下战书 定于明日开仗 闪电神萧静甚为喜悦 白酒款贷或金章 静欢而散 一夜无话 次日用过战犯 立刻把翻兵吊起 队伍裂开 闪电神带着自己的孩 在旁助阵 马玉龙早得了信 将五百子弟兵排开 带同金眼雕 武士三雄 刘云一杆老少英雄 大家摩拳擦掌 各情兵刃 虎视眈眈 往对面一看 只见肖静队内 霍金章年有七十多岁 须法揭摆 手中拿着一件兵刃 其形状像个八卦太极图 上面有一只手 下面有把 在怀中一抱 后面跟着四个童子 个个都拿着兵刃 马玉龙刚要出去 大爷无险说 你我是知己知交 这个人来得特别 带我去拿他 马玉龙说 兄长且慢 他昨天既跟我下了战书 我要不去 会被他耻笑 是为死必见 怕死贪生 旁边五元说 大哥不必争敬 马贤弟也不必多心 带我来 说着话 一百手中肝棒 窜出队外 直奔两军阵前 大喊一声 说 萧静 你既够了兵来 今天过来 会会你家三老爷 霍金章一百八卦 乾坤长 说 孽障修要逞能 你是何人 三爷说 我姓武明远 谁人不知我武士三雄 我看你这年岁 乃世外之人 何必前来送死 而可有名 霍金章说 我乃灵鸭山 代管西石路天王的 长教教主 老山海 霍金章事业 知道我的名姓 趁此回去 叫马玉龙出来任礼服输 我还有一分好生之德 如若不然 必叫而等死无葬身之地 五元一听 气往上冲 抖起干棒 打算把霍金章缠倒 焉想到霍金章身体灵变 微微一闪 用八卦乾坤掌 在三爷五元泪下一点 五元只觉心泪一迷 立即栽倒 这八卦乾坤掌能点穴 又能打金钟罩 铁布山 五方一瞧兄弟躺下 赶紧出来 白赶棒 要跟霍金章拼命 金眼雕把五元加了回来 用脚踢他身上 这才还醒过来 五方跟霍金章动手 三五个照面 也被霍金章点到 大爷无险一瞧 气往上冲 赶紧把二弟救了回来 金眼雕用脚 把二爷一踢 周身血脉活了 苏醒过来 站在那里发愣 大爷跟霍金章动手 也不能取胜 马玉龙恐怕五大哥 受他人算计 这才一声喊叫 说 五大哥闪开 小弟来也 说着一百宝剑 离了本队 大爷见马玉龙来了 心中甚为喜悦 因知道自己 不是贼人的对手 要是栽了 一是英明 江城流水 他往圈外一跳 说 贤弟来得甚好 让你拿它 马玉龙一摆宝剑过去 就听闪电神那里 喊嚷 老师 这就是马玉龙 霍金章抬头一看 见马玉龙身高七尺以外 五官俊秀 怀抱宝剑 霍金章用乾坤掌一指 说 马玉龙 今天我来 为的是给我徒弟报仇 你要知识打理 便跪倒磕头 我饶你不死 马玉龙一阵冷笑 说 我等来此安抚驴言 你却无故来为仇作对 好好好 你如赢得我 我甘拜下风 如赢不了我 你休想逃命 说着话 一摆宝剑 搂头就砍 霍金章用八卦乾坤掌极架相迎 打算要把马玉龙点倒 无奈马玉龙身体灵变 处处留神 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 将欲良才 彼此暗暗吃惊 马玉龙暗想 我自学意下山 今天出欲敌手 如战长了 我得输给他 可见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霍金章一身佩服 马玉龙的剑法 心想 难怪我徒弟败了下来 除非是我 别人焉能敌得了他 正在动手之际 马玉龙的剑法已渐渐迟慢 只听东边一声 那摩阿弥陀佛 来者正是道高得众的千佛山真无顶的红莲和尚 刚从昆仑山访友回来 老和尚破晓其门 乃是小方硕欧阳德的师父 由东边大摇大摆而来 在后面跟着一个老头 乃是铁牌道人龙雅先师 金眼雕一看 连忙过去行礼 说 师父来得甚好 我师弟正同霍金章 杀得难解难分 你二位怎么会走到一处 原来龙雅先师 也是到昆仑山访友 与红莲长老相遇 两个人就在山上盘膝而坐 就地讲道 只谈了一天一夜 彼此都有爱慕之心 这天两个人正往前走 铁牌道人说 咱们今天奔西阳山 这僧道过来 见马玉龙正在大战获金章 便来至切尽说 马玉龙闪开 带我二人上前 马玉龙往旁边一闪 一瞧是恩师来了 这才赶紧说 恩师来得甚好 弟子有礼 过去给师父行礼 僧道说 少时再见礼 而等闪开 说着话 这二位便赶奔上前 霍金章见来了两位僧道 便把八卦乾坤掌一瞬 说 来者你是何人 龙亚先师说 我劝你两句话 事事如棋局 不找者便是高手 霍金章哈哈一笑说 老道 你既知事事如棋局 不找者便是高手 你可知一身如瓦瓮 打破时才见真空 红莲和尚也哈哈一笑说 霍金章 你可知一根竹枝单风月 单起一摇歇间 霍金章说 和尚 你既知竹枝单风月 单起一摇歇间 你可知两只空拳握骨筋 握住亦须放手 红莲和尚说 好既然如是 老僧凤陪你操练操练拳脚 你如能用八卦乾坤掌 将老僧赢了 我情愿甘拜下风 你如不能赢我 又该当如何 霍金章说 我要输给你 就带我徒弟回归凌压山 红莲和尚说 好 这才一摆禅杖 与霍金章站在一处 那八卦乾坤掌 乃是道门中的传授 这禅杖乃是佛祖的法宝 二人一动手 也是未分胜负 二人往圈外一跳 或金章哈哈一笑 说 撒家自出世以来 并未遇见过敌手 自以为能为天下无二 焉想 今天得遇二位 你我倒不可为仇 总算是道义相投的朋友 二位若不嫌弃 可到我灵压山一叙 僧道说 甚好就此拜访 众人也不敢拦阻 霍金章又嘱咐徒弟 说 萧敬 不准跟官军赢为仇 也不准你拦阻打木杨阵 打开打不开 也不与你相干 萧敬只是答应 说着话 那红莲和尚 龙雅先师 同霍金章 静子去了 两下各自收兵 马玉龙就在西洋山驻扎 等候季友德和张文彩 阴久不见回来 心中甚为着急 又打发闭眼金蝉石柱 追云太保卫国安 去冷延山访问 李夫长 李夫友说 二位不大熟悉道路 我二人同去一趟 马玉龙说 好 你四位一同去吧 这里正要起身 外面禀报说 现有张文彩 吉友德将高智广请到 马玉龙赶紧率众迎接这位贤士 大家要同破牧羊阵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1章 高智广泄露 百真及吉友德率众探山寨 话说马玉龙在中军帐 正盼望吉友德 张文彩 打算派人前去探访 忽见营门官前来禀报 由吉老英雄回营 马玉龙赶紧带人迎接 书中交代 吉友德和张文彩 自那天去请高智广 怎么到今日才回 原来张文彩 吉友德到了冷延山 一找高智广 家人说我家主人不在家 到了书房 家人献上茶来说 张老丈 这几日怎么不到我们这里来 自从你老人家那天 由我们这里走后 我家主人就出去了 至今没有回来 张文彩说 我们再次等他 给我们准备点吃的 家人答应 知道他们跟主人是知己的交情 立刻置酒款待 住了一天 那张文彩问家人高德福 高德陆 说 你家主人哪里去了 你们必定知道 家人说 我们正北有一道箭 离这里十五里地 那里有个聋哑和尚 我家主人常去跟他下棋 也许就在这五福寺庙里 明天我们找一找去 要不在那里 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张文彩说 也好 家人退了出去 一夜无话 次日早晨 高德陆来打洗连水 倒茶时说 我哥哥早已去了 张文彩和季友德二人正在吃茶 就见莲子一起 高志广走了进来 张文彩一见兄长回来 就说 我给你引剑引剑 这位就是 我跟你常常提起的季友德 人称神手大将 极友德一看这位老者 倒是一副文雅的样子 年在七十以外 虚如三冬雪 发似九秋霜 雌眉善目 身穿宝兰愁长衫 足下白袜云鞋 彼此通了姓名坐下 张文彩说 兄长今天从哪里回来 高志广说 我从五福寺回来 路上听家人说 这位兄台曾光顾一次 实是我失营之志 季友德说 久仰兄台大名 如雷贯耳 金姓的玉仙岩 真是三生有幸 张文彩用手一指 季友德说 我与季贤帝乃孩童之交 都是知己的朋友 前者我与兄台提过此人 他也懂得些西洋的消气埋伏 现在被彭中堂所请 就因为白天王的那座牧羊镇 前者 彭中堂与白天王在金斗寨合约 定下百日之内要破牧羊镇 有公管的几位拆官前去看过 死了一位 彭中堂才用文书 把这位贤弟请来 叫他破镇 他去瞧了一瞧 见这座镇甚是奥妙 便约我出来 无奈我才书学浅 也不得奇门而入 我想兄台必然知晓 这百镇的人 高智广一听 心中一动 说你我乃知己之交 我不得不说 这座牧羊镇实在奇巧奥妙 我虽然也知道些消气的法子 对这牧羊镇的奇妙 实在还不能禁止 那百镇的人 不是你我同类 跟我等又素无来往 我知道也请不出来 张文才说 既是兄长知道此人是谁 咱们再想别的主意 大家共同商议 高智广说 要问这布阵之人 在这里大大有名 无人不知 此人姓周名叫百灵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排兵布阵 斗隐埋伏 样样精通 他住的那个地方 离这冷檐山 有四十五里地 地名叫八卦山珠家寨 人们都说 他就好似当年的水晶先生 他跟金枪天王 摆起哥是亲家 白天王的儿子 还跟他练武 这个牧羊镇就是他摆的 要打算破阵 非得把他找着不可 张文才和既有的二人 一起说道 兄台跟此人必有来往 高智广说 我跟此人并不相识 听说他还有点古怪脾气 轻易不与人交谈 到那里去请他 他不出事 也是白费心机 再说 他跟白天王是知己的朋友 白天王按丞相凤攻击他 纪有德说 既然如是 有劳兄台大驾 同我二人到官军营 见见马大人 大家再商量办理 不知兄台肯屈驾否 高智广说 既是二位贤弟来约 我可以遵命 立即吩咐白酒 款待二位 在这里住了一天 次日早晨 高智广便随同张文才 和既有德下了冷颜山 来到官军营 王黎一回禀 马玉龙带着老少英雄 亲身迎接出来 见这位高智广身高八尺 打扮好像是朝廷的直官 头戴新尾帽 身穿单剑袖袍 腰束良戴 外照红青跨马服 足下坟底高靴 面如美玉 眉分八彩 目如朗星 四字方海口 一部花白胡子 马玉龙赶紧上去见礼 说 九仰先生大名 今日得会 真乃三生有幸 既有德过来给引荐说 这就是高智广高老先生 这位是副将马大人 连金眼雕众人都给引荐了 彼此行礼 马玉龙连忙往里相让 来到中军大仗 众人分宾主落座 马玉龙说 前番有继老英雄 张老英雄提起尊驾 乃当世之人物 故此我等特为聘请 高智广说 小可有何德能 敢劳大人下顾 张贤帝已提说 牧羊镇之故 但那镇内奥妙无穷 我也不得其门而入 百镇之人我倒知道 非得将他找出来 否则此镇断不能破 这人姓周明百灵 就住在八卦山州家寨 马玉龙说 此人大约必跟老先生 素有往来 高智广说 此人与我并不相识 文说他性情古怪乖僻 不与俗人来往 再说他跟白天王是知己之交 白天王按丞相凤攻击他 白天王的儿子都在跟他学艺 他岂肯帮 咱们去破木扬阵 那是断断呼不能够的 马玉龙听了这话 自己一想 这件事不大好办 还得另想个主意才行 大家这才摆上酒席 众老少英雄一起商议 此事该当如何办理 追风侠万里老刘云说 他住在八卦山州家寨 四面必有萧气埋伏 要去非得精明强干之人不可 刘云化由未了 闭眼金蝉石柱 和追云太保卫国安二人搭言说 可惜我二人不知道这个地方 要是知道 我们可以去探一探 高志广说 那地方我倒知道 我给你二位开个路承担 他住的那个地方 离此处有七十余里 那里是八卦连环山 藏得萧气埋伏甚多 你二位要不懂萧气埋伏 可千万别去 基友德说 只好我在卖卖老 我去一趟 孔兽 赵永锐 我二人随习随习 五节 季风春说 我二人也去 这六个人都要同 季友德前去 季友德说 可以 咱们急不如快 今天就走 高志广说 可有一劫 你们要去 可得带了干粮水瓢 那里没有卖吃食的 众人立刻带上炒米水瓢 带好冰刃 收拾停荡 马玉龙说 你几位去了 如明天不回来 我们再去接应 到那里可要见机而坐 季友德说 务劳大人嘱咐 我自有道理 季友德率众告辞 离了大营 按路承担 扑奔正北 一过三宝山 就到小溪桥 过了小溪桥 离八卦山就不远了 路承担写地明白 这座山外面是水 这河往东通向绵浆口 水是芝麻酱颜色 吉友德等人往前走去 日色西斜时 已来到八卦山的南山口 这座山的东西 两边有额头峰 是座北向南的山口 前面这道河有三丈宽 河里有船 河岸上栽着许多垂扬柳 在山口以外 有一道木板桥 这桥的两边有栏杆 吉友德说 石大爷 你看这桥 白天才放下来 晚上一拉起来 就出路不通 这道河的水是活水 往东通绵浆口 石柱说 老英雄 咱们寄来了 何妨过桥 去瞧瞧 里面是什么局势 长颜说 一处不到一处迷 吉友德说 好 你等既有此胆量 可随我来 众人刚一过桥 吉友德抬头一看 有一件差事惊人 要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2章期 豪杰夜探八卦山神手 将舍命捉敌人 话说 吉友德带着六个人 进了这座山口 一看是一块平川之地 方圆足够十里 四外接山 当中有一座山峰 借着山坡 随高就低盖出来 一片房屋 楼台停格 总有五六百间 往北一看 树木不少 透着杀气 既有德心中一洞 这个人必晓得 其门挂窑之密 看样子 里面必有些 萧起埋伏 此时一轮红日 将要西沉 在山口里面 东边的一所宅子 外面有一栅栏门 门上有一块扁 上写着寻不锁三个大字 西边的一所院子 是黑油漆大门 上面也有一块扁 写着回事处 门口贴着告示 上写茶拿奸细 一应闲杂人等 不许私自进山 兴起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吃饭 吉友德等人进来 没人看见 吉友德说 咱们往前观看动作 要瞧事做事 如其不好 我们就往回退 施柱说 任凭你老人家行事 大家往北 越走越暗 就要掌灯 走来走去 曲曲弯弯 眼前有一带树林 吉友德说 你们几位在此少待 咱们进了他的这座山 我看这个地势 虽然走过几道山岭 可没有埋伏 我总怕中了他的轨迹 我想到前面去探一探 你们几位别往前去了 施柱说 你老人家可要留神 吉友德这才出了树林 往北一瞧 是一带墙 却没有门 按下 奇怪 这里怎么没门 中间必有情节 在桥那墙上 都有鸡爪钉 吉友德九在制造消气 当初画春园的那些埋伏 都是他所制造 今天见这一道墙 从东至西 足够三十余帐 却找不着门 也看不出其中的奥妙 他不往墙上去拨 只用手拍了拍 听到有空的地方 便拧身蹿墙过去 绞着实地 用刀往地下一室 走了不远 见前面有半腿绳 就用刀将绳索割断 往前一看 前面一所院子 是由北面进出 房屋内隐隐有灯光 墙头房檐 具有击爪钉 他细细看了一看 心中想到 这个无非可以挡挡笨人 焉能挡我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我何不进去探探 想吧 村上房去 一瞧北上房有灯光 东屋里间有人说话 西配房黑暗暗的 北配房也有灯光 既有得来到北上房窗外 用舌尖舔舔破窗纸 见识顺前沿的炕 靠北墙摆一张八仙桌 上面放有蜡灯 一边有一张椅子 东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粘在半白以外 西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粘有二十以外 这两个人 乃是水晶先生周百灵的管家 东边的叫周荣 西边的叫周春 正在谈心续话 就听周春说 大哥 今天金枪天王打发一个人 来见咱们的主人 说跟彭中堂定下了 百日内攻打牧羊镇之约 现已有两月之久 听说就打了一回 由东门进去 破了一两道消气埋伏 虽说有两位有能为的 也没有怎么样 咱们主人说 这座镇能要了他们的命 就是有铜柱的金刚 铁打的罗汉 也休想破阵 这两天主人说 叫咱们严加防范 昨天庄主战算出来 已有人谢机 还怕有人来 那周荣说 兄弟 你只管放心 慢说没人来 就有人来 那是他自来送死 咱们主人 今天正同简爷 在后面喝酒呢 周春说 可不是 简爷今天由金家驼来 提说要给他哥哥 简天雄报仇 周荣说 天也不早了 咱们该出去绕个弯 查查去 庄主爷吩咐 叫咱们留神查看 庄丁中有偷闲 夺懒的没有 既有得听到这里 一拧身窜上房去 这房上都是活瓦 也倚仗他是个行家 要是笨人 一灯滚瓦 就得摔下去 既有得一瞧 北边有一所院子 南房五间 北房五间 东西配房隔三间 北房狼岩上面有一块匾 上写三个字是 问心堂 既有得往房里一看 靠北墙有一张八仙桌 桌上放一盏 板灯 有许多书籍 两边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童 说 今天庄主爷喝得大醉 过来安歇 还得一会子 既有得外面一听 心中暗想 原来周百灵就在这院内 我且在暗中等候他 瞧看瞧看他是什么人物 想吧 就在东边房檐下的黑暗处 一隐身 静等周百灵过来 此时大约已经有二更多天 功夫不大 只见西角门有两个小童 打着沙灯引路 后面跟定一人 这个人年过半百 穿的衣服是道家的打扮 上房那两个童子迎接出来 口称 庄主爷来了 此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上房 童子转身出去 捧茶进来 又问 庄主爷今天在哪里安歇 就听这人说 今天就在这里吧 看我的挂盘伺候 童子答应 转身下去 不大的功夫 就把挂盘拿来摆上 既有得暗中一瞧 是奇门挂 就听他在里面 把盘子一摆 说 不好 今天有人来按算于我 童子快把就老爷请来 既有得暗赤一惊 心中想到 这人善小挂文 他的能位在我等之上 怨不得我不行 那小童转身出去 不大功夫 由膝脚门又进来一人 看此人有三十以外年纪 面皮威子 也是练功夫的把势 书中交代 此人性无名战敖 外号人称紫面天王 练得一身好功夫 长拳短打 刀枪棍棒 使八般兵器 样样精通 他二弟吴战魁 三弟吴战员 都跟结账周百灵度日 周百灵本来家大业大 有些山产和果木园子 他自己一天不管 都交给这三个内地 照料李家 他有五百庄丁 皆会操兵眼镇 爬山过岭 也归吴战敖兄弟代管 吴战敖来到北上房 问道 紫杖 叫我有什么事 周百灵说 方才我摆了一个挂盘 今天必有奸细成绩 来搅乱八卦山 这个人是土命 我是水命 他刻着我 你且带庄丁去寺外搜查搜查 看看各处的消气破了没破 我想他既能上我这里来 这个人必有惊天动地之大能为 吴战敖说 是 我去搜查搜查 带着庄丁就出去了 既有得意想 我今到此 也没瞧见有什么稀奇的消气埋伏 我看此人 虽然举止动作不俗 似也没多大的能为 我合不进去将他拿住 把嘴一堵 将他捆走 想吧 由房上跳下来 把金背刀一顺 往里就闯 周百灵在东边椅子上坐着 正要看书 只见帘子一起 进来一人 年有六十以外 微自脸堂 手中抱着一口金背刀 周百灵问 什么人 基友德说 今天特来拿你 只为牧羊镇之事 周百灵心中一动 说 了不得了 这必是那彭大人派来的能人 基友德往前奔来 周百灵并不着急 一闪身 只听哗啦一声响 由房上掉下来一个铜罩子 有一人多高 就把基友德罩在当中 这个罩子上面有铜钩 把基友德的衣裳勾住 他只觉得脚底下一软 两条腿便沉了下去 周百灵吩咐来人 手下人一声答应 从外面进来了二三十人 竟将基友德拿住 不知老英雄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3章入虎学逢兄 被祸与埋伏豪杰遭勤 话说基友德被遮天网罩住 脚底下又入了地线空 家人过来就将他拿住 老英雄心想 自生人以来 还没有栽过这样的金斗 竟被人家给绑上 那周百灵一按墙上的螺丝 遮天网仍然起去 归入天花板内 下面咯嘣一响 地板仍然复旧如故 周百灵这才问道 你是何人 来此何干 你要说实话 基友德说 大丈夫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我既被你拿住 杀寡存留 任庭于你 我姓姬双明有德 前翻到牧阳镇观看 建造得甚为巧妙 我到处访问 才知道此镇是你所摆 我今特意前来拿你 跟你要纳真图 周百灵哈哈一笑 说 你就是那神手 大将基友德吗 你打算要把我拿去 那怎么行呢 你们今天来了几个人 基友德说 并无别人 正说着话 吴湛敖回来说 我到各处搜查 并无奸细 听说紫杖拿住人了 故此回来 周百灵说 现在是拿住了一个 吴湛敖说 紫杖打算怎么办呢 周百灵说 把他一杀 斩草除根就完了 吴湛敖说 不必依我之见 先把他割到后面空房 做个香饵掉金凹 他们必定还有人来 拿住十个八个 再送到天王那里 这也是紫杖的脸面 再问问他们 为何来此搅闹地面 周百灵说 既然如是 暂把他割到藏蛇洞里面 外面要小心留神 吴湛敖点头答应 叫几个家人 把既有德神父二臂 搭到了藏蛇洞 单说闭眼金蝉石 驻集魏国安 孔兽 赵勇 几封春 五节六个人 在树林等候多时 还不见既有德回来 几封春说 哎呀 了不得了 咱们也别叫人拿住了 快瞧瞧去 别等着了 施柱说 你们几位别动 我同魏大哥 两个人瞧瞧去 赵勇 孔兽说 我们在这儿等着 你们二位可要回来 石柱说 那个自然 焉有不回来之理 二人往北宁深 窜上墙去 魏国安说 兄弟留神 墙上可有鸡爪钉 石柱答应说 是 两个人窜房月脊 铺奔里面 见是一个四合房 北房里面灯光闪闪 人影摇摇 屋中正有人说话 石柱想究竟听听说些什么 便往院中一跳 魏国安也跟着跳了下去 刚往前一迈步 觉着地下有什么绊柱 魏国安用手一摸 把手又套住了 两个人一愣 就听墙上铃铛一响 那边的小罗也响了 这时 由上房出来一个人说 快去给吴舅爷送信 外面早有庚夫答应 功夫不大 就见吴战敖过来了 有人给他打着灯笼 把地下的串地紧 连环扣解开 将二人搭到上房 吴战敖说 你二人姓什么 叫什么 石柱说 大丈夫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我姓石明柱 绰号人称 闭眼金蝉 这是我师兄 他姓魏明国安 绰号追云太保 吴战敖说 你二人既是官军营的拆官 我且问你 上我们这里做什么来了 我们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呢 你二人要说出情理来 我抖声把你们放了 石柱说 你要问 我二人是来找周百灵的 因之牧阳阵是他所摆 我等苏日跟他也无来往 我们来此 是想把他带走 既被你拿住 杀寡存留 任凭于你 你我也无冤无仇 你若知识达悟 带我见见你们这位周百灵 叫他跟我们到宁夏府 去见钦差大人 我家大人是一位清官 只要他把牧阳阵机关一谢 我家大人必要专舌进京 奏名皇上 必能得高官显决 如不愿做官 也要赏赐黄金白银 落一个流芳千古之美名 我虽被你等拿住 就是死了 总算为国捐躯 死而无怨 吴湛敖说 你两人说的话也对 且等我跟庄主商议 吩咐手下人 暂把他搁在地牢之内 家人答应 就把他两人四马全体的捆上 用杠子一抬 曲曲弯弯地绕了几层院子 搭到一座花园 石柱一瞧 这院子还真宽大 在北边有一六台阶 借着山坡修盖的时间地牢 有门没窗户 墙上有个黄沙碗 里面有油 点上灯光 牢里有四根木桩 就把石柱绑在东边 头一根木桩上 第二根绑了魏国安 家人绑好转身出来 降门倒带 石柱说 师兄 你瞧这死不死 活不活的 有多难受 大概极老英雄 也是凶多极少 被他们拿住了 这便如何是好 魏国安说 既被他拿住 这也无法 听天由命吧 此时天以四更 吴湛碧拿住两个人之后 就叫家人去给周百灵送信 可是那周百灵早已安歇了 吴杰 季冯春 孔寿 赵勇四个人 等到四谷 不见石柱 魏国安回来 吴杰说 恩呀 了不得了 多半这三个人进去 都被人家擒住了 里头的萧綦必然厉害 依我之见 咱们回去吧 不要进去送死 季冯春说 你们回去 我不回去了 我爹被人家拿住 要死就死在一处 孔寿 赵勇说 咱们进去也是白送死 你我的能为浅薄 连近老英雄那样精明强干之人 都被人家拿住了 再说魏爷 师爷 总比你我强盛百倍 也都不行 莫如你我回去给马大人送信 再想逐一来救他们 吴杰春说 你们回去请马大人吧 我要进去瞧瞧 我父亲是死是活 孔寿说 那也能够 吴杰说 也罢 我也去探探 要是武庚不回来 你二人可千万别再进去了 快请马大人来与我等报仇 孔寿 赵勇点头答应 说 就是 你二位去吧 吴杰走在前套 己逢春在后面 两个人来到了长墙边 吴杰春也懂得些消气埋伏 一看上面有鸡爪钉 就告诉武杰说 总要窜得越过鸡爪钉去 武杰点头 两个人这才越过墙去 村房越挤 走过两层院子 见下面有些寻更守夜之人 他们在各处寻找 也没动作 也没听到 究竟拿住人了 还是没拿住人 武杰看那打羹的总是围着外面家道来回巡查 直走当中 不走旁边 武杰 季逢春由房上窜下来 就把那两个打羹之人 一人拿住一个 武杰拿刀 在那打羹的脑袋上一蹭 打羹的吓得满口央求 老爷饶命 武杰说 你不要喊 一喊当时要你的命 打羹的说 不喊 只求你老人家饶命 武杰说 你家庄主在哪屋里住 打羹的说 我家庄主在哪屋里住 我可不知道 我们这里分八个院子 好几位移奶奶 她不定在哪院住 武杰说 今天晚上拿住人 你可知道 打羹的说 我知道 再问新唐拿了一个姓纪的 叫神守大将纪有德 又在紫霄院拿住一个姓石的 一个姓卫的 武杰说 不错 这三个人陷在哪里 你可知道 打羹人说 姓纪的在藏蛇洞 姓石 姓卫的两个人在地牢 都在北花园 武杰说 北花园在哪里 打羹的说 就由这往北头 进到北边八角 月亮门就是 可别往东拐 也别往西拐 武杰说 藏蛇洞在哪里 打羹的说 在北花园 西北击角 武杰问明白了 两个人把打羹的捆上 堵上嘴 这才扑奔北花园 要搭救三位英雄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4张问庚夫地牢 就有回公馆 报信请人 话说武杰 几逢春二人 把打羹的捆好 搁在一旁 一直扑奔正北 来到月亮门 一看花园迎着门 有个木影壁 挂着照灯 上写街幅影响四字 两个人漫步进去一瞧 这座花园里面 也有水阁凉亭 往北走去 却不知道地牢在哪里 正往东走 见前边有一所院子 由里面射出灯光 是个八角月亮门 上面有花瓦器的咕噜钳 白灰抹的气盘心 这院子是北方三间 满出狼岩 东西各有配房 在北上房中 有灯光闪烁 两个人进了平门 院中并无人声全废 建屋中靠北墙 有一张八仙桌 一边一张椅子 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人 淡黄脸堂 浓眉大眼 年有三十以外 墙上挂着一对虎头钩 两旁站立两个童子 就听这人说 童子外面可有三更 童子说 早已打过三更 此时快五更了 这人说 哎呀 我喝醉了 这一觉睡的功夫不小 外面可有什么动作没有 童子说 没什么动作 这人说 没动作好 今天拿住的两个人 现在交给我看守 恐怕还有余党前来救他 少师天光也就亮了 给我倒过一碗茶来 武杰一想 地牢离这里一定不远 这人原来是周百灵的内地 名叫吴湛元 手中是一对虎头钩 他弟兄三个都在周百灵家里 自己爱喝酒 方才喝醉了 就在桌上睡着 刚刚醒来 武杰一听 便回身出了这所院子 又往北边去找 只见北边一溜 有十间房屋 高不过四五尺 一看没有窗户 门上锯都有锁锁着 武杰心想 这必是土牢了 便伸手由兜囊中掏出钥匙来 刚要开锁 就听里面有人说 魏大哥 结了 完了 你我被贼人拿住 倒不如杀了还好 这死不死 活不活得有多难受 真是人生有处死有地 武杰一听 正是石柱 魏国安 赶紧把锁捅开 把门一推 石柱睁眼一看 见是武杰 几封春 连忙说 快把我放开 我腰里为的干棒 他们一事哭腰带 幸亏没叫他们拿去 我的刀可叫他们的去了 武杰说 不要紧 两个人进了土牢 刚要解开石柱 魏国安 外面一声咳嗽 说 何人大胆 赶上我土牢之内救人 武杰一回头 见来者正是那吴湛元 武杰说 你要问 你家老爷乃是朝廷的游击 今天特来拿周百灵 说着一摆刀 赵吴湛元搂头就躲 吴湛元用虎头钩 极架相迎 两个人就动起手来 季冯春一摆锤 过来就喊 捅嘴 协力相帮 也就三五个照面 被吴湛元一腿踢倒 吩咐手下人捆上 急速明罗 聚其装钉来拿奸细 季冯春一被擒 三五个照面 武杰的刀 也被虎头钩绞住 吴湛元左手绞住刀 右手的虎头钩 使了一个顺水推舟 静奔脖梗而来 武杰赶紧缩头藏颈大闪身 刀一松手 被吴湛元往前一赶 使了一个分身驮子脚 把武杰踢倒 立刻捆上 叫手下人将他二人 搁在西边地牢 等候天明 就去回禀庄主爷 再派八个耕夫巡查花园 吴湛元这才回到自己的屋中 吩咐手下人严加防范搜查 此时天骄五谷 孔兽 赵勇 在树林等候 直到天光闪亮 还不见武杰几封春回来 二人商量道 大概不好 你我不必进去了 进去也是白送死 不如回山去禀明马大人 大家商着办理 赵勇 孔兽两个人想罢 这才离了八卦山的护庄桥 顺着原来的道路往回走 天有五十 来到了西洋山马大人扎营的所在 两个人进了中军大帐 马玉龙正同张文彩 高志广 金眼雕 武士三雄 追风霞刘云 千里独行辖赛判官邓飞雄等老少英雄 共同商议破目杨镇之军情大事 一见孔兽 赵勇进来 马玉龙等人赶紧问道 二位是从哪里来 上八卦山去 那里是怎么一个样子 孔兽 赵勇二人说 那不得了 我们到了八卦山州家寨 头一位纪老英雄进去 就没出来 后来石柱 魏国安 武杰 几封春进去 也没出来 这五位大约凶多吉少 我二人心想 进去也无济于事 倘若被擒 阴信不通 那更坏了 故此回来给大人送信 好早做准备 马玉龙一听此言 不禁吓得一愣 问大家这件事该当怎么办 张文彩说 这是可不好办 周百灵做事太狠毒 老少英雄背擒 恐怕凶多吉少 咱们先得设法就出来才好 马玉龙说 既是如此 就求老先生辛苦一趟 你老人家地里还熟 张文彩说 要去 我跟大人借豆腐春 钱玉 我同高志广二人带了去 马玉龙说 好 二位老英雄一同去更好 我随后派人接应 众人只顾说话 转眼却不见了千里毒行侠邓飞凶 原来邓爷这人大有心胸 一听众人背擒 想必凶多吉少 一声没言语 戴上红毛宝刀 就出了大营 他知道八卦山那个地方 多见树木 少见人烟 没有卖吃食的 自己便带了一包炒米和水葫芦 由大营起身的时候 天爷就在中午赶来到八卦山 一轮红日将要西沉 到南山口一看 这座山寺外是水 山口道前有木板桥 河岸两旁栽着垂扬柳 山里杀起腾腾 邓飞雄过了这道桥 见证北树木森森 有一片房屋随着山坡而盖 此时天已黑了 邓飞雄一寸度 要凭自己的能为 不敢说天下称第一 也算第二第三 今天来到这里 深邻险队 必须要小心留神 不可大意 想吧 把红毛宝刀抽出来 怀中一抱 来到周百灵这所庄院的南墙以外 抬头一看 见墙上具有鸡爪钉 庄门大开 当中挂着门灯 也不见门房里有人 自己迈不进了大门 左右前后上下都留着神 见大门以内 据是平川之地 里面东西两个门都悬着帘子 刚走到门洞当中 只见由东边门房走出一个人来 把邓爷吓了一跳 一看却是个千娇百昧的女子 出来就几乎把邓爷抱住 邓爷往后一撤身 又见由厢房出来一个女子 邓爷刚一愣 就见这两个女子低溜一转 伸手由背后取出挟剑 啪啪啪连珠射来 邓爷一蹲身 用宝刀去拨挡 才未能射着 再仔细一瞧 这两个女子原来具是假人 也是邓爷手机眼快 要换个人就休想夺得了 邓爷心说 好厉害 我何不用宝刀将弩剑全给他毁了 正要用刀去剁 却见那两个假人滴滴溜溜 又都回去了 邓爷用红毛宝刀往地下一扎 没什么动作 往前蹲着走了七八步 便瞧见从墙两边出来一股白烟 邓飞雄往回一撤身 由墙两边又出来两根枪 忙用宝刀削去两个枪头 剩了半截还来回的洞 邓飞雄把枪削了 一瞧迎面是八次隐蔽 东西都有门 转过隐蔽 想进正门 抬头一看 吓得到抽一口凉气 有一宗差势惊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5章 邓飞雄奋身入虎穴 吴湛敖设计救恩人 话说邓飞雄进了正门 抬头一看 建北房屋中灯烛辉煌 东西各有配方 邓飞雄用刀试着往前行走 见北房迎面挂着一块匾 上写着藏书阁三个字 借着灯光一看 屋中书籍满架 头前一张八仙桌 两旁有椅子 坐着两个家人 都是轻衣小茂 正在对座说话 只听东边这个说 周生 咱们今天值前夜 三更天再换他们 大家都要小心谨慎 这屋里可要紧 庄主爷说过 他老人家的道书 连牧羊镇的镇图 都在这屋里 恐怕有官军的能人 前来道书 那可了不得 邓飞雄一听 心中暗息道 我既来到此山 燕肯空回 要把牧羊镇镇图得着 真乃是万全之幸 大约这两个家人 也没有多大能位 我何不进去将他拿住 跟他要镇图 想吧 刚一先连进去 就见游门后 出来一个大鬼 青脸红发 手指宝剑 照定邓飞雄 搂头就躲 吓得他急忙往后一撤身 用红毛宝刀 往上一迎 呛狼一声 就把宝剑削断 刚刚削了 上面哗啦一响 又由上头落下一个铜网 把邓爷罩在当中 这是罗生响亮 不大的功夫 过来二三十个家丁 把邓爷的红毛宝刀 先拿过去 把邓爷给捆上了 才将邓爷浑身的网钩摘去 邓爷情之凶多吉少 只得任命了 吴战敖过来一瞧 吩咐把这个人 给搭到我那屋去 手下人答应 立刻搭了起来 吴战敖叫家人 小心防范 来到他自己房中 吩咐把邓爷放下 这时 外面有家人来禀道 现在大门外的消气破了 被这人毁了两条大枪 两个美人的侠剑已放完 屋里大鬼的宝剑 也被他毁了 都带修理 吴战敖说 叫他们头目去修理 不用禀我知道 家人就出去了 吴战敖住的这院子 是北房五间 东西配房各三间 有八个家人伺候 吴战敖吩咐家人出去之后 把拿住的人放在椅座上 那头便败 邓爷心中一动 赶紧过去 用首相符说 请起请起 吴战敖起来 旁边一站 说 恩公 你老人家不认得我了 邓爷说 我实在一时想不起来 我已然被祸遭勤 万死犹青 多蒙尊驾不杀之恩 凡以克里相待 为领教尊驾姓名 吴战敖说 恩公真是贵人多忘事 提起这话 也二十载了 书中交代 这个吴战敖 乃是山西 洪洞县笑意庄的人 他父亲叫吴恩贵 娶妻邓氏 所生三子 长子吴战敖 次子吴战魁 三子吴战元 这位邓氏大娘 跟飞雄是远族一家 论起来 还是邓飞雄的姐姐 亲戚虽远 走得甚近 他们这笑意庄 有一家试棍土豪姓冯 原先在外头做过知府 名叫冯开甲 他有一个少爷 名叫冯文青 是个秀才 以仗他父亲做过知府 家大业大 家中养着些打手 时常在外头抢夺妇女 无所不为 他瞧见吴战敖的子子 长得有几分姿色 就纪念在心 带着打手 时常要来抢人 这天 他突然带着打手 来到吴家叩门 那时节 吴战敖弟兄年幼 吴战敖的父亲出去 问他是谁 冯文青这次并不答应 带着二十多个打手 闯进院内 逢人便打 遇人便捆 正赶上邓飞雄 由门前经过 一问方之抢人 邓飞雄立刻拔刀相助 将这些打手赶走 咽想到冯文青这次 仍不死心 仗着跟洪洞县 素有来往 又以仗是世家子弟 有钱有势 就把吴文贵锁到县里 说他家中窝藏江阳大盗 上堂就打了二百板子 上了家棍定了入狱 暗中又使人到狱里 向吴文贵说 只要你把女儿送给冯公子 这个官司就算完了 如若不然 你父子休想逃命 吴文贵一听就气死了 把尸首给领出来 那冯文青仍不死心 当时邓飞雄刚炼成了武艺 专好管不平之事 这天来到吴家 邓爷说 你弟兄三人带着你母亲和妹子 不必在此住了 赶紧收拾 我送你们到边外去吧 我进往他家去 把恶霸杀了 给你父亲报仇 吴战敖一听 说 你老人家给我父亲报仇 我弟兄粉身碎骨 难报你老人家之恩 立刻收拾细软金银 套好了车辆 邓飞雄说 我今天把狗子冯文青的头杀了 取来给你父亲上坟 商业好了 邓飞雄晚间施展 飞檐走壁之能 来到冯家各处一窃听 只听见西跨院北房屋中 有琵琶丝弦弹唱的声音 邓飞雄由房上施展出 珍珠道卷帘 往屋中一看 当中一个团桌面 桌上有一张蜡灯 坐着的正是狗子冯文青 年有三十内外 面皮微白 两道贼人眉 一双三角眼 东边坐着两个歌童 十四五岁 面皮微白 插着一连粉 陪着狗子喝酒 说说笑笑 带着轻狂之态 在西边坐着两个 十七八岁的女子 一个抱琵琶 一个把弦子 正在那里唱得快活到极点 这一出是妓女从良后悔 桌子上摆满了诗仙国品 这几个男女正陪着恶狗子作乐 在东里间屋中 是顺前沿的炕 炕上摆着烟盘子 有一盏烟灯 旁边搁着一杆大烟枪 这个恶狗子 果然是不安分 邓飞雄不禁气往上冲 拉出红毛宝刀 把帘子一掀 闯进屋中 伸手把狗子缝 文青揪住说饿吧 你买到攀赃 将我的亲戚害死 今天我特意前来 结果你的性命 冯文青吓得痴呆呆的一阵发愣 尚未开言 被那邓飞雄手起刀落 将人头砍落 又把胸膛打开 将人心取了出来 吓得这几个歌同舞女跪成一片 战战兢兢 邓飞雄说 你等起来 不必害怕 冤有头 债有主 我不杀你们 说着话 又奔往后面 将冯文青的一家大小拒接杀死 邓飞雄拿着人心 提着人头出来 交给了吴湛敖 说 你拿着人头人心 给你父亲去上坟 你兄弟三人 赶紧同你母亲子子逃命去吧 他年相见 后会有期 吴湛敖兄弟三个 给邓爷磕头说 恩公 我弟兄以后 但得一地步 必要报答你老人家 这点好处 吴湛敖 这才带着他母亲和子子兄弟 逃至家与关外 后来他子子就给周百灵为妻 他母亲已经去世 他三人都成了家 跟随周百灵度日 练了一身的功夫 今天听说拿住人 吴湛敖过去一瞧 原来却是恩公邓飞雄 当这仲家丁不好说明 故此把邓爷搭到自己屋中 叫家人退出 就把邓爷解开 这才问道 恩公 还认得我吗 邓飞雄一时蒙住 愣够多时 才想了起来 说 原来是你 你在此处做什么呢 吴湛敖说 我自从与恩公分手 便逃至此处居住 我母亲已故 我子子给予周百灵为妻 你老人家来此何干 可以说说 一面叫家人倒茶 又吩咐白酒 邓飞雄说道 且慢 我来此倒不再吃 我既遇见你 我不能不说实话 邓爷这才如此如鼻 说 吴湛敖一听 吓得亡魂丧胆 欲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6章 放群雄异动子 丈周百灵 亲见宾棚 话说千里独行侠邓飞雄 与吴湛敖对坐斥茶 谈心续话 邓飞雄说 先生你要问我 自从与你等分手 我逃至同关外 在八卦教里存名 我后来到反同家务 改邪归正 跟彭大人当差 现在保举了游击 前者 彭中堂跟白天王合约 定于百日内来破木洋阵 因知此阵奥妙无穷 甚为难破 头一次有大人手下 半差官来看了一回阵 后来打了一回阵 死了一位差官 又请出击有德三探木洋阵 现在一访问 知道此阵是周百灵所百 前天有神手大将纪有德 同着闭眼金蝉石柱 追云太保卫国安 一位姓纪的 一位姓武的来到这里 拒接备活遭勤 我今天来到这里 也被萧气拿住 幸亏遇见了你 这是以往从前的实话 吴战敖一听此言 说 恩公 今天要不是见到我 定有性命之忧 我在亲戚这里居住 也不知外边有这些事 我紫杖是赫兰山金斗寨 金枪天王白起歌的 长朝太师 虽说在这里不当差 也赤宰相奉禄 牧阳阵时是我紫杖摆的 我可不知内中的情形 今日你老人家来此 我不能忘恩负义 我暗中先把吉友德 石柱 魏国安 几逢春 五节放出来 交给你老人家 把他们带回公馆 你老人家在公馆之内 听我的消息 我慢慢地设法 劝解我子杖 看他意思怎么样 他要愿意弃暗投名 我和恩公再以妙计反正 我在暗中调停 总要把此事办理好了 邓飞雄一听这话 心中想 吴战敖是个好人 我托他办理就是 这俗话说得好 恩义广失 人生何处不相逢 冤家免节 陆逢贤处先回避 相巴又说 先生 你我也不必客套 你先把那几个人给放出来 我带他们回到公馆之内 等候你十天 吴战敖说 可有一件 这十天之内 你老人家千万别叫人来 要有人来 被消气拿住 我一个救不了 反伤了和气 邓爷说 就是 我说与他们 十天之内 必不许人来就是了 吴战敖说 你老人家先喝点酒 等着我去放他们 立刻叫家人摆酒 伺候邓飞雄 吴战敖先来到藏蛇洞 看见友德 友德被人家拿住 不死不活 心中正在焦躁 忽见灶光一闪 进来一个人 即友德一看 那天被拿的时候 有他 便破口大骂 说 你这些小辈 既把老太爷拿住 杀寡存留 快给我个爽快 吴战敖说 老英雄羞骂 我特意前来救你 过去便把绳扣解开 吉友德说 你姓什么 吴战敖说 我姓吴 现在有朋友来救你们 跟我走吧 一同到地牢 把那四位也救出来 说着话 来到地牢 吉友德说 谁来救我们 吴战敖说 邓飞雄 他跟我原是街坊 又是亲戚 论起来是我的舅舅 又是我的恩人 过去把牢索打开 里面闭眼金蝉石 祝同魏国安正在大骂 好贼子 把大太爷拿住 不死不活 犹如地狱一般 倒不如一刀罢我杀了 魏国安说 兄弟 你不必骂了 外面门响 大约是这狗头来杀咱们 一死到也痛快 吴战敖进到里面 说 二位别骂了 我来救你们 石柱说 你放屁 你要杀就杀 何故来戏耍大太爷 吉友德这才大言说 二位别骂 石柱一抬头说 祭老英雄 你从何处而来 吉友德说 刚才也是这位把我解开的 吴战敖过去 把二人解开 又到两边地牢 把武杰和几封春放了出来 大家一通明信 吴战敖说明自己的来历 众人这才知道是邓爷来了 大家一同来到吴战敖屋中 见邓飞雄正在喝酒 邓飞雄连忙站起来 说 众位受惊 吉友德说 若非是邓兄来了 遇见你这位朋友 我等就如坐狱一般 这里既然有吴庄主 我们可好办了 大众商议吧 邓飞雄说 我已然说好了 众位喝一碗茶 咱们一同走吧 吴战敖送咱们出去 这院子里萧气埋伏太多 你我道路不熟 吴战敖立刻叫家人倒上茶来 吩咐备酒 留众人吃了饭再走 大家用过酒饭 以娇无骨 吴战敖带领众人 弯弯曲曲地出了周家寨 说 邓恩公 你老人家回到了大营 将这件事回名大人 十天之内 千万要等我的回信 成与不成 我必给公馆送信 邓飞雄这才告诉 带着五个人往前行走 不知不觉 天光已明亮了 邓飞雄说 既老英雄 前者怎么会被他们拿住 吉友德就把被赵子赵住的情形一说 石柱和魏国安说 我二人是被篡地紧拿住 吉友德说 这周百灵实在有能为 他这些萧气埋伏 连我都看不出来 论萧气埋伏 我可算无疑不懂 他萧气用的法则 是比我高明 众人说着话 正往前走 只见张文采和高志广 带着小白猿豆腐春 小太宝钱玉 四个人迎面而来 众人赶紧过去问道 二位一遇何往 张文采说 我二人正打算起身笨拙家寨 因为不见了邓飞熊 我等找了一天 你几位在哪里遇到一处的 吉友德说 邓兄到周家寨 遇见了亲戚 不然 我等也回不来了 碎江上像是细数了一遍 张文采说 原来如此 我二人因与周百灵 有一面之时 原打算凭两行灵力尺 三寸不烂舌 顺说他归降 必要把他说好 免动刀兵 吉友德说 二位兄台瞧着办吧 我在公馆后信就是了 说着话 众人分手 张文采等人来到周家寨庄门 已是红日东升 家人问道 二位找谁 张文采说 我姓张明文采 这位姓高明智广 我二人特来拜访周庄主 家人一看 是两位儒雅先生 每位带着一个小童 立刻回禀进去 此时周百灵上位起来 家人便先去回禀吴湛敖 吴湛敖夜间放走了 季友德等人 自己心中盘算 明天我紫账一问 我要说给放了 他准不答应 自己一夜也没睡 天光大亮 喝下了两碗茶 正在吃点心 外面家人来说 现有张文采 高智广拜访庄主 庄主上位起来 回就老爷知道 吴湛敖吩咐有请 家人出去 把二位请了进来 吴湛敖见过高智广 却没见过张文采 只耳朵里听人说过 一看这二位都是如如雅雅的 带着两个小童 吴湛敖说 原来是二位先生 请坐吧 高智广说 吴贤帝 我二人今天特来拜访令子障 烦老贤帝给回禀一声 我弟兄许久未见 吴湛敖立刻吩咐家人带茶 说 二位少带 我去去就来 这才川宅过院 来到内宅 周百灵刚起来漱口 见内地进来 说 贤帝来此何干 吴湛敖说 外面来了两位子障的固有 一位是高智广 一位是文雅先生张文采 周百灵一听 赶紧来到外面 进了书房 剑上面坐着高智广 下面坐着张文采 这二位都是周百灵 时常叛念之人 就说 原来是二位驾到 急忙躬身失礼 高智广说 贤帝久违了 我给你二位引荐 这就是我常提的张文采 周百灵说 久仰大名 金姓得慧 真乃三生有幸 今天你二位因何来此 张文采说 我常听高雄说 兄台乃世外高人 今天特来拜访 正在说话 由外套跑进一个人来 周百灵一看 有一宗差事惊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7章 高智广良言 劝有吴湛敖 暗尽中言 话说周百灵 正同张文采 高智广二位谈话 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说 回禀庄主爷得知 现在花园内土牢 和藏蛇洞的 所有拿住之人 具备人就去 踪迹不见 连他等的兵刃 聚备一起盗取 周百灵一听 心中暗想 我这院中 多有萧綦埋伏 怎么竟会被人截去 这中必有缘故 只怕是内里有人勾引 如若不然 万万不能 便说 你去看看 由哪边进来 由哪边出去 赶紧看个明白 回来禀我知道 众家人都明知是 无战熬放了 又不敢说 只得转身下去 周百灵这才问道 高雄今天贵族踏见地 来此何干 高志广说 我今天来此 非为别故 一则到兄台处来请安 二则有一件事 要与兄台商议 周百灵说 兄台有话请讲 高志广说 兄台在此摆得牧阳阵 甚至奥妙无穷 现在彭大人的手下来打木杨阵 两次拒未能打破 彭大人一向求贤若渴 必要前来聘请兄台 周百灵道 贤弟既提起这件事 我告诉你吧 前者 彭大人手下的几位半差官 被我用消气埋伏拿住了 可是我并未结果他等的性命 也没有解到白天王那里去 我正想法办理此事 没想昨天夜里被人救去 我这院中真似铁壁铜墙 天罗地网 他们竟能把人救去 也算是奇巧古怪之能人了 我现今已受白天王之聘 众人相托 就是斩头流血 我也不能归降官军 牧阳阵时是我所摆的 里面也没什么消气 他们能够破了 白天王自然年年来朝 碎碎称臣 如破不了 那可任凭他自己 高智广说 兄台 今天直说吧 我来此非为别顾 现在官军营有我知己的一个朋友 苦苦相求 要我说兄台改邪归正 彭中堂必然保兄台 官高绝险 骏马能起 我说的是良言 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周百灵说 贤帝 若不是你我道义之交 我就拿你当作奸细 今天只准你说这一次 如要再说 你我化地绝交 自古忠臣不是二主 白天王既然看中我 给我宰相凤 我焉能反复无常 朝廷自有朝廷的忠臣 白天王待我天高地厚 高知广说 兄台不要着急 我与兄台因事知己 我才不加隐瞒 不然我也不敢直言奉上 正说着话 吴战敖由外面进来 周百灵吩咐白酒 家人立刻摆上酒茶 吴战敖在一旁相陪 周百灵说 贤弟 昨天在地牢拿住的人 被人救去 你可知道 吴战敖说 小弟知道的 我追了半天也追不上 我们院中的埋伏 人家必然知道 见他好像是绕着走的 我想 官军中能人甚多 洪福齐天 你老人家莫如改邪归正 倒是正果 周百灵一听 甚为诧异 说 你怎么也说出这样 无父无君的话来 就准你说这一次 如下次再说 我定要按国法治你 吓得吴战敖默默无言 他知道紫杖的脾气太急 不敢再说 再说就恐其反目 众人喝酒已完 高智广 张文彩二人看他这个光景 也不敢再说了 善说不成 非得制服了他 万不能归降官军 要说这高智广也是精明强干 一夜绝伦 出类拔萃之人 便告辞来到了外面 说 吴贤帝 你跟我来 有句话说 吴战敖答应 一同来到无人之处 高智广说 我们来的时节 夜半路遇见邓爷 已提说贤帝的情有 方才我见贤帝跟你子仗一说 他那样子 你我脸上都挂不住 不知贤帝你 还有什么妙法 吴战敖说 你二人先别走 在我们这八卦山北边 有座山神庙 当初是玉皇阁 那里有个老道跟我相好 你二位先在那里住一两天 我再设法拿话使他 躺能劝过来更妙 如若不成 那是另想办法 张文彩 高智广点头答应 二人这才进奔正北 约走了三四里之遥 一看在山中果然有一座庙 高智广上前叩门 里面出来一个老道 年有六十以外 头戴青步道观 身穿蓝步道袍 面如古月 海下一步花白须 道士如如牙牙 老道和长当兄 打一起手 口念 无量佛 施主来此何干 贵姓大名 高智广通了姓名 说 我等凤无战敖贤帝所主 要到贵官借助一二日 后他办点事情 道爷贵姓 老道说 出家人姓李 众位施主请里面坐吧 举手往里让 张文彩 高智广带着两个童子 这才往里走 老道关了门 领着来到大殿东边 一看是三间贺轩 道也干净 书案上面摆着好些经卷 墙上有一轴八仙庆寿图 对帘上写着 书道用十方恨少 是非经过不知难 高智广说道 我在冷延山住家 因破朋友所约 来请周百灵破纳木扬阵 老道点点头说 原来如此 我跟吴湛敖道 是道义相投的朋友 却不知道 这周百灵是何许人 也不晓得 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能为 原来那牧羊阵 是他所摆 这就是了 老道立刻备了酒饭 款待高智广等 这且不表 单说吴湛敖自高智广走后 回到屋中一想 已然应允了邓飞雄 但如今 子杖脾气古怪 这样的骨肉至亲 又怕反了木 辗转思维 无计可施 便到后面 来见子子吴氏 吴湛敖说 子子 现在我有一件 为难之事 吴氏说 兄弟有什么难处 吴湛敖就把恩公邓飞雄 来破牧羊阵的事一说 吴氏听了 说贤弟 依你之见 该当怎么办呢 吴湛敖说 现在恩公邓飞雄 在彭忠堂手下当差 彭忠堂 因跟白天王说定了 要来打牧羊阵 他手下的能人 仿之是我子杖所摆 有人来拿我子杖 已被咱们的埋伏 拿住几个 倘若 有人再来 把我子杖拿去 岂不是一场大祸 我劝子杖改邪归正 他又不听 我打算叫子子 被弟姐劝姐劝他 吴氏说 你还不知道 你子杖的脾气吗 他向力不许人说话 我慢慢劝着办吧 如能行 我绝不能忘了 邓恩公当初 替父报仇 救你我活命之恩 吴湛敖这才出去 晚饭后 周百灵来到后面 夫妻对面谈心 吴氏说 丈夫原籍是哪里人士 周百灵说 我是河南归德府人 吴氏说 因何来到这里 周百灵说 提起这话就长了 我先祖乃是大明朝的忠臣 因为闯王在山西造反 渡知亭县了平泽门 天下失守 我先祖带着家眷便 逃至八卦山隐居 生下我父亲 曾说过 永远不做朝廷的官 故而我才保了白天王 身为堂堂宰相 吴氏说 原来我丈夫有这段情有 我看咱们得便还是回转故土 可以祭扫祖先焚营 以尽人子之道 周百灵听到这里 忽然外面一阵大乱 又有一宗差事惊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8章 笑面虎复探八卦山 周百灵便暮杀内地 话说周百灵夫妇正在谈心 胡亭外面一阵大乱 连忙吩咐童儿出去打听 功夫不大 童子进来说 回禀庄主 现在西南上屯草的地方失了火 有三位旧爷救火去了 周百灵一听 立刻吩咐童子把挂盒拿来 童子把挂盘取来 放在桌上 周百灵站的旗门甚是灵验 把挂盘一摆 便说 了不得了 今天有奸细 还是内贼勾引外寇 正在扰乱 我家宅不安 吩咐童子 赶紧告诉旧老爷 给我拿奸行 童子转身出外 把吴湛敖叫进来 周百灵问 外面什么人放火 吴湛敖说 不知道 烧了两堆草 三间草屋 幸亏米包还没烧着 烧坏了一个羹夫 我已给他上过商药了 周百灵说 方才我站了一刻 主今天有家贼勾引外寇 吵闹我家中不安 你带装兵小心防守 如拿住奸细 不必禀我知道 当时结果他的性命 吴湛敖点头 转身出来 自己一想 怪灾 我已然跟官军营 拆棺说得明白 邓恩公与我定下十日之内 官军营不派人来 专等我的消息 怎么会有人前来吵闹 自己出来 带人各处搜查 周百灵来至屋中 夫妻虫又对作谈心 周百灵说 娘子 方才你说到回返原集 据我看人生在世 犹如大梦一场 哪里是家 现今我已在贺兰山官居宰相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准备以一命报答天王 即便官军把牧羊阵打破 我也是一心无二 就只有白天王 并不只有朝廷 吴氏一听这话 就知丈夫心如铁石 不敢再往下说 周百灵自己出来 瞧看天上的星斗 忽见眼前有一条黑影 落到前面院中 周百灵一看 这个人身体甚是灵变 又听见前院中 哗啦啦铃铛一响 他就知道 是萧綦拿住人了 书中交代 邓飞雄还没回到 马玉龙的大营 就有金眼雕秋成 对众人说道 这个周百灵 怎么这样厉害 我想要亲身到 八卦山周家寨去 将他拿住 旁边武士三雄说 兄长要去 我等也跟了去 邱明月说 爹爹不必生气 有氏弟子夫妻老 割鸡烟用牛刀 亮子无名小卒 何必你老人家前往 带孩儿我去探访探访 说吧 自己带上干粮 绕到静本八卦山 在路上并未碰见邓飞雄 要是碰见 邱明月也就不能来了 他头一天住在山洞里 第二天围着周家寨 绕了个弯 探探道 晚间这才飞檐走壁 倚仗自己的身子灵便 竟奔这所院子 先把西南甘草堆点着 这是用了调虎离山之计 一桥房上都有滚瓦 里面房屋甚多 不知周百灵住在哪个院中 邱明月来到内宅 见下面屋中有灯光 打算要到院中偷听偷听 往下一跳 不料却被串递紧把脚套住 一抬脚铃铛就响 用手去摘 连手也套住了 自己一愣 四外铃铛奇响 周百灵立刻吩咐众家人 把他捆上 周百灵来到上房 叫家人把拿住的人带上来 一抬头看见邱明月年有半百 被插单刀 面皮微紫 雄眉阔目 海下一步黑胡须 周百灵说 你是何人 来此何干 邱明月说 你要问 你家义是老爷姓邱 名叫明月 乃大同府员报山人士 我在朝廷并不做官 献随我父亲 帮助彭大人西夏查办 知道你是百慕杨镇的贼党 特意前来拿你 周百灵说 原来如此 吩咐 推出去杀了 从今以后 拿住间戏修留活口 吴战敖从外面进来 周百灵又吩咐 把邱明月推出去杀了 手下家人 立即往外就推 吴战敖点头答应 自己心里想到 这倒做了难了 我已向邓恩公说的明白 十日之内不可来人 今天我要把他杀了 对不起邓恩公 若不杀他 此账绝不答应 他把邱明月带上 家人跟随着来到自己屋中 又吩咐家人 你们先在外面少待 我要审问审问他 便把邱明月带进屋中说 朋友贵姓 是何人派你前来 这里头的情犹 你可知道 邱明月心想 自己反正是死 就破口大骂起来 吴战敖说 朋友别骂 我可是好意 邱明月说 你有什么好意 说给我听听 吴战敖瞧瞧瞧屋中 没有外人 就把邓飞雄的事 从头至尾一说 邱明月说 原来如此 我是前来探访 被拿的几位的消息 邓爷尚未回去 道路之上我也没碰见 我是一概不知 吴战敖说 我把你救了 你赶紧回去 见了邓爷 就提说 我姓吴战敖 十日之内 我必到公馆前去送信 邱明月说 我谢谢你吧 吴战敖把绳扣解开 邱明月说 我这就告辞 见了邓爷说明 改日再谢 吴战敖回去 过来一个家人说 庄主叫你别杀拿住的这个人了 带上去有话问他 吴战敖一听 就知道这件事不好 必是有人谢了机 自己只得来里面见周百灵 吴战敖说 人已然杀了 子杖为何不早叫人给我送信 周百灵说 既然杀了 把人头拿来我看 吴战敖出来 功夫不大 又回去说 方才他们把死尸扔在山剑内 被狼拖去了 周百灵哈哈大笑 贤弟 你焉能瞒得过我 方才站得一刻 以致你把官军营的人放了 我看你这几天心神恍惚 必然是勾串了官军营的奸细 要谋害于我 立刻吩咐手下人 把吴战敖绑了 两旁家盯过来 就把吴战敖绑了起来 周百灵说 我既为宰相 执掌生杀治权 今天要暗王法治你 正说着话 外面吴战元 吴战葵进来 伸手拉刀说 好一个周百灵 胆敢杀我兄长 我们先把你杀了吧 两个人就要拉刀 打算来杀周百灵 周百灵一瞧 这个事情不大好弄 知道他兄弟两个是魂人 有幸处置他们 又爱着骨肉至亲 便说 你两个不必犯魂 你哥哥基因身犯枉法 似通奸细 你两个不知者不罪 我若不念亲情 就要结果你两个人的性命 两个人只气得 哇呀呀 乱叫 轮刀过去 赵周百灵就砍 周百灵拉出宝剑 也冻了气 家人赶紧到后面前去送信 那无事一听 丈夫与兄弟翻了脸 有心出去解说 但既不能说服丈夫 又不能得罪兄弟 自己心肠一窄 便悬梁自尽了 家人出来一报 周百灵听了 一见就把吴战敖 结果了性命 吴战元 吴战魁两个人一瞧就急了 摆刀要跟周百灵拼命 周百灵一想 好好一家人闹得七零八落 自己一顿足 窜上房去 静自走了 吴战元 吴战魁抬了两口棺材 将哥哥子子成练 要请高僧高道 超赌阴灵 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和尚 弟兄二人 这才奔山神庙来请老道 一见高智广 张文彩 吴战魁弟兄就放声大哭 李老道一见 大吃一惊倒 二人所应何故 吴战魁就把周百灵杀了他哥哥之事 从头至尾一说 张文彩 高智广一听 甚为可惨 说 我二人先给你兄弟办理白事吧 便让老道 给清几位僧道来念念经 高智广又说 二位贤弟 今后打算怎么办 吴战魁说 我弟兄办完白事 先到官军营去找邓爷 将前世说明 然后再拿周百灵 替我子子兄长报仇 张文彩说 既然周百灵走了 他家中的东西 你二人可知道 他摆的牧羊镇 莫非没有镇图吗 这句话提醒了吴战魁 便说 你二位跟我回去 现有镇图 张文彩一听 甚为喜悦 就要跟吴战魁去拿镇图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09章 周百灵勾串起兵端金锦龙记社中臣会 话说吴战魁兄弟 带领高智广 张文彩和两个小童 回至八卦山 来到了藏书楼 这个地方 乃是周百灵藏书之处 这院子哪里有消气 哪里有埋伏 他弟兄都知道 进了藏书楼 各处一找 却不见镇图 吴战魁说 怪啊 当初他这里是有镇图 莫非被他拿走了 还是挪了地方 找遍了都没有 说 得 不用找了 咱们先把家中的东西 一概封了 派家人看守起来 将家中诸事办理清楚 这才同张文彩 高智广起身 奔西洋山官军营而来 原来 邓飞雄自那日 带领众人回来 便将他在八卦山背擒 遇见吴战魁 遇见吴战傲之事 如此如彼一说 马玉龙说 既然如是 就专后吴战傲的信吧 现有张文彩 高智广二人去了 尚未见回来 金眼雕说 秋明月也去了多时 邓爷在路上可曾碰见 邓爷说 并没有碰见邱爷 我已然应允十天之内 不再去人 只等吴战傲 劝说周百灵归降 听他的回信 这天 秋明月回来说 我已然被秦 依着周百灵就要杀我 是吴战傲放我回来 叫我嘱咐邓爷 千万在十天之内 不必派人前去 容他慢慢劝子仗回心 或是到来牧羊阵途 众人说 好 有这个机会甚好 马玉龙说 如能劝周百灵归降 总以不伤和气为事 他家中尚且这样险要 何况牧羊阵 过了数日 又有人禀报 现有张文彩等人回营 马玉龙吩咐有请 张文彩便同着吴战傲 吴战元从外面进来 见马玉龙 邓飞雄赶过去说 你兄长来了没有 一听邓飞雄问起 兄弟两个不由落下泪来 就把放走邱明月 与周百灵翻脸 兄长被杀 子子自尽的话 如此如彼一说 邓飞雄众人一听 全都一愣 吴战奎说 现在周百灵已经逃走 我等到藏书楼去找牧羊阵阵图 也踪迹不见 我们把子子 兄长葬埋了 将家中事情交与家人看守 我弟兄这才来找恩公 大家商议 邓飞雄说 你子杖宿常上哪里去 你二人可知道 吴战奎说 他这一走 不是上赫兰山投奔白天王 就是到金家托去找金氏三杰 他们是结拜的弟兄 再说 那里有一个人 叫简兽彤 与他是结拜的兄弟 此人当初在白梁邦上当船头 众人一听 说 那三个人是做什么的 吴战奎说 他们部署石鹿天王所管 在家里有十五万兵 这三个人每人手下 各带五万人 西海岸那地方 是一片沙缸 可是却出产金沙 宝石 各样皮货 山上果木和海里的鱼虾 都归他掌税 方圆管一千二百里 三面是海 非有船不能进去 那里面地势甚为险固 他要投奔到了那里 还真不宜拿他 马玉龙说 好办 我去见中堂大人 给他走一套文书 跟他要这个人 大众说 也好 咱们就此起身 去见中堂大人 马玉龙便吩咐拔营起身 高志广 张文才二人说 我们乃世外闲散之人 不为名利 就此告辞 马玉龙也不相留 二人走后 这才都对进了嘉宇关 把队伍扎在城外 马玉龙同着 极有德来见 钦差大人 大人就问 你等办理牧阳镇的事 怎么样了 马玉龙就把所办的事 如此如比 一一回禀钦差 大人说 这件事该当怎么办呢 马玉龙说 大人请发一封文书 跟金家驼要这个周百灵 钦差大人 立刻派幕府 师爷办文书 给金氏三姐 那金氏弟兄 大爷叫金景龙 二爷叫金景虎 三爷叫金景豹 大人发去文书 打算叫他们归顺官军 这里 把文书办理好 便派钦官前去投文 大人在公馆 静候佳音 过了二十余日 才见钦官同着一个方官 回来见钦差大人 大人问那钦官去到那里 是怎么一段情节 钦官回禀说 那里在海涛当中 见了金氏弟兄 他等以克里相待 留我住了一天 他们议论好了 打发一个钦官 带着祥叔 匠表来见大人 腾钦差立刻吩咐 请方官上来 大众一看这个方官的打扮 头戴着乌纱帽 身穿大红蟒袍 玉带官靴 年有四十以外 面如官玉 方官走上一看 中堂大人升座的威风不小 左边是金眼雕 五是三雄等 右边是刘云 邓飞雄等 老少英雄四十余位 在两旁一站 真是虎视眈眈 方官上来 给中堂施礼 大人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方官说 官外小臣叫阿里丹 奉我金家陀金锦隆 大将军之命 来见大钦差 现有文书一脚 书信一封 请钦差观看 我家大将军 请大人赴忠臣沙滩会 要把西五路天王 东五路天王约赏 在九席岩前讲和 那牧羊阵亦不必打了 不知钦差尊义若和 钦差如肯前去赴会 骑赏赐一封文书 我家大将军 好百队伍前来迎接 大人吩咐赏赐一拳酒席 叫手下人陪他下去吃酒 大人退坐 叫马玉龙来到自己卧室 马玉龙说 大人唤我 有何鉴语 大人说 你看此事如何办理 既是那里请我 我乃朝廷钦差 如若不去 岂不叫他藐视我 行缘无人 马玉龙说 大人所说甚是有理 但有一件 自古艳无好艳 会无好会 金井龙之辈反复无常 大人此去躺稍有疏失 我等担当不起 大人还是不去的为事 彭大人说 你把众人都换进来 大家共同商议 马玉龙出来 又把众侠义请了进去 大人把这件事向众人说了 众人有说去的好 也有说不去的好 议论纷纷 追风侠万里老刘云说 大人 这件事既是那边约请 大人如说不去 他必说我无有能人 大人此去 可叫副将马大人保护 调总镇徐大人 督领亲兵大队 在嘉域关驻扎 听后大人赴忠臣会的消息 大人随即吩咐马玉龙 要他将自己那五百子弟兵 连礼服长 礼服有的二百兵丁 一共七百人 务须吊起 马玉龙说 大人要去 他约定的日子是十五 今天已是初八 可改为二十日复会 大人说 好 你等陪方官阿里丹去吧 给预备上等的酒席 我明天还要见他 众人次日把番官带上来 大人说 阿里丹 你回去说 本月二十日正午的时候 我必到会 阿里丹说 给钦差行礼 时日期望大人虎驾 及早光临 我家大将军 已把十路天王顺说好了 必将降书将表修起 愿年年来朝 岁岁称臣 大人赏了五十两银子 方官告辞 众人送出了公馆 大人这才专折奏名胜上 本月二十要与番主合约 去赴终臣会 接着将宁夏和省兵丁调旗 在嘉域关驻扎 又将陕甘雇员提督高通海调来 叫他带兵寻哨 躺合约不成 已被开兵打仗 这里都预备好了 叫众侠义都在大营听信 马玉龙按带宝剑 身披麒麟宝铠 保护大人前去 追风侠刘云 独行侠邓飞雄带 七百子弟兵 跟随大人赴西海金家驼 右派闭眼金蝉石柱 追云太保魏国安 神行太保姚广寿 神权太保曾天寿四个人 来回探视报信 跟随在刘云队内 逝日 马玉龙就带孙宝元 铁娃将姚蒙两个人 跟随钦差大人起身 刘云等带兵护送 来到嘉玉关 又有高通海摆出 二十里陆队迎接 中堂大人看了一看 队伍甚齐 叫高通海给报信人 预备四匹快马 这才出了嘉玉关 此去金家驼 共有四战地 得走四天 这日大人正往前走 只见对面号炮冲天 齐帆招展 不知这次复会 吉凶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十章 拆番官约请彭中堂 代侠义复会金家驼 话说彭大人正往前走 忽听对面炮声连天 抬头一看 只见对面惊奇招展 人声呐喊 百出的陆队齐分五色 有蜈蚣翻 造雕翻 北斗七星翻 珍珠八宝转云翻 马队当中才是部队 这些番兵都用红绸子包头 每人一身轻 短打扮 快靴子 一个个长枪大刀 短剑阔斧 都顺利着兵刃 真是骑骑整整 带队的两员大将 一个骑着自毛骆驼 一个骑着白毛牛 他们是大元帅白的海 富元帅黑天雄 带着二十四元偏皮牙将 五万帆兵 前来迎接钦差 到了彭大人跟前 两员皮将下马说 钦差驾到 我等接待来迟 今奉我家驼主之命 所有赴忠臣会的人 都不许带兵马进此白狼山 东五路天王 西五路天王和大钦差 一概如此 大人吩咐 急把队伍扎在此地 追风侠刘云 带着刘天雄 邓飞雄带着吴湛奎弟兄 和七百子弟兵 把队伍扎下 就在这里听候消息 铁娃将摇猛 混海金敖孙宝园 随同副将马玉龙 保护钦差大人 白德海 黑天雄 往两旁一闪 钦差大人来到驼口 一看黑乎乎的一片汪洋 水色发黑 内有一千八百只战船 各插惊奇 这里早预备下一只大虎头舟 战船上面 有大钦差的黄旗 马玉龙穿好麒麟宝凯 怀抱战卢剑 混海金敖孙宝园 驰翔磨楚 铁娃将摇猛抱铁娃 各在大人背后一站 众帆兵一看 甚是威严 不雅天神下降 随着这大战船往西飘荡 约走了二十余里 见山口外战船 一字排开 头前一只虎头舟 上面有一杆珍转云帆 写着金枪白天王 第二只船是邓福伯 第三只船是孟德海 第四只船是万严岭 第五只船是丁三郎 这五路天王在船上行礼 口称迎接钦差 这五路天王身后 有一只陡方船 头前有三只大战船 都在西边排班 带领着四五百只战船 北边的大船上有一杆七星旗 下面之人是此方的一样打扮 当中船上立定一人 身高九尺 面似乌金纸 海下一步刚须 头戴青铜岩狮子盔 身穿青铜连环甲 背后插着四杆护背棋 上插至尾 下边搭用一对狐球 身旁两人 头戴粉铃段杂金 银墨鹅 二龙斗宝的一对蓝绒球 各穿着一件粉铃段的蒸袍 前后新半复衍新甲 面如白玉 粗眉大眼 四字方海口 背后四杆粉铃段户背棋 美人身后八元偏将牙将 都是将筋折袖 卵带扎腰 足穿脖底块靴子 身配太平道 当中的这个正是金井龙 北边是金井虎 南边是金井豹 金井龙首使八卦乾坤掌 金井虎使五行烟火棍 金井豹使自行火龙标 如在两军阵前打仗 一百棍 那五行烟火棍会冒出五色烟 敌人文剑就立刻躺下 他弟兄三个在金家陀飞龙物 自称飞龙一大王 二大王 三大王 且说周百灵前者 闹了个家破人亡 便逃至这里 他在这里有一个败地 叫简兽童 绰号人称 翻江海马 周百灵一见简兽童就说 兄弟 了不得了 我已一无所有 连家都没了 简兽童说 兄长 是怎么一段事 周百灵说 内地无战敖斯通关军营 我把拿住的几个奸细 叫他看守 都被他私自给放了 我以为喝 他弟兄便跟我翻脸 两下动手 我妻子悬梁自荐 我只得逃了出来 我内地已归官军营 他要把我拿去 好破牧羊阵 我既摆了此阵 焉能够反复无常 我进来此 找贤弟给我报仇 简兽童说 我带你见见驼主去 简兽童往里去一说 金景龙听见败兄弟来了 赶紧亲身率众迎接出来 金景龙说 兄长久违 一向可好 弟兄三个双膝跪地行礼 周百灵说 于兄有不白之冤 要请贤弟给我报仇 金景龙说 兄长请放心 小弟现在兵权在手 要报何仇 亦如反掌 周百灵说 三位贤弟念结义之情 给我报仇 我感恩不浅 金景龙说 兄长请礼面坐 你我戏谈 从长计议 周百灵来到率府宫厅 一看有五百家将配刀挂剑 分在两旁视力 周百灵落座 家人摆上茶来 周百灵说 三位贤弟 可曾知道贺兰山与官军营的事 金景龙说 听说现在彭大人要破兄长摆的牧阳阵 小弟我这里虽与官军肃无冤仇 既是兄长受了欺辱 小弟必与兄长报仇 周百灵说 我所恨者就是赃官彭彭 他不去打阵 却派人来搅扰我的家宅 勾串我的内地 闹得我家破人亡 又从头智伟 把家中之事述说了一遍 金师弟兄说 既然如是 我弟兄商量个主意 必给兄长报仇 简收彤说 我有一条妙计 可以给兄长报仇 他接着洋洋得意地说道 此事极容易 陀主可以用请帖将彭大人请来 就说立中臣会 不叫他带兵马 只带跟随的人 在酒席前 可叫周大雄见他 要是说翻了 先把彭中堂拿住做押杖 会和各路人马 再跟官军要家与官 还有宁夏府一带地方 如官军交出地方 可把彭中堂放回 如若不然就把他杀了 一来给周兄长报仇 二来陀主也做一惊天动地之事 从此威震八方 没人敢惹 这个主意 兄长想想可好 金氏弟兄一听 道是一件乐事 简收彤又说 你老人家要愿意 就赶紧下书请人 金景龙说 好 即派人写信 邀请各路天王前来附会 这天接到彭中堂一套文书 来要周百灵 金景龙就此派阿里丹 去请大人来赴忠臣会 是日 东五路天王先到 见着周百灵 便问金氏兄弟 请我等来此赴会 所应何故 金景龙说 就为给我周兄长报仇 白天王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官军也不能善罢甘休 金氏弟兄说 众位天王请放宽心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无论千军万马 有我兄弟迎敌 这五路天王一听 也有意要跟官军打仗 便说 外面摆下天罗帝王 后棚中堂来时 将他拿下 正说着话 有人来报 西五路天王祈祷 金家弟兄立刻率众迎接出来 一瞧西五路天王 各带兵船一百只 和手下战将一起来到 这西五路天王 头一位叫冯金龙 二天王叫霍四虎 三天王叫杨德山 四天王叫马德安 五天王叫沙鸿天 各带四元战将 每人兵船上有一位元帅 金景龙说 今天我约请各位天王 非为别顾 只求助我一臂之力 西五路天王说 好 你我居要唇齿相依 仲天王来到里面 大摆炎炎 静候明天彭中堂来到 此日 有探子来报 彭中堂调陕甘人马 驻扎在嘉域关 现有雇员提督高通海 督带马步军队 听候打仗 保彭中堂来的不到一千人 亲随就是忠义侠马御龙 还有一个姓孙的 一个姓姚的 金景龙吩咐百路队迎接 彭中堂一看那藩军的事派不小 马御龙心中也有些胆战心惊 彭中堂这次赴会 不知吉凶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11章 摄浮显 有意害钦差闯中为舍命救中堂 话说彭大人来到金家陀 金景龙说 中堂大人虎驾光临 我等未曾远迎 多有得罪 大人传之靠岸 一看这个地方 三面是水 一面是山 这里早已被马 钦差大人上了座骑 孙宝元牵马 姚猛后面跟随 马御龙身旁保护 只见仲天王一个个配刀挂剑 再向正北一看 惊奇招展 这座大山就是飞龙岛 岛上有一带房屋 就在那上面摆设了忠臣会 彭中堂这一次来 已把心横着了 即便是死在这里 也算是为国尽忠 达报了皇家的俸禄之恩 马御龙跟随到里面一看 是正北大厅时间 东西各有配方 东边有一张桌子 是给彭中堂预备的 西边是十路天王 金氏弟兄在当中落座 姚猛 孙宝元站在大人背后 马御龙也在一旁伺候 金景龙说 大人 今天我约请大人 非为别顾 只因大人发来文书 要我拜兄周百灵 他本在东路天王摆 万 孟 邓 丁那里配成相印 再说我这兄长 跟官军也无冤无仇 即使说明破了牧羊阵 仲天王就甘拜下风 如今不打牧羊阵 却派人去搅闹八卦山珠家寨 这就是大人不通情理 彭大人说 你等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前者我奉旨前来 寻服此方 既因你等扰闹地面 百姓不能安居 我来合约 白天王百下木羊阵 严定在百日内破了此阵 他们愿年年来朝 岁岁称臣 我派蜀员前来打阵 他就不该拦挡 凭我派人来打 可是他却按时闪电神肖静 截杀官军的兵马 因此 我才派人前去拿周百灵 今天我来 非为别顾 也为周百灵而来 金井龙说 周百灵就在我这里 跟我是八败之交的兄弟 牧羊阵也是他摆的 你等着有能人 把牧羊阵打破 我等情愿服输 如打不了牧羊阵 便把家御官宁下 扶让与我等 金井龙这句话尚未说全 马玉龙说 待 金井龙修得出此狂言大语 你派方官阿里丹 把中堂大人请来 究竟是何用意 你便预备虎学龙谈 我等也赶前来 要论理 是你等大大不是 头一见 白启歌之女白凤英 把我巡抚大人之子 背走二三年 时常还去搅闹 已然被我们拿住 中堂大人有好生之德 不加害于他 凡以克里相待 释放回去 白启歌不知事物 纵使他女儿如此搅闹 你等又私犯牛马 不服税务 还收留奉旨严拿的侵犯 隐匿拒不交出 现在你把周百灵献了出来 黎民免遭涂炭之苦 百姓免受刀兵之灾 你这里无非小小一座海岛 天朝尚不知有你这人 金井龙一闻此言 气往上冲说 你是何等人 胆敢欺我太甚 天朝既不知有我 今天你等就休想出我这飞龙岛 立刻吩咐 快把这几个人绑起来 作为押仗 非把家喻官让了出来 才放他等回去 如若不然 想走势比登天还难 说着话 有十路天王 连金氏三杰手下的百余元将官 都各自亮出兵刃 马玉龙一件事情不好 伸手拉出战炉剑来 就听外面耗炮一响 杀声震惰 借着山音水事 听得很远 马玉龙赶紧背起中堂 吩咐摇蒙白铁娃抵挡群贼 又吩咐孙宝元 白手中降魔宝楚 赶紧扶水出去调兵 说着往外就闯 外面大厅早有简兽童带着二十八元战将 内有萨里金花 金眼大魔 银眼大魔 各百兵刃挡住去路 一声呐喊 说 小杯慢走 信喜孙宝元 有松香马牙 杀死护身 扇笔刀枪 手中的降魔宝楚 真有神出鬼没之能 方把这些战将打得七零八落 闯出了重围 刚到山坡 又有冯金龙手下的元帅萨里吉 把手中磨扇板门刀一顺 带着手下三千短刀飞腿腾排军和八元偏将 葛职兵刃 齐声呐喊 奸细慢走 孙宝元并不答话 扑奔上去 一箱魔杵 打在萨里吉的脊背 贼人拨头就跑 孙宝元闯到海岸 剑战船上筋骨大作 有霍天王手下的震海都督龙世凯 带着战船五百只 能争贯战的水军无数 齐声呐喊 奸细哪里走 孙宝元扑通跳下水去 龙世凯一响诸葛谷 就有五百水兵下水追赶 幸亏孙宝元水性极好 不到一个时辰 已浮水到了东岸 把守东岸的是 杨天王的殿下杨金荣 带领一队战船 君足无数 杨金荣首使三股叉 赵孙宝元就此 那孙宝元不愿动手 回头一看 马玉龙姚猛 钦差大人军尉出来 自己拨头就跑 正往前走 见对面过来了探马 正是飞行太保姚广兽 追云太保卫国安 姚广兽说怎么样 孙宝元说了不得了 藩君定的绝护计 把大人困在里面 连马大人都不知死活 我是闯出重围来的 急速叫进队快来 姚广兽回头便走 不远就见石柱和增天兽来到 二人一听 把大人困在里面 大吃一惊 立刻叫飞行太保姚广兽 去给雇员提督高通海送信 叫他前来 他水路还能行 又叫增天兽 赶紧去给将军和巡抚送信 急调大队兵马来攻打金家托 石柱说 我同位大哥赶紧下水 前往金家托 这时追风侠刘云 刘天雄 独行侠邓飞雄 吴战魁 吴战元 以带兵七百赶到 一见西海岸后炮惊天 刘云说 怎样 石柱说 石鹿返王把钦差大人 马大人困在金家托了 咱们没有战船 如何是好 邓飞雄说 现在就是龙山这二百兵汇水 石柱说 可教我二人带着快去 龙山的这二百兵 听说马玉龙被困 眼都红了 立刻要跟石柱 为国安静奔金家托 去搭救钦差大人和马玉龙 石柱叫孙宝元 领鹿往里边杀去 留着五百名兵丁 再次扫带 吴战魁 吴战元二人说 我们抢船去 邓飞雄说 好 正说着话 见孙宝元 石柱带二百兵下水 由杨金荣带队挡住去路 这二百人一阵竹炮 就把贼兵打死不少 抢过来二百多只战船 刘云带二百兵上船 往里奔去 只见对面号炮惊天 船只荡漾 龙氏凯将兵船一字排开 把手中的橡皮钩连古月刀一顺 大声喊叫 来的人马听真 尽有震海都督龙氏凯在此 邓飞雄把红毛宝刀一顺 站在船头 见着圆帆江子巍巍的脸堂 粗眉大眼 甚是凶恶 后面二十多元偏将 各个红金蝉头 头戴分水于皮帽 一身于皮衣 相貌也凶恶之际 邓飞雄一声喊嚷 说 戴 而就是金颈龙吗 这人说 飞也 我乃获天王手下的震海都督龙氏凯 奉天王之命 在此截杀彭中堂的人马 尔是何人 邓飞雄说 我乃千里独兴侠邓飞雄事也 龙氏凯举手中刀就砍 邓飞雄用红毛刀往上一迎 只听枪浪一响 便将贼人刀头削落 吓得贼人胆战心惊 刚往回一撤身 吴湛奎抖手一标 正打中贼人尖头 邓飞雄带着二百人往上一攻 一阵鸟枪 把贼兵打得七零八落 带伤的不少 死者无数 邓飞雄带兵闯进重围 到了北岸 就见山上火起 书中交代 这条纪是周百灵所出 他要将彭中堂烧死在内 捡草除根 省得萌芽负起 金井龙故此将这所房子用干柴堆上 那时说翻了 孙宝元杀出 马玉龙背起大人 带姚猛往外救闯 简兽童故意放姚猛逃出 就四处把火点起来 贼兵从外面一堵 马玉龙同钦差大人要想逃命 是比登天还难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十二章 白玉仙一剑就狭义 逍遥鬼山寨报军情 话说金井龙放火 吩咐要把彭大人和马玉龙 烧死在里面 马玉龙一剑火起 火鸽子 火龙 火马 火蛇乱串 只听得外面杀声阵地 筋骨喧天 自己无奈 背着大人窜出墙去 见东西南北四面 巨兜有兵 就正北市荒山野岭 马玉龙便背着大人 往北逃走 钦差大人见识到如今 说 马玉龙 你逃你的命吧 我这样年岁 就死在这里 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你赶紧闯出重围 去见巡抚喜大人 调兵前来剿贼 我虽死了 也落得个流芳千古 马玉龙说 大人请放宽心 吉人自有天下 背着大人往北走去 回头一看 建火场东西两边 惊奇招展 金井龙手使八卦乾坤掌 金井胡手拿五行烟火棍 各率爬山的飞腿腾排军 追赶下来 马玉龙顾不得交手 只管往北而逃 这一带进是荒山野岭 东边是植树的山峰 正北是一道建沟 宽有四丈 背着人窜不过去 心中甚为着急 后面追兵已相离不远 只有半里之遥 要是追上 定然是凶多吉少 正在危急之际 只见对面站定一人 约有十八九岁 面如少女 看打扮是藩军的模样 手拿一张弓和几支剑 这人由怀中掏出一根绒绳 拴在剑枝上 见这南岸有两棵树 就一剑带绳射到树上 这人一声喊嚷 说 马大人 你要会草上飞的功夫 可快过来 把绒绳拴在树上 马玉龙一听 这人是北京的口音 此时也顾不上问他 就说 你寄来救我 快把绒绳拴好 那人就把绳子 拴在北岸的松树上 马玉龙这边 也把绒绳拴紧 他练过这功夫 名曰草上飞 说 今天就此一举 若能闯过去 就可以逃命 如果不去 追兵一到就完了 说着背起大人 脚蹬绒绳 提着气 施展草上飞的功夫 刚到当中 金颈龙的追兵就到了 金颈龙吩咐 孩儿们 用刀霸绳割断 将他两人摔倒山剑 摔一个肉泥烂将 重兵刚拉出兵刃 马玉龙已到了北岸 金颈龙一看已然过去 也想由绒绳上过去追赶 马玉龙急忙用宝剑 将绒绳割断 金颈龙这边的兵将 眼看着不得过去 马玉龙说 多猛兄台搭救 就要行礼 这人说 马大人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 跟我到家中一续 这人前头带路 马玉龙背着大人跟随 转过两个山湾 一看在半山腰中的平地上 有一所石头盖的房子 陆北大门口有四五个家人 垂首在两旁市里 马玉龙一看 就知道 必是世外的高人 进了大门 迎面是八字影壁 转过影壁 有东西房个三间 进了二道重门 是北房明三暗五 东西配房个三间 院中有各样奇花 北上房中摆设着古董玩器 优雅沉静 墙上是名人的书画对联 马玉龙进到屋中 把大人放下 就过去给那少年作衣 这位少年说 马大人再次少待 我去换换衣裳 这位刚转身出去 家人说 我家老庄主来了 马玉龙抬头一看 见这人有六十以外的年纪 本地打扮 面皮微黑 浓眉阔木 海下一步花白胡须 由外面进来说 原来是二位大人 给钦差做了一个衣 又向马玉龙报了报权 说 尚未领教尊姓 马玉龙说 我是满洲奇人 原在北京安定门住家 姓马名玉龙 老丈说 有一位中义侠马大人 就是尊驾吗 马玉龙说 岂敢 老丈说 以知贵处 敢问大人 寄遇如何 马玉龙说 自幼巧遇 恩师学艺 后来因路见不平 打伤人命 由刑部 岳雨逃出 多蒙钦差大人栽培 现在已饱受 三品赴驾 老丈说 是了 大人请坐 叫家人倒茶上来 马玉龙说 今天我同钦差大人逃难 误入宝山 尚未领教老丈 尊姓大名 老丈说 在下姓景名 叫万荣 大人赴忠臣会 大概没吃饱吧 我这里备有粗摇 请大人赏脸 马玉龙说 景老丈 贵处原是哪里 景万春说 我本是中原之人 因是逃难流落在此 是才救了大人的那人 他也不是外人 我跟马大人商量一件事 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马玉龙说 老丈要有用我之处 万死不辞 景万春说 我并非求大人鼎立 我只问一件事 不知大人 可曾定下亲事 马玉龙说 我实不敢隐瞒 我原配是 父母主婚的官室 次妻是 闹海交于画龙之女金凤 那官室在避难之时 有一个甘子妹刘玉萍 是我岳父刘云许 佩及我 现今我已有三房妻子 景万春说 实不相瞒 方才那位少年 乃是我的生女 名叫白玉仙 这是大人不便推脱 理应报答大人之恩 前番大人 解返盼进京时 在东丹牌楼三条胡同 曾救过他的命 我是他娘舅 又年间到处访问高人 平生专好基建 我到京都住着 传授了我生女一生功夫 因他父母双亡 这才带到我家来 日夜传他武艺 平常外人并不知他是女子 只知道是我的义子 老汉受过一人传授 善知挂摇 今天一摆挂盘 就知道是中堂有难 故此我叫生女前去 将大人迎接到这里来 马玉龙说 老丈 这里可有路通往外边 我同大人不能再次久待 恐怕金井龙等知道 必然带兵前来 那时就难逃走 景万春说 我想此时各处咽喉要路 金井龙必定派兵把守 也难以逃走 大人莫如站在我这里 隐蔽两天 马玉龙说 大人要不回去 只恐诸位 湛江必跟贼人一死相天 总是中堂回去为事 景万春说 大人要闯不过去 反倒不便 中堂大人可先用饭 我把生女给了马大人 做侍妾也可 做测试也可 大人应远了这件事 我老汉院前去调兵 现有两个徒弟 我已派他等出去探访 回来便知分享 正说着话 只见从天井外进来了两个人 马玉龙一看 这两人身高都不过无耻 一个面如紫玉 约二十五六岁 后面那人面皮微黄 细眉大眼 俊品人物 景万春一见两个徒弟进来 用手指 说 你两个过来见见 这是钦差彭中堂 这是忠义侠马大人 两个人过来磕头 景万春一指这个紫黑脸的说 这是我大徒弟陆英 人称逍遥鬼 那边是我二徒弟 教子在仙鹿节 他两个是亲弟兄 跟我学了一身武艺 绞成甚快 你两个去外面探访事件 怎么样了 陆英说 我二人奉你老人家之命 出了大荒山 过了鹅头峰 只见齐帆招战 官军营的兵正登翻兵交战 官兵慎勇 带队的是雇员提督高原 开路先锋是 宾铁塔长济组 正跟沙洪天和马德安的 两路人马打仗 水路是霍四虎和杨德山的 两路人马 跟碧眼金蝉石柱 追云太保卫国安 铁娃江姚猛 混海街敖孙宝元等人 杀得难解难分 现在金井龙 金井虎正往这边 来寻找大人的下落 还怕他来此围困咱们这座山 是否你老人家要早做准备 景万春一听 心中一动 说 马大人 我料想 金氏弟兄必要来此巡查 他要来就不善 马玉龙说 即凡二位壮土一行 再去探探 但贼人来时 我虽能战 只是双拳难敌四守 这便如何是好 景万春说 马大人要允了这件亲事 我自有弊兵之法 大人但请放心 马玉龙说 现在两下交兵 吉凶难定 如能逃出龙潭虎穴 必来迎请小姐过门 既蒙你老人家厚爱 我先谢过 正说之间 外面厚炮惊天 兵马一把四面没住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十三章路市 昆仲死战场 终以侠客闯贼队 话说马玉龙同钦差大人 正在九阳山井万春家中避难 呼听陆英进来 禀报 现有金井龙 金井虎 金井豹弟兄三人 带兵将山路守住 要搜查中堂和马大人的下落 如有人将中堂和马大人献出 赏黄金一万两 官风千户后 马玉龙一听 说 井老丈 赶紧派令图 给我去调兵要井 书中交代 金井龙 金井虎 金井豹兄弟 三个带兵放起火来 见马玉龙背着中堂逃出火场 随后就追 马玉龙越过建沟 金井龙一瞧就治不好 急之回去一问 是铁娃的那人可曾拿住 简兽童说 已然闯出重围 跳下水去 被官军营接应的水兵就走了 金井龙赶紧吩咐乘坐浪里 钻的小船 奔后山东北海岸 此时就是白起歌 孟德海 万言灵 这三路天王没有动手 船令带着自己的兵船 回归赫兰山讯的扎营 并不帮助金家驼开兵打仗 静自去了 这西海岸就只留下西五路天王的人马 金师弟兄带着兵船 静奔东北海岸 船令各村庄的住户 不准放官军营的人逃走 各路居有兵堵住 搜来搜去 来到九阳山就把山围了 马玉龙此时一想 要被搜了出去 反倒不好 这才说到 井老丈 你老人家真要助一臂之力 把中堂交给你 你我到外面会会金师弟兄 看他有多大能为 井万春说 依我之见 他不到我宅中来搜 大人就不便出去 他如来搜时 将大门关好 等待救兵 大人虽有能为 无奈一人难敌四守 就是他伸过脑袋来叫大人杀 大人也杀累了 马玉龙一听此话 甚为有理 逍遥鬼陆英说 既然如是 我就去调兵 陆英手使扇凤黄轮 有一口扑风刀 自己拿着兵刃 闯上山坡 正遇见金锦龙手下的萨里亚挡住去路 一百手中描金帆 说 小辈哪里走 逍遥鬼陆英说 我要出山 萨里亚说 现金奉庄主之命 怕隐藏的棚中堂传书记检 不准放人出入 你要出去 先搜搜搜你身上 陆英说 小辈有多大能为 你我比并三合 你赢了我 凭你搜查 那凡江一听 气往上冲 斗舞赤 苗金帆 照逍遥鬼陆英 分心就刺 陆英往旁边一闪 左手用凤凰轮锁住苗金帆 往前一进步 右手用刀就炸 萨里亚撤不回兵刃 想撒手扔了兵刃逃命 哪里能够 陆英跟进一刀 便将贼人杀死 翻兵一乱 大家往上围来 陆英一百刀轮 闪斩腾挪 施斩平生所学的能为 正在杀得高兴 就听那边一声喊嚷 耳等闪开 来者正式金警报 收拾巨翅飞连大刀 远远望见 有一小英雄锐不可当 骁勇异常 他便摆刀过来 吩咐翻兵闪开 待 小贝 你是翻军打扮 为何反向外人 跟我等动手 所应何故 陆英通了明信 金警报一百刀 二人动手 走了三五个照面 金警报往旁边一闪 手中拖着一支镖 抖手一溜火光 正打在陆英的滑盖穴 扑斥一下 鲜血直冒 翻身栽倒 翻兵一阵乱刀 竟将陆英杀死 群贼呐喊着扑上山坡 齐声喊说 搜拿 这时 马玉龙早已得信 知陆英已被翻将杀死 老英雄 景万春一听 气得颜色更改 说 好一个金警龙 竟把我徒儿杀死 我这老命不要 也得跟他等决意死战 景万春进到屋中 就把刀摘了下来 马玉龙说 老英雄暂且息怒 话由未了 童子来报 贼兵把宅院围了 已知中堂就在这里隐藏 少时又有人来报 鲁杰探贼 被金警龙杀死 在乱军之中 贼兵队里正挑着人头呐喊 马玉龙说 老英雄 你看着中堂大人 带我出去 与贼人决意死战 说着来到外面 一瞧贼人慎重 把宝剑一顺 只见蜈蚣翻下 正是金警报 手拿巨翅飞连大砍刀 耀武扬威地说 马玉龙 你今天既来到我们这里 休想逃走 马玉龙说 你把中堂大人匡来 打算以多为胜 你家大人焉能怕你 说着两人就交起手来 马玉龙剑法纯熟 三五个照面 便把贼人的大砍刀削为两段 贼人往旁边一闪身 一伸手掏出自行火龙镖 手中一拖 照马玉龙喉嗓打去 马玉龙刚闪身躲开 第二支镖又接着打来 稍一失神 正打在前胸 幸有麒麟宝凯 又有一粒混元气的功夫 那镖巴搭一响 坠落在地 马玉龙大吃一惊 翻兵往上一围 一看有如冰山江海一般 马玉龙想 我就有霸王之勇 也难以杀出重围 正在危急之际 只累得灰身是汗 遍体生金 突然见东南来了一队翻兵 打着杀红天的旗号 为首四元大将 在八卦转云翻之下 骑着四匹黑马 都是红仇子包头 外照暗匹马卦 收拾春秋刀一口 这是杀红天的四位殿下 名叫杀四龙 杀四虎 杀四镖 杀四宝 后面有大元帅 宁非扬都队乱杀 只杀的金家驼的兵将 七零八落 接着又有一员大将 带着官兵杀了进来 马玉龙一看 不禁喜出望外 书中交代 原来孙宝元杀出重围 正欲探视的飞行太保 姚广寿神拳太保 曾天寿 二人听说中堂被困 集弃了马匹 施展平生所席的陆地 飞腾之法 前去调兵 二人正往前跑 便遇到雇元提督高通海 带兵寻尚 高通海本来精明强干 造化高 知道今天中堂赴会 言无好言 会无好会 就带着五千兵丁 以寻哨为名 离开了嘉宇关 他手下有副将宾 铁塔长青等 二十余元战将 正都队前进 前面曾天寿 姚广寿拦住队伍 说 回禀大人 大事不好 现在中堂被困在飞龙岛 由孙宝元闯出重围调兵 请大人急速都队杀贼 高通海吩咐曾天寿等二人 速去给寻府送信 调大队接应 自己连忙挥兵前进 前部先锋长青 手中使魂铁点钢枪 正往前进 只见对面有翻兵过来 打着杀红天的旗号 便列队等候 翻兵的先锋 是杀死龙弟兄四个 大元帅是宁飞扬 后面蜈蚣翻下 就是杀红天 暗有眼心甲 足灯牛皮靴子 骑一匹骆驼大的黄标马 手使长柄紫金铜 面如紫玉 两道长寿眉 一双金铜 海下一步 红胡须 冰铁塔 长青一剑 催马 闯出队伍 杀死龙刚要摆刀迎敌 就听杀天王说 且慢 对面来者可是长青 长青抬头一看 连忙滚安下马 趴下叩头 这天王姓杀 原本是宁夏府的人士 他子子便是长青的母亲 他因为杀伤人命 逃至此处 这地方出金矿金沙 他就带着一些人挖矿 后来反了 便自立为王 占了三千里地面 威名远阵 长青是在十五六岁时 与他分手的 今天剑打着副将长的旗号 沙天王赶紧就问长青来此何干 长青说 我金奉命保护中堂附会 舅舅你老人家 为何帮着金氏弟兄 做此逆礼之事了 沙洪天说 长青你起来 原是金锦龙请我附会 祝他一臂之力 我带着水汉兵一万名 这是你的四个表弟 长青 依你之剑 该怎样呢 长青说 医生难之剑 母就不要帮助他们 何不归顺朝廷 才是正道 沙洪天说 既然如此 我调手下的大将和兵船 先去接应 这时有探子来报说 中堂陷在九阳山 被金氏弟兄所困 沙洪天说 既然如是兵发九阳山 前去搭救钦差大人 沙四龙 沙四虎 沙四镖 沙四豹 过来给表兄行礼 长青说 四位兄弟起来 你我先去搭救 中堂要紧 立刻都队 杀奔 九阳山而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十四章 沙天王生就 相认彭亲 拆帅中战贼 话说 长青与舅舅相认 表兄弟彼此行礼已毙 便带着二千官兵 来到九阳山前 胡听金谷大作 有探子报道 马玉龙被重重围住 宁飞扬传令 兜着后队 见识金家驼的兵就杀 金师弟兄见识翻兵 不加防范 焉想到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这一杀 便把金颈龙杀得七零八落 马玉龙一看来的翻兵杀翻兵 甚为诧异 便听沙四龙一声呐喊 说 马大人 我等前来接应你 金颈龙正在都队 有探子报道 现有西五路天王 杀红天的兵 帮着官军 杀死我兵无数 金颈龙一听 气往上冲 吩咐把队伍裂开 叫杀四龙讲话 这时候 马玉龙 见就兵到了 心中甚喜 立刻撤身上山 来到景万春家 只见老英雄手支兵刃 站在门口 眼都红了 就怕贼兵上来 白玉先手提单刀弹弓 也在院中站定 见马玉龙来到 老英雄说 马大人 怎么样了 马玉龙说 救兵已到 可惜老英雄两个徒儿 死在乱军之中 我只要把中堂救回 必请老人家到宁夏府 去纳福 景万春说 我夫妇今后也不能再此住了 那金景龙岂肯甘休 后把贼兵杀退 我收拾收拾 及跟大人一同到宁夏府去 马玉龙说 好 你老人家赶紧收拾 我先被中堂大人回去 少时便派人来接你老人家 景万春说 好 马玉龙这才来到里边 说 大人 跟我走吧 中堂大人站起身来 马玉龙说 我来背着你老人家 外面接应的兵到了 彭大人说 外面什么人带兵前来 马玉龙说 梁州副将长青带兵前来 五路天王杀红天 弃暗投明 长青与他合兵 把金景龙杀得七零八落 彭中堂一听说 好 既然如是 咱们走 马玉龙说 我背着你老人家 钦差大人说 外面贼兵甚重 你背了我 能闯得出去 马玉龙说 大人请放宽信 说着就把钦差背了起来 景万春说 我等断后 马玉龙说 甚好 你老人家把这处家业舍了吧 说着话 马玉龙背起钦差大人 出了门首一看 那九阳山下真是冰山江海一般 金景虎手拿五行烟火棍 裂开队伍 指名叫沙红天出战 此时 沙天王手下的一员大将 白手中三股烈焰拖天叉 闯出了本阵 此人身高八尺 头上包裹青筹 一身轻 原来是沙天王手下的大将莫其龙 跳过去照定金景虎分心九次 金景虎用五行烟火棍往外一摆 他使的这棍是五节 分青黄赤白黑五色 有铁环子连在一处 一摆棍 就由窟窿里冒出青黄赤白黑五色烟来 莫其龙闻到这股烟 顿绝头炫眼花 普通翻身栽倒 被贼人一棍打得脑僵蹦裂 沙天王背后 副将莫其虎一看哥哥死了 气往上冲 白手中浑铁棍窜了出来 大骂道 贼人胆敢伤我兄长 带我拿你 百棍搂头就打 金景虎用五行烟火棍往上一迎 又冒出五色烟来 莫其虎一闻栽倒 也被金景虎一棍打死 沙天王一瞧不好 剑马玉龙背着中堂也来了 便一摆令旗 大队旗上不与他担战 只给他以多为胜 终于往外闯出了重围 连景家妇女也闯出了西海岸 长青保护着中堂大人 暂且扎营不表 这时宁夏府的庆将军和巡抚喜大人 已经带兵赶到 接着宁夏府总镇粉面金刚徐胜带兵来到 邓飞雄的水兵也来了 大家齐来给钦差大人道经 沙洪天丹把自己的兵将扎在北边 马玉龙吩咐令给景家妇女扎下一座帐 高通海带队收兵回来 中堂大人立刻升作中军帐 仲差官老少英雄 军在两旁势力 钦差大人说 本阁今日真是死里逃生 现在是哪路天王开兵与你等打仗 高通海说 回禀大人 白启歌 孟德海 万言零三路天王没有打仗 东五路天王就是邓福伯 丁三郎亮队开兵 西五路天王冯金龙也没有亮队 沙天王帮着我们保护中堂大人 那些人都是受了周百灵的蛊惑 正说着话 胡廷号炮连天 外面有探子来报 现在金家驼同各路藩军汇兵一处 在西海岸扎营 等候官军开仗 中堂一听点点头 说 你等先用战犯 歇息歇息 吩咐马玉龙派拆官 先将景家妇女送至宁夏府 到公馆安置 马玉龙立刻派人办理此事 回头又同众人相伤 明天怎么破金颈虎的五行烟火棍 次日天光一亮 听外面号跑惊天 迎门官禀报 金家驼贼兵讨战 中堂吩咐亮队 手下人挤给中堂背马 钦差拿着令旗 由庆江军 高提督 徐总镇 马副将 常副将 刘副将 分列中堂左右 众老少英雄军在两旁 响了三声调队炮 左右个五千马队 当中是两万部队 队伍亮开 向对面一看 当中金氏三节 带着一万部队 左边是霍四虎 杨德山 马德安 三位天王 带领手下的藩将 右边是邓福伯 丁三郎两路人马 金氏弟兄 各个顶盔冠甲 身背后有一个老道 正是周百灵 头戴九粮道官 身穿蓝布道袍 清户领乡衬 白袜云鞋 骑得一匹黑牛 中堂大人一催马 传令叫金锦龙 前来答话 重战将就在 中堂马后保护着 金锦龙催马出来 有他两个兄弟 在后保护 中堂道 金锦龙 你下请帖 请本部院附会合约 却暗设诡计 打算陷害于我 但也未能将本部院害了 你本是一个无名小辈 我是慈心之人 不做灭绝之事 今天你如将周百灵 绑了送出来 本阁退兵 免伤生灵 如若不然 定将尔等完全剿灭 那是毁之晚矣 金锦龙说 好 我摆一座阵势 你如能打破了 我情愿 甘拜下风 把周百灵献出来 你如胜不了我 休想叫我归降于你 中堂一闻此言 波马回归本队 这时一声呐喊 贼人休走 带我拿你 中堂一看 乃是飞插太保 赵文生跑出本队 一百三股烈焰拖天插 赵金锦龙分心就赐 金锦龙方要还手 旁边金锦虎一百五行烟火棍说 小辈休要逞强 往下一打 油棍里就放出那五色烟来 赵文生闻见一鼓一香 翻身栽倒 金锦虎举棍就打 不知赵文生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15章金锦虎连桌四将 闭眼蝉叶探翻影 话说赵文生栽倒战场 金锦虎刚举棍要打 金锦龙吩咐先绑了 翻兵用勾杆子搭过去 绳负二臂绑进贼队 飞刀太保小梦长断文龙 一见哥哥被贼人拿去 眼就红了 白手中斩虎刀 跳在两军阵前 一声喊嚷 好贼人 胆敢伤我兄长 待我拿你 金锦虎一看此人 赤红脸 身躯高大魁梅 就说 小贝通上名来 段文龙通了名姓 举刀就砍 金锦虎往旁边一闪 段文龙抖手一刀 金锦虎又闪身躲开 一颗五行烟火棍 出来青黄赤白黑五股烟 段文龙闻见一股一香 翻身栽倒 又被重番兵 用挠钩搭了过去捆上 花枪太保刘德勇 花刀太保刘德猛 乃是兄弟 百兵刃一骑上来 刘德勇说 兄弟 你我两个人出去拿他 你找他上三路 我找他下三路 叫他首尾不能相顾 不怕千军万马 就怕二将巧商量 这两个人出去 一个用刀搂头就砍 一个照定贼人厚心辩刺 金锦虎一看 两个人一起前来 贼人往旁边一闪 一百五行烟火棍 变了个把草熏蛇事 两个人闻见烟火 翻身栽倒 又被贼人绑上 藤中堂一瞧 这个事情不好 赶紧吩咐明金撤队 大众撤了队 马玉龙心想 这贼人的五行烟火棍 甚是厉害 其中必有什么邪药 大人声作中军杖 问众人道 这五行烟火棍 是什么缘故 大众都说没有见过 中堂吩咐众人下去 小玉合营诸将 及营少队官人等 如有人能破他 这五行烟火棍 本阁必要保举他做官 再领黄金三千两 书中交代 此时闭眼金蝉石柱 心中难受 自己想 两个内兄 连赵文生 段文龙 都被人擒去了 想我遭官司时 两个内兄 颇多照料 今天他二人被擒 我焉能袖手旁观 我姓时的这条命不要了 也要到贼营探听虚实 如能得便 将我内兄 等救了出来 如不能救 我就是死在藩营 也对得起天地鬼神 想罢 暗暗出了大营 顺着大路走向前去 离藩营不远 只见灯笼火把齐鸣 来往寻耕之人无数 石柱绕到北边一看 那藩营巨是牛皮帐篷 石爷向各处一探听 但见也有睡着的 也有没睡的 每个帐篷是十人 正在纷纷议论打仗的事 却没有人提说 拿住那几个人的话 石柱找来找去 找到一座帐篷 见里面之人正是金警报 已喝得醉熏熏的 刚把残袭撤去 有七八个人伺候着 金警报问道 孩儿们外面什么时光 手下人说 天有二谷 要查营可该去了 金警报说 哎呀 我已醉了 你等替我去吧 手下人说 回头大王爷要问下来 拿和言答对 大王派你查营 你为物军令 我等不敢替你 你自己去吧 金警报一听 把桌子一派气得哇呀呀的直叫 说 混蛋 我哥哥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等快与我滚出去 众手下人都知道 他一饭酒脾气 就要杀人都跑了出来 石柱藏在帐篷后面 见金警报趴在桌上睡着了 心想 他既然睡着 我何不进去将他捆上 扛回大营 这里不好找我内兄 也不知他们现在哪里 想吧 轻轻跳到前面 进了帐篷 先找一根绳子 把金警报的腿松松地系上 然后将他的佩刀摘下 把二臂一捆 贼人哇呀一声 石柱赶紧用手掩住他的嘴 他两眼瞪着 就是嚷不出来 石柱扛了起来 不敢在大道行走 紧绕着帐篷后面走 贼人虽堵着嘴 却听得见鼻子直哼哼 帐篷有人听见 带出来一瞧 石柱也走远了 石柱扛着金警报正往前走 就见西南上火光大作 人声大喊 冷不得了 梁台试了火 快起来啊 石柱一想 奇怪 这又是什么人放的火 他扛着金警报出了翻营 正往前走 只见前头一条黑影 临近一看 却是小伙祖赵友义问道 是石大哥吗 石柱说 赵贤弟 你上哪里去 赵友义说 我想赵文生二位 是我把他们请出来的 今天他弟兄被祸遭勤 我要不管 居心何人 我一位讨军令 暗中先去探听消息 如他兄弟没了命 我也不活了 我到翻营一探 金警龙正在喝酒 手下爪牙甚多 我未能下手 到各处一探 见咱们的四个人还没死 现压在后帐 有四元藩江河五十名藩兵 点上灯笼火把守着 看得甚紧 我听金警龙说是要杀的 金警虎说 这都是无名小辈 何必杀他 要把他们的人再多拿一些 彭大人必得甘拜下风 叫他把骆驼岭地方让了出来 因此才没杀 先派人看守着 我也想 我若下去也救不了他们 便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 把梁台点着了 不料他们更鬼 金警虎吩咐不准乱动 说必是有关军营的能人前来 使得调虎离山之计 他一面派人去救火 一面严加防范 各处去搜 我怕被他们撞见 这才回来 石柱说 咱们赶紧回去 明天在两军阵前 拿金警报跟他走马换将 倒是极好的主意 两个人 这才绕着由旧路 回到自己的帐篷 石柱将金警报往地下一扔 派手下人看守着 自己歇了一些 天已大量 此时 彭中堂升作中军帐 庆将军 西大人 高大人等级一杆老少英雄 都进掌参见 在两旁伺候 中堂说 昨天我手下的四个差官被贼擒去 你等谁能破那贼人的 五行烟火棍 话由未了 石柱上来说 卑职在中堂大人台前请罪 只因昨夜 卑职 无令私自出营 潜入贼营 将为首之贼金警报 侵来 现在我帐篷捆着 请中堂大人 示下 彭中堂吩咐 把他给我带上来 我要讯问 讯问他 石柱立刻下去 叫人 把金警报 抬到中军帐 将他口内的东西 掏了出来 那贼人呕吐了半天 才唤过这口气 抬头一看 剑上面做的是 彭中堂 大人说 你们金氏兄弟三人 不该反复无常 言而无信 既请本不愿附会 却按设刀兵 不想我命属于天 非你等所能暗算 金警报说 这件事并非我等的主意 乃周百灵之主谋 他跟我哥哥是八败之交 皆因官军营的人 上八卦山 闹得他家破人亡 我兄长才要给他报仇 今天我既被你们拿来 要杀要寡 任凭你等 如不杀我 我便回去 劝我哥哥罢兵息战 把拿住官军营的 这几个人也给放了回来 中堂说 你说的道也有理 无奈交兵之计 就凭你这话 也难以平信 留且戴下去吧 大人立刻写了一封书信 派冯元智到藩营投信 如将四个人送回来 即将金警报放回 躺不愿意交换 便立刻开仗 冯元智立时拿着书信 带着弓箭出了大营 离藩营窃进 一声叫喊 对面藩营听真 现有中堂大人的书信 你等拿去 说吧 一箭将书信射到藩营 藩兵捡了起来 即拿去回禀金警龙 金警龙展开书信一看 上面写的是 自请飞龙岛主得知 你我骄兵 原为周百灵蛊惑是非 预报一己丝绸 昨日战将赵文生 段文龙 刘德勇 刘德蒙四人 被擒在帐下 料为丧生 我这里现已拿获金警报 意味俱杀 刀主坚信 即量队将我四将放海 我亦将金警报送出 重整假兵 再定胜负 专往回音 金警龙因昨夜两台被烧 在查三地金警报不见 料想必被官军营 能人捉去 心中正在气愤 要跟官军决一胜负 这事见了书信 手足之情难以 便把周百灵请来说 你来看 昨天夜里有官军营能人 将我两台烧了 又把我三地拿去 今天来了书信 要走马换将 一个换四个 甚是便宜于他 兄台你想该当如何 周百灵眼珠一转 说我有一计能将三地匡回 这四个人还不能叫他逃生 金警龙一听 说兄长有何妙计 请说 周百灵不慌不忙 如此如彼一说 不知究竟是何妙计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十六章 通战书走马换将 百镇是狱困英雄 话说周百灵说 贤弟既是他来信 要求走马换将 兄长可列队 把这四个人带到阵前 反把二臂 等他把三地放回 便用自行火龙标 一标一个 将他四人打死 这有何难 金警龙一听 深以为有理 急吩咐亮队 叫兰奇给彭中堂送信 就说走马换将 回头再跟彭大人斗阵 金警龙把队伍裂开 将这四个人绑好了 叫金警虎压着 不多时 就听官军影响了三声号炮 雇员提督高通海 宁夏总镇徐胜 副将马玉龙 各代手下校尉 骑队裂开 一看翻兵骑翻招展 左边五千马队 右边五千马队 当中一万部队 正中三骑马上 北边是老道周百灵 骑着白马 当中是金警龙 南边是金警虎 中堂看了一看 旁边有高通海 吩咐把金警豹绑了上来 手下人答应 即把金警豹带了上来 此时 贼队也把赵文生 等四个人绑了上来 高通海乃久经大敌之人 马玉龙又极其精明强干 都想到了 贼人既然答应 唯恐其中有诈 马玉龙说 我送金警豹出去 立即跳下马来 带着宝剑来至对外 说 对面翻军人等听真 快把我们的人放了出来 这时 金警龙已把自行火龙 飙掏了出来 按在手中擒着 他不敢早打 怕把他兄弟伤着 马玉龙瞧着这边的四个人 绳腹二臂正往外走 两边的人都对着往前走去 刚到两军阵前 金警豹就往贼队里跑 金警龙急捏自行火龙标 一溜火光 直奔赵文生等四人 马玉龙看得真切 急喊说 你四人快往旁闪 四个人急往两旁一闪 金警龙一连发出三只 幸亏都未打着 马玉龙用宝剑 将四个人的绳扣挑开 回归本队 这时 金警龙把令旗一摆 不成一个阵势 这就是周百灵初的主意 马玉龙一看 是一字长蛇阵 不以为奇 金警龙说 这阵虽不足为奇 你敢带兵来打吗 马玉龙说 这又何难 要打就打 马玉龙回归本营 打算带着二百子弟兵 出去打阵 高通海说 马大人千万不可 那周百灵必有诡计 马玉龙说 我已然应允打阵 焉有不去之力 无论他变化些什么 我都认识 高通海说 我来给你了敌关阵 邓飞雄说 我看贼人这座阵势 约有五千人中 马贤弟 你二百人太少 你把我这七百人也带了去 马玉龙说 也好 马前两个童儿 是小神童圣关宝 小玉虎李方 带队的是混海金鳌 孙宝园 铁娃江摇猛 马玉龙骑着火龙鞠 手拿辆金盘龙脊 瞧见贼人的阵头在北边 阵尾在南边 一催坐下马 便闯进阵头 把守阵头的 乃是金井龙手下的大将 白水嘟嘟马熊 手势昏铁枪 照定马玉龙分心就此 马玉龙用盘龙脊相迎 阵主金井虎站在高坡 把令旗一晃 就听里面筋骨大作 以便做了兔手三枯阵 马玉龙在马上一瞧 就知道阵势已变 要按一次长蛇阵去破 就得困在阵里 马玉龙精明强干 把马一带 往南就杀 南边人越来越多 往北杀去 北边人也越来越多 再找白水嘟嘟马熊 早已踪迹不见 马玉龙辨别方向 往东南方闯去 头前有两员肖将 挡住去路 都是身高八尺 一个史青铜朔 一个史巨翅狼牙棒 粘在三巡以外 名叫何成 何勇 乃是金家驼管 一百只船的大头目 在阵内隔守殉地 马玉龙催马过来 二人各摆兵刃 挡住去路 马玉龙刚要动手 旁边有姚猛扑奔合成 孙宝元扑奔合勇 二人并不答话 走了三五个照面 姚猛一铁娃 便把合成打死 何勇建兄长一死 心中一慌 也被孙宝元 一杆打得脑僵蹦裂 兵对兵 将对将 只杀得天昏地暗 此时天色渐晚 阵势已破 各自霸兵西战 回归本镇 金景龙回到牛皮帐 与周百灵方才坐下 即有翻兵禀报 冯金龙 霍四虎 杨德山 马德安息 四路天王 拒个带兵 镜子去了 金景龙 一听去了帮手 心中大大不快 东五路天王 摆起歌等 早已走了 此时就剩下 邓福伯 丁三郎 两路兵马 还在扎营 意味出来打战 金景龙问周百灵道 你看个路天王 齐心不一 拒接回去了 如今就剩我们自己 燕能敌的官军 周百灵说 不要紧 我告诉你一条妙计 得胜便罢 如不能得胜 可以退守飞龙岛 他纵然有千军万马 也不能飞进岛去 咱们在里面多设险带 不久他自然退兵 那时我兵兜着他的后队一杀 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 随后即可抢夺家御官 就是不能抢官 也叫他闻名丧胆 兄弟 你可以放心 具有我给你调遣 事到如今 金景龙也无别法 当晚又合谋定计 商议军情 派人护手两台 巡查前后营盘 这且不提 单说马玉龙掌得圣骨回营 赵文生等四人来见中堂情罪 大人说 圣败乃兵家之常事 你等下去歇息 赵文生等四个人下来 大家起给他们道了寿京 马玉龙又上前参见钦差大人 把今天打仗的情友 草草回名了大人 钦差说 玉龙 你同高通海 徐胜去商量办理 大事都靠你三个人调度 如能将事情办妥 也算你等齐功一件 马玉龙答应 转身下来 把众人聚齐 说 功高莫过旧驾 嫉妒莫过绝粮 昨夜已有千总赵老爷 去到贼营烧了两台 今天有谁敢去刺杀金颈龙 如能将贼人刺死 也算齐功一件 众人听了 一个个默默无言 心中暗响 探君如得意 不宜再往 昨天得手 今天翻兵焉能不防 众人据委答言 马玉龙说 众位既不敢去 带我亲身前往 你们下去歇息 马玉龙去一瞬间 千里独行侠邓飞雄 追风侠刘云二人 也要同他一起前去 晚上马玉龙带战炉宝剑 邓飞雄带红毛宝刀 刘云带家传的巨缺剑 三个人出了大营 天有二谷 来到翻营 远远一看 有人把手 灯火齐鸣 门下洒了毒几礼 半马锁 要由前营门 是进不去的 三个人又绕着 来到北边的牛皮帐篷 一听也有睡了的 也有没睡的 他们施展陆地 飞腾之法 并无脚步之声 来到了中军大帐 只见里面灯烛辉煌 周柏玲 同金氏弟兄三个 正在喝酒 马玉龙把后窗户是破 往里一看 剑摆着上等阳酒 就听周柏玲说 三位贤弟都是受我连累 只要言听计从 我定将官军杀个片甲不回 马玉龙心中一想 如这三个贼人喝醉了 将他们拿住 金家驼大事可定 三位正在偷听 后面有人派了马玉龙一下 有一件差事惊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十七章 三峡同探翻迎寨 进兵暗取飞龙岛 话说马玉龙正在中军 仗窃听 忽然在后面有人拍了一下 回头一看 乃是景万春 马玉龙不敢说话 一同来到无人之处 说 你老人家从哪里来 景万春说 我从宁夏府来 已把我女儿安置在公馆 对过的万德殿 有亲随人等伺候 我便连夜赶了出来 来到这里 天已不早了 我看见你们三位出来 便一直跟随在后 我想 那金颈龙是无谋之匹夫 顾前不顾后 大人此时回去钓一只兵船 敬奔金家驼 直到他的巢穴 叫他前进无门 后退无路 贼人的粮草军装都在那里 并无重兵把守 巢穴一破 军无战心 他们将不战自乱 马玉龙说 这个主意甚好 但今天寄到这里 且听他等议论些什么军情大事 说吧 他们又回到中军战后 且听 那周百灵说 众位贤弟 我那天秀战一刻 藤中堂将有难临身 这座牧阳镇 就能要他的命了 明天跟他等决一死战 误论胜败 需赶紧退守飞龙岛 我想飞龙岛内空虚 倘若官军中的能人 有水路断了你我的归路 那可了不得了 金锦龙说 明天跟他等决战 如能胜他更好 如不能胜 赶紧派我三弟回去 把守飞龙岛 起料这一番话 又被马玉龙等窃听明白 马玉龙轻轻用手一拍 邓飞雄 刘云和景老英雄 就同他撤身回归大营 立刻请提督高通海 派长青等带水失营的兵丁 坐沙天王的兵船 去抢飞龙岛 如能得了飞龙岛 不可伤人 只派重兵丁把守岛口 不准放金锦龙回去 高通海 沙天王 长青三个人点头下去 安安齐队 掩齐西谷 各起本部人马 那沙洪天为前队 长青二路接应 高通海总督大队兵船 躲开金锦龙的水失营 绕道境奔飞龙岛来 这且不表 单说次日五谷天明 官军营中 冥响了三声骑队炮 由探子来报 官军营骑队 金锦龙吩咐赶紧 知会他的两个兄弟 说胜败就在今天这一阵了 翻兵队伍裂开 左边五千马队 右边五千马队 十八元偏将 齐跨坐起 马玉龙这边 是徐总镇压队 马玉龙说 今天我要生擒他三个人 这句话尚未说完 旁边有神权太保 岑天寿说 大人请熄雷霆之怒 这件功劳就让给卑职吧 马玉龙说 需要小心 岑天寿本来十八班 兵刃都拿得起来 又会无足点学权 今天他要在人前夺尊 将手中刀一顺 来在两军阵前 照金锦虎搂头就砍 金锦虎往旁边一闪 说来者你是何人 通上姓名 休要这样粗鲁 曾天寿说 小辈 你家老爷姓曾双明天寿 绰号人称神权太保 跟随彭大人手下当差 金锦虎说 小辈别走 百五行烟火棍 搂头就打 曾天寿本来打算 施展五祖点学权 赢他 烟响贼人一百棍 冒出来五色烟 他一闻剑 就翻身栽倒在地 被翻兵用钩子勾了过去捆上 神枪太保 钱文华 见内直被捉 气往上冲 大骂贼人人面兽心 一斗手中枪 窜了过去 要跟贼人拼命 老英雄这条枪 有神出鬼没之能 金锦虎一看 这位来者 真是威风凛凛 就知是一员上将 赶紧一百五行烟火棍 钱文华 见贼人的五色烟冒出来 情之厉害 赶紧往后一撤身 就听西边有人喊嚷 前老英雄闪开 带我来拿他 量子无名小辈 也敢这样猖狂 钱文华抬头一看 由西边绕着贼队 跑出了一个人来 这来者非别 正是文雅先生张文采 钱文华连忙说 张先生游哪里来 张文采说 我特意来破他 这五行烟火棍 此时非讲话之际 你我少时再续 张文采伸手 亮出宝剑 一指金锦虎说 小辈 你我较量三合 金锦虎并不认识他 说 你是何人 张文采通了名姓 金锦虎一百五行烟火棍 就打出了五色烟来 张文采鼻孔早有解药 闪身躲开 并未躺下 金锦虎见五色烟火出来 张文采并没有躺下 贼人一扶身 又是一扫糖棍打来 张文采纵身躲开 往前一进步 施展点血法 正点在金锦虎泪下 贼人便翻身栽倒 张文采将贼人生擒活捉 交与官军营的兵丁捆上 转过身去 又点名叫金锦龙出来 金锦龙刚要上前 金锦豹大喊一声 说 好小辈 胆敢伤我兄长 带我来拿你 张文采见他摆着飞连大刀 剁了下来 并不还手 只往旁边一闪 金锦豹一偏身子 拦腰又砍 张文采往后一撤身 贼人的刀又砍空了 张文采往前一进身 往金锦豹左肋上一躲 贼人翻身栽倒 张文采过去 把他捆上 扛回大营 金锦龙一看 兄弟两个聚被人拿了 气往上冲 一摆手中浑铁点钢枪 随带八卦前鲲掌 催马闯出本阵 一声喊嚷 小辈别走 带我给咱两个兄弟报仇 金锦龙来到两军阵前 耀武扬威 他仗着自行火龙标 又有八卦乾坤掌 亮也不知失败 胡听背后一声喊嚷 说兵主快谢回来 大事不好 周百灵立刻一棒罗生 金锦龙知道 必有要紧的事 就说 小辈在此少待 我对明金 车马回到本营 就见有探子报道 大事不好 现有西路天王杀红天 带领雇员提督高通海 梁州副将长青 抢去了飞龙岛 杀伤无数帆兵 请兵主早做准备 金锦龙一听 料想自己全家性命休矣 只得吩咐 暂且明金收兵 这边官军的队伍 焉能容他收兵 马玉龙一晃令旗 大队往前杀去 只杀得翻兵七零八落 金锦龙往下一败 带领残破人马 回到本营 金锦龙说 周兄长 这是该当如何 周百灵说 这是真假难辩 我去探厅回来 咱们再做主意 金锦龙说 也好 原来周百灵 因听说飞龙岛失守 见金锦虎 金锦抱贝琴 他心中害怕 自己出了翻影 坐一只小船 镜子逃走了 金锦龙等到日落 还不见他回来 又有探子报道 杀红天 高通海 带兵把守 飞龙岛口 不放翻兵出入 所有的战船 具备官兵抢去 把守的翻兵 进阶归降 金锦龙一想 两个兄弟 被获遭秦 皆因周百灵所起 到如今 他不回来 也不知 吉凶祸福 便赶紧把几个 心腹战将 聚集中军大仗 说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现在二将军 和三将军 被秦 飞龙岛失守 皆因周百灵所起 他今天不该 气我而走 吩咐手下大将 神力将盖天雄说 我写一封信 你竟奔野无山通天寨 去请万马巴德斯 万马巴德里 万马巴德泰 带领他河岛的兵将 再约请野马川大将 镇守西海三川都督盖天堡 叫他等七级人马 急速前来帮助我 夺回飞龙岛 与官军决意死战 盖天雄接过书信 出了本营 叫小藩被马 带着四个马牌子来到海岸 将马牵上船去 坐着一只浪里钻 带着十二个水手 一只铺奔野无山 路过野马川 见了他哥哥盖天堡说 金氏兄弟与官军开仗 石鹿天王 竟不辞而别 现在飞龙岛失守 金井豹等被擒 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盖天堡一听 气往上冲 赶紧发火牌 另见骑骑各路人马 要帮助金井龙 夺取飞龙岛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一是八张 盖天雄受困请救兵野无山 进兵飞龙岛 话说三川都督盖天堡 听说这件事 不由怒从心上起 立刻拿火牌令箭 吊他手下格鲁兵马 吊起了三万兵 收拾军装 预备战船 要离开野马川 竟奔西海岸 去见金井龙 又打发他兄弟奔野无山 去请万马巴德斯 野无山这座海岛 方圆有一百三十余里 跟飞龙岛不相往来 也是弟兄三个独霸一方 并不属十路天王所管 盖天雄来到野无山的地界 有把守训池的头目吴大利 副头目颜德勇 问明来历 便带着他上山回话 这山上是方圆十里地的一座山城 那万马巴的丝身高九尺以外 面如熟蟹盖 粗眉金眼 海下黄娇娇一部胡子 红绸子缠头 脖底靴子 在当中坐定 在他上手 坐着一人 面皮黑子 也这样打扮 这是他兄弟万马巴德里 下手坐着一人 大脑袋 身高约有九尺 面似乌金纸 环眉大眼 蓝绸子缠头 一身清衣服 正是万马巴德茶 亲弟兄三个独坝也无山 山里出产些珠宝 牛羊 很是富裕 万马巴德斯 自称靖海王 今天一见盖天雄来到 吩咐赶紧看座 万马巴德斯说 贤帝从哪里来 有何功干 盖天雄说 奉我家大王之命 来请三位岛主 发全岛之兵 帮我家大王 夺回飞龙岛 万马巴德斯一听 问道 你家大王的飞龙岛 被何人所占呢 一天雄说 你老人家不知道 提起这话 真是祸从天上来 只因我家大王 有一个败兄 家住八卦山州家寨 姓周明百灵 乃是东武陆天王 手下的丞相 此人足智多谋 他给白天王 摆下一座牧羊镇 现在白天王 跟官军合约打赌 若是百日内破的此镇 情愿甘拜下风 年年来朝 岁岁称臣 官军迎访之牧羊镇 乃是周百灵所摆 由拆官到八卦山去拿探 便逃至我们飞龙岛 叫我家大王给他报仇 我家大王定下了一计 请石鹿天王和钦差 彭中堂附会 打算把彭中堂拿下做押仗 叫官军甘拜下风 让出骆驼岭和嘉宇官来 不想被马玉龙 保着彭中堂 闯出了崇尾 东武陆天王白起歌 孟德海 万言零三人 也静自回去 并不帮着打仗 西武陆天王杀红天 反倒帮着官军 冯金龙 霍四虎 杨德山 马德安四位天王 剑杀红天一反 也带兵各自去了 邓福伯 丁三郎 见事情不好 撤队回转贺兰山 现在就剩我家大王 在西海岸 跟官军交战 二大王 三大王 拒被官兵勤获了 沙鸿天又带雇员提督高通海 梁州副将长青 抢占了飞龙岛 我家大王 此时前进无门 后退无路 首尾不能相顾 周百灵生严探贼 已不辞而定 故此 我家大王派我来请岛主 带河岛之兵 帮我家大王夺回飞龙岛 我路过野马川 又邀了我兄长 三川都督盖天宝 一同协力相助 万马巴德斯 闻听此言 心中暗想 自己跟金颈龙 知己知交 不能不去 便说 你先回去吧 我这就起兵协力相助 随后就到 立刻传令 调手下大小排头 他手下有兵十万 留下了一半 叫万马巴的太坎家 他带着二十元上将 又调虎牙域的大将龙飞雄 为大元帅 挑选战船二百只 雄兵五万 游野乌山起身 一路上齐翻招展 浩浩荡荡 秋毫无范 这一日寻船来报 要奔东北 是金颈龙扎营的地方 要奔飞龙岛 得向正北 万马巴德斯一声令下 先抢飞龙岛 前敌龙飞雄便带着大队 一直扑奔正北 正往前走 只见对面 号炮惊天 齐翻招展 战船一次摆开 中间带兵的大将 乃孤原提督高通海 左边是梁州副将长青 手托混铁点钢枪 龙飞雄吩咐裂开队伍 高通海往前面一看 剑龙飞雄身高九尺 头上红绸子铲头 手使巨翅飞连大砍刀 面如紫玉 浓眉大眼 年有三十上下 原来沙红天带兵围困飞龙岛 将金颈龙的家口拿住 不杀也不放 太手下看守着 只等拿住金颈龙 再行伤酌办理 今天听到外面耗炮惊天 由探子来报 现有野无山的万马氏弟兄 带兵来抢飞龙岛 沙红天吩咐手下将官 隔手殉帝 严加防范 务须谨慎小心 外面高通海 刚刚列队 就见对面龙飞雄站在船头 把刀一瞬 叫官军营之人出战 高通海手下的守备合成 年有四十以上 无品顶带 一声寒嚷 好贼徒 你竟敢前来送死 带你家何大老爷前来拿你 持枪召贼人 分心就刺 龙飞雄并不搭言 剑枪刺来 用手中刀往外一崩 趁势搂头就砍 这一变招顺水推舟 明曰仙人问路 拦腰一斩 可惜何成静 死在贼人手下 高通海旁边 有一千种未尽中 收拾一口春秋刀 打算要替何成报仇 跳过去并不搭言 摆刀就砍 三五个照面 也被贼人批为两断 高通海一看 贼人甚是骁勇 自己心中甚是犹疑 有心过去跟敌人水战三合 一想穿着官服 须得换上水衣水抗 他本来阻止多谋 就凭手中一口刀 屡刺高声 官允慎望 自己刚要过去 就听后面一声呐喊 大人请放宽心 带末将前去拿他 高通海抬头一看 乃是又迎记名的守备 无常寿 手势三股烈焰拖天叉 赶过去一声寒嚷 两条船一碰 抖叉分心就渣 几个照面也被贼人所杀 书要简短 官兵营连败树阵 这才怒恼了梁州副将长青 一百手中浑铁点钢枪 驾船扑奔龙飞雄 斗丹田一声寒嚷 好贼人 修要逞强 论说龙飞雄再也无山 也算是五虎上将 今天跟长青一较量 三五个照面 就知道长青能为出众自己得多加小心 两个人大站起来 杀得长青兴起 施展开家船的五色断门枪 真有神出鬼没之能 招数一变 冷不防一枪竟将贼人刺死 藩兵一阵大乱 万马巴德斯见昭讨大元帅阵亡 他就急了 自己亲身催传过来 把队伍排开 往对面一看 见长青犹如半截黑塔一般 万马巴德斯手中使的是燕赤简 水里使的是勾连枪 用手一指 说 对面黑汉 尔是何人 长青说 你家大人乃梁州副将 宾铁塔长青事也 奉中堂之命 特意前来剿灭而等叛逆之人 万马巴德斯一听 气往上冲 心想自生人以来 威震四方未曾遇见过敌手 今天见着黑汉却甚是雄壮 便吩咐手下勒鼓助阵 他一摆手中兵刃 要与长青大战 以决胜负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19章周百灵附夺金家陀双枪将大战杀天王 话说万马巴德斯传令手下战将 攻上弦 刀出鞘 四面围绕 不可放高通海逃走 他一摆兵刃 赵定长青 分心就刺 长青使手中混铁点钢枪往外一崩 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 长青杀的兴起 把枪的招数施展开来 斩眼之际 使了一个怪莽钻窝 万马巴德斯优兵刃往外一磕 没有磕洞 竟被刺透前胸 当时阵亡 倒在船头之上 翻兵一阵大乱 万马巴德里上前一看 大吃一惊 心想兄长死了 我非得报仇不可 先叫人把死尸搭在后面 自己一声喊嚷 说小辈别走 一摆手中四棱兵铁棍 搂头就打 两个人正杀得难解难分 只听飞龙岛内火炮惊天 人声呐喊 高通海回头一看 见飞龙岛内狼烟四起 杀红天带兵败下 由探子来报 回禀高大人 大事不好 现在由那边山路上 出来一队生力军 都是青仇子缠头 一身青 围守三元大将 打着飞虎帅子骑 一人手使一队双脊 与沙天王交战 甚是骁勇 沙天王手下死了 三元大将 飞龙岛 金家驼已经失守 沙天王败出了岛口 高通海一听 知道事情不好 恐守伪受敌 吩咐探子再探 看是哪路兵马 再回来禀我知道 书中交代 周百灵自那日见金井虎 金井报备秦 指下的金魂千里 连夜逃到贺兰山来见白启歌 周百灵要求白天王发兵 白启歌说 孤家已然跟官军定下打幕阳阵之约 如百日内破了阵 我甘拜下风 他如破不了 那时就把家喻关外之地让出 我焉能出尔反尔 这件事我可不能依你 周百灵碰了钉子 自己走了 出来站在山坡上 赤呆呆地发愣 心想如今已闹得家破人亡 自己又如何对得起金井龙 这是忽然想起一个地方来 和不敬奔九龙山玄天寨 去找双级大将菊文华 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菊天龙 一个叫菊天虎 手下有二十五元上将 自己想罢 波头竟奔九龙山而来 这九龙山方圆有五六百里地 也属天王所管 有两万余兵 那菊文华跟周百灵 也是八败之交 生死的弟兄 周百灵来到这里 王李一回禀 菊文华亲身迎接进去 两个人一叙离别之情 菊文华问道 贤弟今天来此何干 周百灵撩一跪道 说 兄长 你要救我 我就起来 你若不救我 我就不起来 菊文华连忙用首相符 说 贤弟起来 你我知己交情 有话何不请说 周百灵就把自己 以往之事说了一遍 菊文华一听 说贤弟 你既说到这里 我给你发一万兵 去搭救金井龙 只恐官军人马慎重 我去时也不能计时 贤弟有什么高妙主意 此去定准可以取胜 周百灵说 我有个主意 准可以取胜 咱们吊齐了人马 给他个名枪荣一朵 暗检最难防 用兵知道 讲究天时地利 只要兄长言听计从 我准可以把飞龙岛夺过来 我也对得起金井龙 如夺不了飞龙岛 我就无脸再见 金氏弟兄了 菊文华说 好 便吩咐手下 把两位少山主请来 手下人答应 不多时 就把菊天龙 菊天虎找来了 周百灵抬头一看 见菊天龙年 有三十以外 黑字脸堂 浓眉大眼 菊天虎是白净脸堂 细条身材 俊品人物 两个人说 周叔父 你老人家好 菊华说 你周叔父今天来此 非为别顾 只因飞龙岛失守 前来求救 我一把兵符令箭 交于你叔父调遣 赶紧击鼓声仗 齐集诸将点名 这里的大元帅姓诗名标 外号人称镇海龙王 在水内使三结沟连枪 再马上使长把紫金刀 手下还有十多元偏价 也都是武艺超群 个个用青筹子缠头 以身轻 他等上山来参见山主 大家都通了名 便叫镇海龙王诗标为 前部先锋 带领一万非虎藤皮军 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 左军先锋局天龙 右军先锋局天虎 各带三千兵 后队由周百灵统带九千兵 一共二万五千人 军华是在冯金龙手下 统领三军 各处由他调遣 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义军 今天波两军去取飞龙岛 只留义军看家 次人马起身 离飞龙岛一百一十里地 周百灵便传令把人马扎定 派精明强干的探子到飞龙岛去探访消息 这个探子回来禀道 飞龙岛城外是沙红天带兵把守 水陆是顾远提督高通海 现有野无山发来的人马 是万马八的四弟兄 尚未开仗 又有野马穿阵手 都督三川盖天宝发来人马 与金颈龙合兵一处 两下也未开仗 菊天龙菊天虎 把偏将 崖将掉旗 周百灵吩咐在探 这才击鼓声仗 聚集诸将 对镇海龙王施标说 这个机会甚巧 只等探子来报 要是野无山 野马川与高通海交仗 那时咱们绕道进兵 由飞龙岛西北 走白云舰 搭木板桥过去 可以抢夺飞龙岛 施标一听 这个主意甚好 这天 果然探马来报 万马八德四郑与雇员提督高通海开仗 周百灵集吩咐兵分四路 头一路就是施标 大队到了摩云岭白云舰 一丈人多 山上的树木县城 立刻搭桥过去 绕过两道岭 就是飞龙岛 这座城方园有十余里 城门紧闭 外面是沙洪天带兵把守 施标的大队 刚一绕过树林 在西边把守训地的 是沙洪天的大殿下沙文龙 忽见来了一队生力军 一看是九龙山来的人马 布隆分说 他一百兵任就此 施标用手中勾连枪相迎 两个人大战了三四个照面 菊天龙 菊天虎赶来接应 沙文龙一看事情不好 自己兵威将少 难以抵抵 便带队往下败走 沙文虎刚要上前接应 却被沙文龙的败兵冲乱了队伍 周百灵督着大队一杀 不到两个时刻便抢回飞龙岛 两下河兵前去协助万马八的四 周百灵抢回飞龙岛 将城门一开 见金颈龙的家眷巨位损伤 里面府库粮仓一概没动 这才安置好了 派人把守倒口 此时菊恩华也赶到了 周百灵说 若非兄长助我 焉能复夺飞龙岛 你我快合兵去驻万马八德斯 跟官兵交战 立刻吩咐探子 去探万马八德斯 跟高通海的胜负如何 功夫不大 探子回报 雇员提督高通海 大获全胜 万马八德斯阵亡 万马八德里 督队交锋 未分胜负 周百灵赶紧吩咐菊天龙 菊天虎 各带三千胜利军 由镇海龙王 诗标都队前去 将高通海 赶出西海岸 大汉长青 正与万马八德里 杀得难解难分 胡亭山坡上 号炮惊天 无数人马 闯出飞龙岛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张花 冯春进兵西海岸 马玉龙奋勇 战敌人 话说高通海都队 正与万马八德里交战 见飞龙岛闯出 无数人马 打着飞狐旗 这里队伍一乱 就同沙洪天的兵船 败出了西海岸 沙洪天带着战船 炸在南岸 周百灵心中甚为喜悦 带兵防守飞龙岛 此时高通海便带着诸将 回归官军营 自那日两军阵前 张文彩先生 请了金警虎 金警报 依着彭中堂 庆将军就要把两个人杀了 马玉龙过去回禀大人 不必杀他两个 留着大有用处 大人说 既然如是 把他两人先压起来 这天 马玉龙列队 叫金警龙出来答话 金警龙骑马出来 怒气田兄 说 马玉龙 我两个兄弟具备你拿货 今天你我要分个强存弱死 马玉龙说 我与你肃无冤仇 你要知识答辩 趁此急速收兵 把周百灵送出来 你要隐藏周百灵 那时我把飞龙岛打破 把你等拿住 全都碎尸万段 还有一节 你若献出周百灵 我便把你兄弟放了回去 金警龙说 周百灵是我的败兄 我既把飞龙岛失守 由死而已 说吧 跟马玉龙交战 未分胜负 天晚各自收兵 这天金警龙正在筹闷 护有探子来报 现有野马川 三川都督盖天宝 带兵马来到 盖天宝见到金警龙 先续寒温 然后就问君旅之事 金警龙把以往之事 如此如比向盖天宝述说一遍 盖天宝气得拍案大嚷 说 兄长请放心 小弟带兵前来 管保把官军迎杀的片甲不回 给兄长夺回飞龙岛 这天正要亮队开兵 忽有探子来报 现有野无山的万马巴德斯兄弟 统带四万余人马 率众 致飞龙岛奋勇攻杀 金警龙吩咐在探 心想 如胜了 便趁势去抢回飞龙岛 如败了就前去接应 这总算是请来的克兵 探马走后 金警龙立刻把队伍点齐 刚要动身 又有探马来报 现有周百灵不知 请来哪家山寨的人马 已把飞龙岛夺了过来 金警龙吩咐赶紧骑队 迎接周百灵 菊文华 万马巴德里 再派探子去探高通海拜至 何处扎营 正说着话 只见周百灵坐着一只小船 同菊文华一起来到 金警龙 盖天宝带队迎接 周百灵一见就说 金贤帝 自那日听说飞龙岛失守 我也没回来跟你商量 便去约请各路兵马 已将飞龙岛夺回 贤帝的家口并未损伤 所有俯库轮熬一概未动 金警龙一听 这才放心 彼此行礼 君华说 明天我会会这个马玉龙 看他是何如人也 众人说着话 来到金警龙营中落座 他这营一半扎在汉岸 一半却是水石营 紧连海水 众人一谈说 金警龙就问万马巴德里说 大哥怎么还没来 莫非还在后面 万马巴德里说 我大哥夜已阵亡了 金警龙一听 哀了一声说 不知被何人所杀 万马巴德里说 我听说 是个使枪的黑脸大汉 还不知道名姓 我总要找到这个人 替我兄长报仇 金警龙说 明天跟官军开战 派周百灵 盖天雄带本队人马去 把首飞龙倒 将菊天龙 菊天虎换来 周百灵一听这个主意甚好 连夜坐船回飞龙岛去换举天龙 此日早晨刚要骑队 有人禀报 简兽童由黑风岛带着五百只船来到 金警龙吩咐有请 简兽童自周百灵失败之后 就去奔黑风岛一个知己的朋友 那岛主姓花名冯春 外号人称闹海银龙 乃是西五路天王马德安手下的一员大将 手使月牙方便产 水里使得狼牙剑 简兽童跟他是磕头兄弟 他手下有三千水鬼兵都久经水战 能在水里待几天 还有五百只炮船 操演的水炮 都是他按西洋的妙法 自己出的主意 简兽童跟他一说 花逢春很不愿意来帮助 后来听到金警龙跟官军交兵 被官军杀得大败 走投无路 简兽童甚为着急 苦苦求他快发救兵 花逢春不得以而为之 这才掉了五万兵 五百只战船 回名了马德安 带领两员大将 来帮助金警龙跟官军营开仗 这天都队到了西海岸 金警龙早已得信 百队迎接进来 金警龙说 贤弟 你来得甚好 我这里正在用人之计 今天要跟官军营决意死战 众人跟简兽同行礼已毕 金警龙这才把队伍调起 齐番招展 耀武扬威 此时 彭中堂与马玉龙正在商议 必得战败了金警龙 叫出周百灵 才能破纳木扬阵 中堂大人说 方才高通海来禀报 说周百灵约请九龙山的人马 抢去飞龙岛 金警龙又约来了野武山 野马川的兵马 还有黑风岛的兵船 贼人和兵一处 今天我军要设法迎敌 马玉龙说 是 立刻会同宁夏总镇徐胜 带领众家老少英雄战将 放了三声大炮 裂开了队伍 贼队由西边而来 两边把队伍各自扎住 金警龙今天手下 有了雄兵猛将 他把勾连枪一顺 指明要马玉龙出战 马玉龙把诸将点齐 只见贼队中出来一员大将 正是阔海龙王施标 来在两军阵前讨战 马玉龙打算亲身出去 呼听旁边有人喊说 大人暂惜雷霆之怒 亮此无名小辈 何必大人前去 带我去拿他 马玉龙一看 乃是他拜兄邓飞雄 把手中红毛宝刀一顺 窜出对外 喊道 贼辈 你是何人 通上明来 诗彪通上明信 摆三结构连枪 分心就刺 邓飞雄一闪 用红毛刀一迎 打算要把贼人的兵刃削断 焉响到 诗彪也是九经大敌 几把钩连枪撤回 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 邓飞雄终于把贼人的 三结构连枪削断 把诗彪吓得胆战心惊 往回就跑 邓飞雄往前奔去 贼人败回了本镇 万马八的里一看 气往上冲 一摆手中雁赤塔 来到镇前 点名叫马玉龙出来 马玉龙刚要去到镇前迎战 旁边碎玉池刘天雄 一催坐下乌锥马 守之钢鞭 来到两军镇前 一声寒嚷 贼人休要逞能 马大人焉能跟你这无名小族动手 带我来拿你 万马八得里并不答话 两个人兵刃并举 大战石余和 不分胜负 真乃其逢敌手 追风侠万里老刘云恐儿子受伤 自己摆兵刃 赶至两军镇前 说 天雄且闪在一旁 带我拿他 万马八得里 见来了一位老英雄 仓头好发 须眉皆白 盲问 来者你是何人 刘云通了明信 两个人刚要交手 就听那边又是一声喊嚷 来了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21张宾铁塔大获全胜 终一辖夜节翻影 话说追风侠刘云 正要与藩将万马八得里动手 只见正南上黑乎乎一片 过来了五百马队 为首一员大将 头戴轻了得胜亏 三品顶带 身穿灰色单剑袖袍 雷下佩刀 脖底靴子 手势浑铁点钢枪 面色无精致 粗眉大眼 来者非别 正是梁州携镇兵铁塔长青 他同沙洪天 拜出飞龙岛 便会同高通海 在海岸扎营 高通海说 你我施于防范 飞龙岛得而复施 只恐中堂大人见怪 长青说 用兵知道 胜败乃兵家常理 出兵开仗 谁也不能说准胜准败 先派探马去探探 在金颈龙开仗之时 咱们去打个接应 只要把他战败 也算齐功一件 这天 长青正与高通海 商议军机大事 由探子来报 现有金颈龙与九龙山 也无山的人马 会合一处 跟马大人开仗 高通海立刻吩咐骑队 流沙红天看守水失寨 不必前往 派长青为前敌 去给马大人打接应 长青带着五百马队 刚来到战场 见追风侠万里老刘云 抖擞微风 正要与万马八的里交战 长青这才一声寒嚷 说老英雄 把这件功劳让于我吧 老英雄不肯跟长青争功 往旁边一闪说 既是长大人前来 我把这件功劳让给你吧 长青并不答话 抖昏铁点钢枪 分心就刺 万马八的里百雁 赤塘相迎 两人一场大战 三世余和 不分胜负 长青杀得兴起 假装败阵 往南就跑 贼人哪里肯射 刚往前一赶 长青回马一枪 这是他家传的 五虎断门枪 专于败中取胜 一个冷不防 竟将贼人万马八的里 赐于马下 他的两员副驾 一个叫庞德利 一个叫周德勇 剑主将阵亡 急处理本队 要给万马八的里报仇 一个长柄月牙开山斧 一个使三股烈焰拖天叉 这两个人出来得急 回去得快 庞德利被长青一枪 赶打在脊背之上 周德勇腿上也着了一枪 拒个带伤败回 金颈龙一看 气往上冲 自己就要亲身出马 胡亭旁边一声寒嚷 大王休要动手 带末将前往 金颈龙回头一看 原来是局天龙 连忙在马上欠身说 局少将军 需要小心 局天龙说 无妨 催马出了本队 长青一看贼队出来的这员将官 年有三十以外 手使双枪 头上青筹子包头 脖底靴子 再马上到有点雄壮之气 长青有些爱慕之意 便用手中浑铁点钢枪一指 说 小辈 你要知识打悟 趁早马前归顺 你家大人枪下留情 如若不然 叫你枪下作鬼 死无葬身之地 局天龙说 你要赢得我的手中枪 我就归降于你 这赢不得我 今天休想逃命 长青说 好 撒马过来 一斗手中浑铁点钢枪 怪莽钻窝 金鸡乱点头 照定贼人分心就刺 局天龙将双枪往上一崩 二人占了数十盒 忽然西北上阴云密布 雷雨交加 双方各自霸兵西战 马玉龙收兵回来 同高通海面见中堂大人 马玉龙说 今天贼人必不防范 用兵之道 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 金之雷雨大作 贼人料必大意 晚上如去偷赢结债 管保杀他片甲不回 立刻传令 派长青帮着杀红天水战 截杀贼队 派总镇徐胜 副将刘芳为前敌 葛代战将八元 提督高通海作为后路 马玉龙自统大军 请客间 人马静奔翻迎而去 天有四股石 雨过云散 满天星岛 帆兵正在熟睡 官兵左边放火 右边呐喊 只杀的帆兵七零八落 官兵大获全胜 金井龙带着败兵奔回飞龙岛 半路上正欲杀红天兵船 又被截杀一阵 三川都督盖天堡的前敌战船 都被烧了 人马死者不计其数 盖天堡带着败残兵船 镜子逃走 金井龙败进飞龙岛 官兵战船四面为上 居家父子一件事情不好 也带着自己的兵队 并不管金井龙胜败输赢 镜子走了 这些帆兵都是打胜不打败 天光大亮 金井龙放声大哭 说 这一败涂地该当如何 周百灵说 贤弟不要悲伤 此事皆因我一人所起 才闹得这般景况 我再去搬清几路人马来 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 我到大西洋去 约请了人马来 再报这一败之仇 贤弟你要耐心死守 此时就是花逢春 简兽童没走 金井龙说 我两个兄弟 已经被官军营所拿 我非死不可 简兽童说 不要紧 前者不是还拿住他们一人 如今只要再拿住他一人 换回二位岛主 未为不可 今晚我同兄台去偷赢结债 这一阵要是得胜 咱们还可重整军威 如不得胜再说 金井龙一听 也只好如此 赶紧派出探子去探 此时官军营的兵都在海岸扎营 沙红天在飞龙岛的正南山下 扎下了水势连营 足有八里地 有长青跟他在一处 探子探得明白 金井龙便吩咐留下盖天雄看家 带着花逢春 简兽童也是分三路进兵 花逢春为左军 简兽童为右军 金井龙督着大队 共有两万人马顺着山坡下来 先叫探子去探 探子回禀说 现在官军营犒赏三军 正吃得胜酒 彭中堂也在中军帐喝酒 营里更好不明 兵无纪律 金井龙说 这可是该我成功 自己催马往前 来到官军营营门一看 兵无人寻更走号 便往里一闯 来到中军帐 远远看见彭中堂正端坐喝酒 自己想着 过去将彭中堂结果性命 不料往前一催马 竟连人带马坠落陷坑 简兽童 花逢春一听官军营人声呐喊 金井龙失势 赶紧将后队改作前队 就要逃走 忽然耗炮惊天 灯球火把 量子游松 照耀如同白昼 为首两员大将挡住去路 左边是那总镇大人徐胜 右边是副将马玉龙 一声喝道 贼将哪里走 等候你们已有多时 简兽童不敢交战 都队往外就走 花逢春白手中春秋刀 跟马玉龙大战了三四十和 官兵越为越多 花逢春见识不好 拨头往外闯出重围 也真算的是一位勇将 马玉龙不肯赶尽杀绝 叫他逃命去了 马玉龙收兵 进了中军帐 早有刘德猛 刘德勇绑着金颈龙 听候命下 此时天光已然大亮 马玉龙这才请示钦差大人 棚中堂生了中军帐 吩咐把金颈龙 押上中军帐来 贼人怒目横眉 并不下跪 两旁众差官寒嚷 贼人大胆 既已被擒 还敢这样目无法计 中堂说金颈龙 本不愿有哪样 亏负于你 你要设着狠毒之际 来谋害我 金颈龙低头不语 大人吩咐 把他推出砍了 胡听有人一声喊嚷 刀下留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22章金颈龙诗机 被获李七侯德育英雄 话说钦差大人 要斩金颈龙 旁边有人喊刀下留人 抬头一看 正是马玉龙 大人说 马玉龙 你还给他讲情吗 四次叛逆之贼 早就该杀 你为何拦阻 马玉龙说 大人暂惜雷霆之怒 论贼人本当斩首 因想到当初孔明兵定南蛮之时 欺情欺纵 使南蛮永不复返 现在他在这边外之地 中堂杀了他 无非碾楼椅一般 如是恩放了 他必知恩敢得 大人一锁 说 依你之见 该当如何呢 马玉龙说 大人可以放他 白酒盐恩礼相待 他还拿住咱们的曾天寿 现在他营中 再说这人性情刚报之律 如以恩礼招待 他定知恩报得 要不然 刀割脖子 他也不怕 大人说 既然如此 把他推了回来 两旁人一声答应 把金颈龙推了回来 大人说 金颈龙 方才我跟你说话 你一言不发 本应将你斩首 奈你是个粗鲁之人 听人蛊惑 妄动干戈 伤害生灵 自己才闹得家破人亡 大人吩咐把金颈虎 金颈豹也带上来 说 我今天一并把你等放走 要打仗也在你 若再拿住 可就不能放了 两旁把绑绳解开 三个人一起跪倒行礼 说 大人这翻恩师格外 我兄弟实身感念 从此回转金家驼 再不进兵 大人又吩咐 把他等的马匹和东西 一概还给他们 金颈龙弟兄 三个这才告辞 出离了官军营 来到海岸 走在道路上 金颈虎说 大哥 你我受了周百灵的蛊惑 咱们原来跟彭中堂 无冤无仇 拒斗是周百灵一人之过 你我回去 把增天授放了 从此霸兵西战 你我都是死而复生的人 弟兄三人 坐船回到飞龙岛 先到里面 把增天授放出来 也是有礼相待 派一只小船 将他送回官军营 简授同 花逢春两人 给金颈龙 到了授京 金颈龙说 我弟兄受周百灵 一时蛊惑 约情各路兵马 跟官军为仇 闹得一败涂地 我弟兄拒接被擒 姓彭大人 有好生之德 不忍杀害 把我弟兄放回 你等野哥带人马回去吧 不必给我助威 我也不再打仗了 我给彭大人 写一个告罪的饼帖 在写乡书响表 送马五百匹 和羊皮货币食物 着盖天雄送去 从此霸兵西战 只求彭大人施恩 那彭中堂 真是忠心 为国为民之人 便把所有礼物 交盖天雄 送到彭中堂大营 彭中堂把礼物留下 款贷盖天雄 又打发拆官去见金锦龙 跟他要周百灵 金锦龙立刻给彭中堂回信 说周百灵已经由我这里逃走 不知去向 彭中堂便把大队人马撤回宁夏府 派人各处寻找周百灵 又出下赏格 如有人拿货者赏银千两 如兵丁拿货者 还要保他升官 手下个拆官 分头去各处探访消息 中堂大人暂时就在嘉宇关扎营 这天马玉龙正在中军杖闷作 心中甚为着急 如拿不着周百灵 这座牧羊阵就不能破 虽有众老少英雄 也是无法 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人 正是老英雄景万春 马玉龙一见 心中甚为喜悦 说 你老人家从哪里来 到此何干 景万春说 我有一件事来见大人 马玉龙说 老英雄有话请讲 今天晚间我也无事 景万春说 我来见大人就为了周百灵 他这一走 必是远顿他方 到各处蛊惑人心 还恐刀兵再起 大人可以回禀中堂 不要传令拿他 就说中堂已设了他的罪 一概不咎 大约他听见这个信 也就赶出头显露了 然后派人访查他的下落 准之他在哪里 再动手拿他 岂不伸手可得 这时节传令拿他 必然打草惊蛇 马玉龙一听这话 甚为有理 便说 老英雄所论甚善 明天我就去回禀中堂大人 景万春便回归自己的帐篷 次日 马玉龙把这话回禀了中堂大人 大人陈寅伴赏 立刻传令 据照马玉龙所说的办理 安派追风霞刘云 神枪太保钱文华 神权太保曾天寿 追云太保魏国安 飞行太保摇广寿 出去访查周百灵的下落 又派千里独行辖赛判官邓飞雄 带花枪太保刘德勇 花刀太保刘德猛 飞查太保在专注赵文生 飞到太保小孟长段文龙 出去秘访 马玉龙铜金眼雕 和武士三雄 带着邱明月 孙宝源 姚猛这八个人 也一起出去 闭眼金蝉石柱 同武国兴 几逢春 孔兽 赵勇 圣关宝 冯元志 赵友义 这八个人又是一起 大家分思路 出去寻访 公关有陈山 周玉祥 苏永路 李佩 苏小山 李福友 李福长 小太保 钱玉 小白元豆腐春 等看家 单说石柱等八个人 出了嘉玉关 石柱自己一想 要访查此事 总在村庄镇店 人烟稠密之处 便竟奔西北而去 走出有六十里之遥 来到一座荒山野岭 抬头一看 树母森森 上面有一座古庙 石柱心中忽然一动 那周百灵如药隐藏 想必就在山里 若非庙宇 便是石洞这些碧人之处 都是轻易没人 能到的所在 这才同着众人 顺山颇静奔这座庙来 到了窃镜一看 原来这座庙叫玉清观 东西脚门锯都关闭着 石柱上前扣门 等得功夫甚大 才见里面出来一个道童 把门一开 说 你们几位找谁 石柱说 我们来拜访拜访庙主 当家的在家否 道童说 现在庙里 你们几位贵姓 从哪里来 石柱说 我姓石 我们从家喻观而来 你们庙主姓什么 道童说 我师父姓李 我有一个师兄 这庙里就是我们师徒三个 石柱同着众人往里就走 进了头层大殿西边的一座脚门 在院里有些假山石 绕过这院 是北房三间 东西配房个三间 童儿头前领路 一掀帘子 说 师父 有几位师主前来拜访 只听里面一声无量佛 石柱一瞧这个老道 旧知是绿林中人 身高八尺 头戴青布 九凉道观 身穿蓝绸道袍 白袜云鞋 面皮微白 没分八彩 目如朗星 海下花白胡须 看那样子 很是神清气爽 潇洒自然 他向众人打一击手让座 见众人高矮不等 说话口音也有江南的 也有直立的 就一一问了姓名 童儿随即献上查来 石柱听着老道说话 是直立顺天的口音 便问道 先常说话是直立口音 因何来到这里出家 老道说 我也是因为一口气 看破了世事 故此来到这里出家 我是顺天府三河县人 姓李 江湖中有个白马李七侯 那就是我 石柱说 当年彭大人坐三河县 后来三道白马李新庄请阁下 保着去上河南巡抚人的 就是尊驾 李七侯说 正是 我因为跟玉面虎张耀宗赌气 这才出家 石柱说 提将起来 原来是前辈老英雄 我姓石明柱 绰号人称闭眼金蝉 我等剧都跟棚中躺当差 因为沐阳镇的事 出来访拿周百灵 李七侯说 你们要问周百灵 还真问着了 听我慢慢说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23章刘云文歌坊 隐世红年谢姬现阵图 话说闭眼金蝉时 注意听这老道原来是白马李七侯 当初也跟彭大人当过差的 这才把跟大人西夏查办 怎么合约打木杨镇 今天分四路出来寻找周百灵的话 从头至尾对李七侯一说 李七侯一听 说原来你们几位老爷 是出来找周百灵的 要早来一日就好了 周百灵跟我相好 今天早起才打我这里走的 他因为金家陀金锦龙大败 就上西五路天王那里去求救兵 被马天王把他威吓出来 说他搬弄是非 他去见霍四虎 霍四虎也为应援 到了九节山 那里有个八卦玄天寨 老英雄姓正名魁 别号人称通天大王 善小奇门遁甲 能呼风唤雨 居神潜将 这位正老英雄 原本是他师叔 能为一夜 又比周百灵圣强百倍 也未应允于他 因此才上我这里来 我也劝了他半天 无奈良言难劝傲行人 他今天一早走了 我问他上哪里去 他说要上大西洋 搬来人马 再为报仇 如不能搬了兵来 也就死在山林海岛 永不见人 你们几位要早来一天 也就赶上他了 石柱说 原来如是 我们也不必找他了 现在就回嘉玉关 把这件事 回禀中堂大人 李七侯说 众位来到我这里 荒山野岭 无以为敬 庙中有现成的宿斋 众位可以吃点 石柱等人走乏了 也觉着有点饿 便说 既是道兄赏饭 我等叨扰 李七侯立刻吩咐 同儿备办宿斋 石柱等人在这里 吃完了饭 天色已然平息 石柱说 今天也不能走了 咱们盘还一日吧 李七侯说 好 众人便嫌作谈心 李七侯提起了 当年怎么出事 捉拿左青龙 后来左青龙 怎么搬弄人情 大人丢官 黄三太子标借银 标打斗二吨 群雄大聚会之事 石柱一听 说 提起来 这都是当年的老英雄 我自学艺 就知道 你的能为压倒群雄 感到我到玉玛出事 真是能人北出 从此再不敢自高自傲 跟大人当差后 到四处一看 更有强剩我百倍的能人 李七侯说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姓张明耀宗 绰号人称玉面虎 他三探华春园 五探剑风山 捉拿活阎望 交震远 这个人还跟大人当差吗 石柱说 这个人现已得了大同总阵 李七侯说 罢了 当初我跟大人当差十节 他刚出来 现在敬得了这么大的官位 大家谈了一回话 也就安歇了 此日早晨起来 石柱众人告辞 李七侯送出庙门说 石柱贤弟 我嘱咐你们众位一件事 见了大人 千万不要提起见着我 只恐大人 派人再来找我 石柱说 是 众人知道周百灵去了大西洋 不能找了 也只好回归公馆 刚到嘉玉关公馆 听差人说 石老爷 你们众位回来了 石柱说 回来了 听差人说 昨日你们众位走后 有追风侠流云老英雄 请了一位大能人来 管保能破纳木扬阵 就等你们众位回来 书中交代 追风侠流云老英雄 带四位英雄出去 一直走到日色西沉 眼前巨士高山峻岭 绕过山湾 忽然听到山坡上 有人击见作歌 老英雄刘云 侧耳一听 有人正口战一失 说 怀抱凌云至 万丈因豪气 天也埋其林 凉情困雨衣 蛟龙逢浅水 反背于虾系 平生韵味通 未遇真明地 刘云抬头一看 见这人有三十以外年纪 连忙赶奔上前行礼 说 这位兄台贵姓大名 那人见刘云 是一位年迈的长者 精神百倍 后面跟了四位英雄 都是虎背雄妖 品貌不俗 不仅大吃一惊 说 方才我一时烦闷 偶唱狂歌 不想惊动了众位贵客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 请倒寒舍一叙 刘云一听 说 好 尊福在哪里 此人用手一指 见正熙绿荫深处 树木森森 黑暗暗地 似有一处人家 众人往前来 至窃近一看 路北有一大门 门口有几株吹阳柳 甚是清雅 那人举手往里一让 见这院中是北房五间 东西厢房个三间 南道厅五间 后面套着还有院子 这里有四个童儿伺候 众人来到北上房一看 见屋中满架书籍 这才落座 刘云说 还未领教贵姓 这位说 小可姓正 名叫红年 有个外号教之姬子 未领教众位贵姓 来此何干 刘云通了名姓 又用手一指说 那位是钱文华 那位是曾天寿 那位是姚广寿 那位是卫国安 我等在彭忠堂手下当差 奉了大人御 出来寻找一个人 路过宝庄 得御阁下 也是三生有幸 郑弘年一看说 原来是众位老爷 我久已仰慕 这位彭忠堂 乃是忠心 为国为民之人 钱文华说 不错 要论这位彭大人 可称的忠心赤胆 乃一时名儒 坐视正大光明 现在正跟飞龙岛 金井龙交兵 接着就把拿州百灵的话 从头至尾一说 郑弘年说 这座牧阳镇 怎么这样厉害 可有人去过没有 刘云说 虽然有人去过 可是几位都碰了钉子回来 未能将阵破了 还死了一位差官 有一位副将刘大人 也受了伤 郑弘年哈哈一笑 说 实不相瞒 我就知道 牧阳镇必要伤几个人 当初周百灵百镇的时节 我父亲还在世 就把阵图留下 说有朝一日 官军要来破此阵 叫我出去献上阵图 也可得一官半职 只因不肯轻易前往 这才阴寻至今 现在姓郁众位 也是天元凑巧 明天我就同众位到嘉宇官 见中堂献出阵图 然后带领众位前去破阵 刘云等人一听 真如汉苗得语 心中甚为喜悦 说 郑庄主 何必明天再去 此地离嘉宇官不远 你我施展陆地 飞腾之术 岂不斩眼就到 郑弘年一听这话有理 赶紧回到自己屋中 把应用的东西 打在包裹之内 又把老家人叫过来 嘱咐他 好生照料家务 这才去到后面 到老太太跟前告辞 说他同众位差官 要去嘉宇官 他把诸事办完 便与众人一同起身 天至黄昏时候 来到了嘉宇官 刘云叫魏国安 钱文华等四人 陪着郑弘年 先到拆官房落座 他这才进里面 来回禀大人 中堂此时尚未睡觉 问道 刘老英雄来此何干 旁边看座 刘云说 在大人台前 民子怎敢落座 大人说 坐下也好谈话 不要拘束 刘云方才落座 有问力答 大人问 刘老英雄有何话讲 刘云说 奉大人唐玉 同次为差官 出去访查周百灵 走到拂牛山 得遇正弘年 他父亲原是一位隐士 家中现有牧羊镇图 中堂说 原来如此 快把他请了进来 刘云答应 出来把只鸡子请了进来 一见大人 便把镇图献出 这就要同众英雄 去破牧羊镇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四章 追刺客巧的真消息 欧阳德三打木羊镇 话说 彭大人把郑弘年 请了进来 见此人身高六尺以外 面如白玉 二目有神 唇似图织 头戴新尾帽 身穿蓝名 绸件袖袍 脖底关靴 恭恭敬敬地 给大人行礼 大人说 你叫郑弘年 郑弘年说 是 大人说 你原籍是哪里人 郑弘年说 民子原籍是 河南汝州人 大人吩咐旁边看座 郑弘年说 大人在此 民子不敢落座 大人说 坐下好讲话 不要拘束 郑弘年告了座 大人说 你由何处得来的牧羊阵图 郑弘年说 回禀中堂大人 民子父亲在世时 在西洋受过一人的传授 能知天文地理 和各样的消极埋伏 后来隐居在此地 山后山前 也有些果木树 自己就跟父亲念了些算学书 周百灵跟父亲交友 他的能为 是跟我父亲练的 他从前投过诗 没学好 我父亲收他做一个徒弟 在我家整整住了三年 后来他保了金枪天王 白启歌 白天王带他如同上宾 又让他做了宰相 白天王在四绝山 摆目扬阵 请我父亲去看地理 他接着天干地支 二十八秀制造 我父亲回来时 就画了一张阵图交给我 叫我收存 说将来这座牧羊镇 必要难住多少英雄 叫我把阵图献出 也是自己的出头之日 我见众位差官去访拿周百灵 就知道大人在此驻扎 故此斗胆来见大人 金已带来了阵图 请大人过目 中堂接过阵图 一看上面巨师迎头小字 也看不清楚 这才吩咐把阵图拿下去 叫众差官大家看个明白 再禀我知道 众人点头拿了下去 一起围住观看 有明白的 也有不明白的 大家先白酒款待郑弘年 天晚各自安歇 此日早晨起来 大家用完早膳 傅又拿出阵图来 一起参悟 郑弘年说 当初我父亲说过 我如前去破阵 非得有宝刀 宝剑不可 这时石柱等人回来 众人给他向郑弘年引荐了 彼此建立 石柱顾不得先去见大人 也来到进前 一看阵图上分为四面 顾名似绝山 四门岸先天八卦 前南昆北 离东坎西 一进阵门 是八字紧连环道 脚下有翻板 非得脚踏万字式 才能进去驻足 此阵不可由上面窜 上面都是冲天毒药弩 每十之药弩中 加一支滚白蜡之五毒枪 打在人身上 毒气归心 准死无疑 进了头盗门 一看是平川之地 掉下去却有脏坑 净坑 梅花坑 从东门进去 洞内有一条木龙 人要踏在消气上 这木龙就会出来 从两只眼中射出弩箭 从口里喷出滚白蜡之五毒水来 西门瞧着是平川之地 进去脚踏消气 急出来一只大虎 从肚内喷出一股火烟 人要闻箭就没命 两只眼也是两只火箭 南边头道门里 有十二个猿猴 都是藤子做的 有走线 每个猿猴嘴里 有一只金星毒药枪 喷在人身上 肉就烂 一进阵 头一排是牧羊 分金牧水活土五行 人要碰上准死 过了牧羊 里面是五道门 分五方五地 各门有五行人 各岸方位 也有铜柱的 也有铁打的 也有藤座的 手势刚掌 千万别叫他抱住 每一个身上都有七十二只弩箭 进了这第二道门 瞧着也是平川之地 当中有一座楼 楼外四面有二十八秀的神像 是拿金银铜铁锡做的 每个都有消气 当中这座楼名叫中正楼 乃是牧羊镇的阵眼 那里头有藤梯 一进楼门 上有一道铁梁 砸下来 能把人砸成泥匠 要是上梯子 到了半截 又会落下来两道铁闸板 把人砸住 楼上头的天花板 安有十八个昏天球的铜罩子 不知道的 那铜罩子 就会把人罩在当中 这座楼的厉害 里面的消气埋伏 镇图上居注写的明明白白 大众看罢镇图 只等忠义侠马玉龙回来 再为商卓办理 这天马玉龙同金眼雕回来 众人提说已经得了牧羊镇图 马玉龙一听 心中甚为喜悦 金眼雕说 好 我等出去两天 各处都访到了 并无下落 原来秋老英雄本是职场汉子 性情最急 出去两天寻找不着 他便怜嚷怠骂 马玉龙一边劝解 说 咱们找不着周百灵 也得设法破阵 故此这才回来 他们听说有了镇图 金眼雕就说 师弟 你去瞧瞧镇图 我也不认得字 你等前去破阵时 我来看家 马玉龙正要过去看镇图 忽然间听到房上瓦言一响 众人抬头一看 却是欧阳德来了 他头戴棉僧帽 身穿破纳衣 白袜僧鞋 左手拿铁烟袋 右手拿一把刀 跳下来一声寒嚷 可 我非把脏官脑袋带了走 众人一愣 心想 欧阳德怎么反了 徐胜是他师弟 连忙问师兄 所应何故 欧阳德并不搭言 用刀剑人就砍 正要奔上房行刺 金眼雕过去 一脚把刀踢飞 欧阳德拿烟袋乱打 金眼雕便跟他来夺烟袋 把那烟袋也夺弯了 欧阳德翻身上房 镜子逃走 众人说 这可实在奇怪 欧阳德他不能反 大众正在纳闷 外面邓飞雄 段文龙 赵文生 刘德勇等人回来了 刚一进来 邓飞雄说 众美辛苦 马玉龙说 兄长回来了 这两天出去 可遇见什么事没有 邓飞雄说 我们昨天陆遇小方 说欧阳德 他说是由琵琶山来 问了问大人这里的事情 我对他说了个大概 他说 也不用去找周百灵 他去破木杨镇 定归今天 在公馆相见 故我们先回来等他 你们众位乱什么呢 马玉龙说 你还提欧阳德 方才他拿着一把刀反了 要来杀大人 我等一把他赶走 邓飞雄说 不能吧 欧阳德昨天见我们时 还有情有理的 今天怎么就会造反 这是其中定有情节 马玉龙正与邓飞雄谈话 就听公馆门口有人答话 说 嗯呀 众位辛苦 我要见忠堂大人 众人一看 由外面进来的 还是和尚欧阳德 大家拒斗一愣 书中交代 欧阳德去朝了一次昆仑山 那时节的大人 正大战金家托 他打昆仑山回头 走到青阳义 正与邓飞雄等五人 众人忙上前行礼 欧阳德搭理向环 说 恩呀 众位从哪里来 邓飞雄说 了不得了 就把周百灵 怎么搬弄是非 开兵打仗的事 从头至尾一说 欧阳德说 原来如是 不要紧 我在昆仑 受过一人传授 我破这牧阳阵去 要论欧阳德这身功夫 乃是红莲长老亲自传的 软功夫也已到了家 真是古软如眠 达摩老族一金睛 长拳短打 刀枪棍棒 他都无疑不能 欧阳德要施展能为 到四绝山 去破牧阳阵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五章 欧阳德公馆 见钦差马玉龙 施勇捉刺客 话说欧阳德来到四绝山 只见对面 筋骨大作 那山口是坐东向西 外头有两座银盘 里面也有两座银盘 具有直速的帆兵 欧阳德刚往前一走 便有帆兵上前拦阻 说 和尚 你是做什么的 欧阳德说 我是来打牧阳阵的 帆兵说 你既来打牧阳阵 先去挂号 见见我们洞主 欧阳德说 既然如是 快把你们洞主 请了出来我见见 帆兵进去的功夫不大 就听哗啦一响 众帆兵都骑队 在两旁势力 欧阳德看见 出来的这人 头戴翠蓝色软金 身穿宝兰剑袖袍 足灯牛皮战靴 泪下配着宝剑 此人正是金帮洞主 来到外面说 和尚 你把名字留下吧 你要打牧阳阵 我们也不拦阻你 和尚说 我叫欧阳德 说了名姓 来到牧阳阵的西门 一看门上有绿油金钉 用手一点 双门分开 欧阳德刚要进去 才忽然想到 我又没有宝刀宝剑 这件事 我太粗鲁了 没落到公馆 去请马玉龙 带他的战炉剑来 再请上邓飞雄 他也有红毛宝刀 大家一同来破母阳阵 自己想罢 未敢进阵 这才离开四绝山 静奔名下府 刚来到嘉玉关 就听说钦差大人的公馆 陷在这里 他来到公馆 自己说着辛苦辛苦 脉步就往里走 大众说 又来了 拿呀 这一乱 欧阳德也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上前 不容分说 七手八脚 就把欧阳德给捆了 欧阳德急对众人说 呜呀 你们这些东西要反 难道不认得我吗 众人带他来见大人 大人气往上冲 说 欧阳德 本格哪一样 亏负你 你胆敢前来行刺 欧阳德一听 脸上都气得改了颜色 说 嗯呀 我怎么敢来行刺 大人也是不容分说 吩咐把他绑出去砍了 手下人答应 往外就推 大众虽是跟他相好 在旁边也不敢搭言 只好袖手旁观 这时 名下总镇徐胜音 是欧阳德的师弟 眼瞧着 欧阳德气得两眼都直了 自己也说不上什么话来 旁边有金眼雕看的明白 便上前说 刀下留人 其中定有情节 众人说 什么情节 金眼雕说 方才来行刺的那人 我过去夺他的铁烟袋时 已把烟袋夺弯了 他这烟袋未弯 想是两个人 金眼雕进去 跟中堂大人说了 中堂一想 便吩咐把欧阳德推了回来 欧阳德上来 还气得两眼发直 说不上话来 金眼雕说 把他先带到我那屋里去 大众随着来到秋城屋中 金眼雕说 欧阳贤弟 你莫非疯了 过了半天 欧阳德这才换过气来 恩雅一声 说 坑了我 害了我 要了吴的命在 我欧阳德自作人以来 在外面替天行道 没做过无礼之事 今天大人为什么要杀吴 金眼雕说 你方才来公馆拿刀行刺 是为什么 欧阳德说 没有 无焉能做这件事 金眼雕便把方才的事 对欧阳德说 我等正在商量破木洋阵 来了一个人 跟你一个样 也是这样打扮 拿着铁烟袋 用刀要杀大人 我等一来 他拿刀乱砍 我把烟袋夺弯了 才把他赶走 大家正在议论这回事 你就来了 欧阳德说 恩呀 不是吴 金眼雕说 要不是你 咱们可得拿住这个人 我想你也不能做出这事 欧阳德说 吴总得找这个混账东西去 我是由昆仑山朝山回头 遇见一个老比丘僧 跟我议论玄机 我请问他沐阳阵的事情 他草草对我谈了谈 我灵机一动 就想前去破阵 到四绝山沐阳阵一看 我满心想 把阵破了 回来告诉你们 也未必能信我 故此来公管 请众位同去破阵 刚到这里 你们就把我捆伤了 大人不念旧日之交 也要杀我 我憋了这口闷气 半赏都没说出话来 金眼雕说 现在沐阳阵图已经得到了 欧阳德说 恩呀 阵图在哪里 金浮雕说 现在来了一个正红年 是他县的阵图 我们正商量去破沐阳阵 你来得甚好 欧阳德说 我要去找这个刺客 他给我惹下祸来 我找到必将他杀死 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金眼雕说 同你一样 也是你这样打扮 说话也恩呀恩呀的 连我都认不出来 欧阳德说 我见见大人 我要去访他 金眼雕说 依我之见 你且不必访他去 你先见见大人 帮着破了沐阳阵 然后再去拿他 也不委婉 欧阳德说 我看这个阵图 虽然写着哪里有消气 哪里有埋伏 却没写怎么破法 如何才能破得了 这牧阳阵厉害无比 总要访查那不阵之人 方能破得了 众位有何计策 大家商量商量 马玉龙说 欧阳兄 金眼雕师兄 我们如百日内不破此阵 白天王那里 就要笑我官军营 无能人了 怎么办法 至今还没有想到 欧阳德说 马贤弟 你把郑洪年再请来问问 马玉龙把郑洪年请来 给欧阳德引荐了 欧阳德说 你这阵图不清楚 只写了有消气的地方 没有写总贤 负贤在哪里 有哪出下手去破 郑洪年说 哎呀 那不得了 当初我父亲留下一个折子 上面写着 什么消气 怎么一个破法 由哪里下手 都叫我当烂纸扔了 欧阳德说 你这阵图真是无用 郑洪年一听这话 就呆了半赏 说 这便如何是好 欧阳德说 无道听说 这牧阳阵的大概情形 众位要照这个阵图去破 必捧钉子 你们先帮的忙 把贾欧阳德那混账东西拿住 我带你们去破牧阳阵 马玉龙自己观看过牧阳阵的情形 也大概知道里面厉害 并不敢轻易前往涉险 略以失神 那就有性命之忧 一听欧阳德所说之言甚善 便赶紧去回禀大人 大人说 你等商议这办就是了 马玉龙跟众人商量 明天分四路出去寻找那家欧阳德 这才白酒 大家吃饭 单给欧阳德预备了素斋 众人吃过晚饭 分前后夜直宿 前半夜是五市三雄 石柱等人 后半夜是马玉龙和八家太保 天有四更十分 马玉龙正在屋中坐定 就听房上一响 来了一人 马玉龙并未声张拉出宝剑 赶到院中一看 八家太保也跟了出来 只见房上那人身体甚快 他一看有人出来就要逃走 八家太保同马玉龙都一起上了房 四面围绕上去 马玉龙一摆宝剑 搂头就跺 这个人往旁边一闪 就拉出刀来 八家太保都各自拔出兵刃 他一个人焉能敌得的九人 一口刀遮割架篮 蹿蹦跳跃 马玉龙跟进身去 一剑就把刀给削了 贼人知道不好 要走也走不了 众人紧紧围住 刀枪起来 贼人手中只剩了刀柄 一个急剑 用刀柄赵增天寿砍来 曾天寿往旁边闪开 他就趁势往外一窜 马玉龙跟进身去一腿 那贼人就翻身栽倒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26章项闻龙细数其中 故众英雄夜坦双龙山 话说仲太保把贼人捆上 马玉龙一看 这人年有三十以外 白净面皮 神气清爽 虽被拿住 并无一点聚色 便吩咐把他带到我屋中去 八位太保将贼人推到马玉龙屋中 马玉龙说 你不用害怕 你姓什么 叫什么 你这胆量不小 竟敢前来行刺 是何人派你来的 说了实话 我不杀你 你自己着凉吧 这行刺之人抬头一看 说 你是谁 八家大宝说 这是我加马大人 忠义侠马玉龙 这人说 你就是马玉龙 好 胜者王侯败者贼 我既被你们拿住 快把我杀了 你也不用再问 马玉龙说 莫非你是无名士 我看这个样子 也不像白天王打发你来的 这人说 你要问 我住在嘉狱关外的双龙山向家岭 我叫向文龙 外号人称粉面哪吒 我父亲叫向国栋 人称镇西方妙手先生 跟赛诸葛周百灵 是败兄弟 只因周百灵听说 金锦龙写了详书详表 他去西洋搬兵 又没搬动 故此到我家 来求我父亲 我弟兄五个 都要来给叔父报仇 刺杀钦钢钢 刚要起身 又来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父姓赫连 双鸣宝吉 他原是镇江府的书办先生 只因盗卖糟米 身犯国法 逃到我家避难 后来便生归陆林 行下仗义 因为他长得像欧阳德 人送他外号教赛方硕 昨天他在我家 听见周百灵的事 就来到公馆行刺 我把话都说完了 你要杀就杀 马玉龙吩咐 暂把他搁在空房 太赵文生 段文龙二位老爷 看着他 然后对众人说 我要去探探向家里 姚广兽说 大人在公馆保中堂要紧 我同魏国安去探探 要是周百灵在那里 倒是一个机会 顺便也找找贾欧阳德 马玉龙说 好 他说的话也未必有准 你二人去辛苦一趟 探访明白 回来禀我知道 倘若周百灵不在那里 我去了也徒劳往返 此日晚饭以后 飞行太保遥广寿 追云太保 魏国安两人离开公馆 扑奔正西 借着朦胧月色 来到双龙山 天有二谷以后 两个人进了山口 绕过两道大岭 只见一片树木森森 那村庄方圆约有四五里地 两人来至窃近一看 周围是高大石墙 四角有更牢 北门紧闭 两个人拧身窜上墙去 一看西北有一片灯火之光 村房月脊过去一看 是北大厅五间 南道厅五间 东西配房个三间 姚广兽二人来至配房后坡 探头往下一瞧 借着灯光 由帘子外看的圣针 当中八仙桌上摆着干仙国品 上面坐着一个蛮子和尚 真跟欧阳德一样 边位坐着一个老道 白生生的脸堂 头戴酒粮道官 身穿蓝道袍 白袜云鞋 北插宝剑 正是周百灵 西边坐着一个人 年约七十以外 像短薄粗 身穿蓝穿绸挂裤 紫薇薇的脸堂 花白胡须 扫帚梅 大还眼 只听这个老道说 赫连兄长 今天你再辛苦一趟 去看看我那只 昨天去了 到今天这事还未回来 那个和尚说 嗯呀 这个事情真怪 莫非有什么变故不成 今天定要去看看我那只 无吃两杯酒就去 那天我到公馆 他们还拿我当欧阳德呢 周百灵说 二位兄长 今天我心惊肉跳 仿佛有人前来拿我似的 向国栋哈哈一笑 说 贤弟 你只管放心 我这项家领 虽不是铁壁铜墙 棚中堂便有千军万马 来一个拿一个 来两个死一双 正说着话 房上瓦颜一想 蛮子和尚拧身 就窜了出来 说 嗯呀 混账东西 房上有人 原来依着魏国安 就要回去给马大人送信 姚广兽说 咱们寄来到这里 等周百灵睡了进去 把他捆上 扛回公馆 也算齐功一件 咱们到北屋房坡上 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两人由东房窜到北房 脚稍微一众 烟响到屋中就听见了 这几个人都是酒精大敌的 赫连宝吉窜到院中便问 是什么人 魏国安性子醉暴 一声喊嚷 好小辈 你家老爷莫非怕你不成 姚广兽一把没抓住 他已然下去了 明知这个和尚能为不小 前者在公馆 跟金眼雕还打了个平手 真能赛欧阳德 如何是他的对手 魏国安不管三七二十一 拉出刀来就剁 蛮子往旁边一闪 手中却并无并刃 他的能为总酸链的道家 见魏国安的刀垛空了 一进步施展点学法 就把魏国安点倒在地 姚广兽一看 魏国安倒下 由房上接起一块瓦来 照定蛮子和尚就是一瓦 蛮子往旁边一闪身 说恩呀 混账东西 你下来 姚广兽由房上跳下来 一摆手中刀 过去搂头就躲 蛮子赫连宝吉往旁边一闪 照定他肘下一点 又把姚广兽点到 叫家丁把这两个人捆上 扛到屋中来 向国栋和周百灵 一看拿住两人 说这两个人 咱们慢慢审问他 必是彭藏官手下的差官 前来侦探他 周百灵说 你两个是彭中堂手下的差官 还是绿林中人 来此何干 姓甚名谁 说了实话 我等绝不杀你 魏国安说 名人不做暗示 我姓魏明国安 跟彭大人效力当差 现在既被你们拿住 杀寡存留 任凭你等 周百灵说 你等为什么到这里来 魏国安说 你要问 我们是来访你的 因为拿住了向文龙 才知道你在这里 周百灵说 这两个人不可留他 吩咐手下人把他杀了 向国栋说 不可 暂且把他二人压到后面 明天我自有道理 赫连宝吉说 大哥 不要杀他们 要杀了他们 这个事就不好办了 先把这两个人作为压障 明天好换回向文龙来 周百灵说 依我之见 总是斩草除根的好 省得留下后患 他两个是彭中堂的差官 既然今天把他二人拿住 要是再一放走 可就勾出事来了 他回去见到中堂 定说你抓捕差官 情同叛逆 那时可就晚了 莫如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就完了 家人早把姚广寿 魏国安搭到了后面 向国俭一听周百灵说的身为有理 自己沉吟了半赏 便提刀扑奔后面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七张 向金花有一连 采狼妖广寿公馆 请拆棺 话说向国栋 本身没有一定主意的人 听了周百灵之言 愣了半赏 便拿刀站起身来 说 你弟兄再次少带 我去杀他两个人 立刻来到外面 扑奔东配房 睁眼一看 大吃一惊 两个人已踪迹不见了 书中交代 这两个人是怎么一段事呢 原来家人把他两个搭到了东配房 并没有留人看守 这院有四扇平门 通着向国洞的住宅 他有一个女儿 名叫向金花 外号人称飞天才 奉下一女 今年二十二岁 尚未许配人家 就因高不成 低不就 小户人家不给 做官的人家又不要 他今天在内宅 听见外面一乱 自己带着丫鬟兰花 拿了灯笼 就往外走来 正看见家人 往东配房 抬进来两个人 搁在屋中 便转身到前面去了 向金花叫丫鬟 打了灯光一照 见魏国安 是静光瓦亮的一个秃子 一脸横肉 两眼一瞪 把向金花吓了一跳 再看姚广兽 却是一位俊俏的少年 不瞧游可 一瞧不游的木档神仪 便叫丫鬟进去 把他的绑绳解开 向金花说 这位壮士贵姓 姚广兽看了他一眼 并未言语 向金花叫丫鬟 把他扶了起来 又说 你跟我来 我有话问你 姚广兽两腿还能转动 丫鬟连推带拉 就把他推到西边 一进平门 这里也是北上房 明三暗五 来到上房屋中 又叫两个丫鬟去 把那个秃子 给搭到狼颜下头 别回头叫他跑了 丫鬟说 是 向金花这才叫姚广兽 坐下 吩咐婆子 丫鬟退了出去 向金花说 你是哪里人 姓什么 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看你一表飞俗 说了实话 我不杀你 姚广兽说 你要问我 我是青阳府人 本来是武生元 献保彭大人当差 我叫姚广兽 外号飞行太保 因跟彭大人破过连环寨 大人递折本保 我做了记名千总 无品顶带 现在跟大人膝下茶办 昨天拿住一个向文龙 招出百慕阳阵的周百灵 住在这里 我等封大人唐玉前来哨探 被赛方硕将我二人拿住 姑娘 你要把我二人放回去 等拿住周百灵之时 绝不连累你们 我必感念你这番好处 向金花一听姚广兽所说的话 低头半赏无语 心想 我父亲一是英雄 三个哥哥和一个兄弟 也是当事的豪杰 我今年二十二岁 虽练会了一身功夫 尚未有人家 自己父亲这件事也做得太糊涂 周百灵虽系之友 做的是叛逆之事 只顾护辟周百灵 岂不惹下灭门之祸 死了还落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 正在沉吟之际 外面婆子说 姑娘 老太太过来了 向金花一闻此言 吓得惊魂千里 脸上一红 他母亲良士 一掀帘子就进了屋子 因疼爱女儿 晚上都要过来瞧瞧睡了没有 刚一进来 建院中有一人不知是谁 婆子 丫鬟 都在低言翘语 老太太一掀帘子 又见屋中坐着一个少年男子 有二十多岁 面似银盆 倒剪着双臂 女儿就在西边椅子上坐着 梁氏说 女儿 这是谁 夜里在你屋里坐着 姚广兽正言立色地说 我叫姚广兽 原本跟彭大人当差效力 因来拿周百灵 被蛮子将我拿住 你家姑娘把我搭到这里来盘问 正在说我的来历 梁氏一看 已知女儿的意思 自己就坐下问道 这位姚老爷 你是哪里人呀 姚广兽又说了一遍 梁氏说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姚广兽说 家里就是我母亲 并无别人 梁氏说 你可娶亲了 姚广兽说 已定下亲事 尚未迎娶 梁氏说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我这女儿今年二十二岁 跟你年岁也相当 你要愿意 我把女儿给你 咱们做门亲事 再设法劝我的当家人 给你拿住周百灵 你自己斟酌吧 姚广兽一想 要真叫我拿住周百灵 给皇上办成一件大事 破了牧羊阵 也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功劳 又看这位姑娘温柔美貌 自己也甚为愿意 就说 老太太 既然如是 请上受我一拜 向金花听到这里 心中暗息 连忙躲了出来 老太太叫婆子把绳扣解开 姚广兽这才行礼拜见了岳母 这时 就听外面脚步声响 向国栋正打外面进来 他一进屋子 见姚广兽正给梁氏磕头 自己气往上冲 可他又有点拒内 便在屋中一站 说 什么人将他放出来的 梁氏说 你要问 是我把他放出来的 听说他是官军营的拆官 你我不是反叛 咱们家又不占山落草为寇 何故帮着周百灵胡伪 你跟官军要做了对头 要是发了兵来 你又该当如何 你若听周百灵之言 杀官情同造反 咱们像是门中的祖坟 就该逃了 周百灵在金家驼 已闹得金锦龙天翻地覆 几乎加败身亡 他到这里来 乃是我们的祸头 交友该当量旗轻重 故此 我才把这位拆官请到屋中 我看他一来是少年的英雄 又是彭大人的拆官 就把女儿许给了他 我做这个主 把两个拆官放回去 可以保住像是祖坟 也把你我的儿子救回来 你且去把周百灵扰住 别叫他走了 等他们回到公馆 调兵前来拿他 这倒是一举两得 向国栋说 这样一来 我岂不是交友无信 梁氏说 你要交友有信 一家人的命也就没有了 向国栋愣了半天才说 既然如是 把外面捆着的那位也放开 你们二位一同走就是了 来到外面 把魏国安解开 又叫魏国安做一个媒人 向国栋说 你二位今天回去 明天晚上来 我必然设法 不叫周百灵走了 姚广兽二人告辞 出了巷宅 施展陆地 飞腾之树 天色大亮时 来到了公馆 一见马玉龙 便把向家领之事 细说一遍 马玉龙说 既然如是 把向文龙放开吧 姚广兽说 先别放他 我虽然定下亲事 也不准知道向国栋的心思 等把周百灵拿来 再放也不委婉 我也不委落保 马玉龙说 众家英雄各带兵刃 竟奔双龙山去拿周百灵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二十八章定 婚姻记 周周百灵分 次序奇己 双龙山 话说马玉龙听姚广兽 一说定亲之事 即刻把老少英雄约到 进前说 现在周百灵在双龙山 向家领 有向国栋将他绊住 诸位助我一绑之力 签去拿他 咱们去四十位就得了 金眼雕父子 和武士三雄 带着向文龙 姚广兽 魏国安 曾天寿 钱文华为头一对 追风侠万里老刘云父子 带着赵文生 段文龙 刘德勇 刘德猛 冯元智 赵友义 孔兽 赵勇为第二对 千里独兴侠塞判官邓飞雄 带着几封春 五国兴 赛林官郑华雄 铁壁元护元豹 神手大将继友德 多臂榜刘德泰 苏永禄 苏小山 李佩为第三对 马玉龙同银头 号手盛魁 带着李富长 李富友 孙宝元 姚猛 小太宝 钱玉 小神童 盛官宝 小白元豆腐春 小玉虎 小玉虎礼方为第四对 小方硕欧阳德 同周玉祥 陈山 景万春 闭眼金蝉石柱 提督高通海 总镇徐胜 在公馆保护大人 众人各代随身兵器 投一队老雕等食人 叫向文龙带路 在公馆吃完了 晚饭就起身 几十里地 展眼就到了双龙山 金眼雕说 不忙 众人到齐 再动手拿它 先叫向文龙子 回家哨探 我等随后慢慢走着 向文龙这才来到 自家门首 拧身上房聚一瞧 客厅灯光闪闪 周柏玲同贺连宝集 正对做吃茶 大概是刚吃完了 晚饭的样子 书中交代 昨天向国栋把姚 为两人放走 他转身来到前面 对周柏玲说 拿住的那两个人逃走了 大概有人救他 未能杀了 周柏玲说 这两个人一走 只怕大事要坏 向国栋说 不要紧 他二人虽然走了 知道这里有能人 也未必还敢再来 贤弟只管放心 我这后面有一个山洞 没人知道 就是有人来拿你 可以藏到山洞去 住个一年半载 把这段事过去 也就算完了 周柏玲满心想走 又没地方去 自己无法 只得点头答应 暂且将就 但心中总是担惊害怕 晚上吃完了饭 他正同贺连宝集 对左谈心 说贺连兄 你看小弟此时 闹得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也算不了官军的人 也算不了天王的人 算天王的人 天王中无人替我报仇 官军又到处拿我 贺连宝集说 贤弟 你当初就错了 既是吃着白天王的 丞相俸禄 给他摆下木扬阵 就该在贺兰山住着 你八卦山失败 应去奔白天王 又何必到金家陀 叫金锦龙 跟官军开仗 这就是你一个错处 据我看来 你我不可逆天行事 这两人正在屋中谈话 向文龙早在房上听得明白 便转身来到后面 此时 梁氏正同向国栋提说 昨天放走了姚广兽 今天必有人来 向文龙进到屋中 给父母行礼 旁边向文彪说 兄长回来了 这两天你上哪里去了 今天才回来 向文龙说 我在公馆被火遭勤 并未杀害于我 姚广兽回去提说 结亲之事 便把我放开 今天公馆 众老少英雄都来了 我们头一队来了十个人 共分四路 来拿周百灵 爹爹有什么主见没有 向国栋说 你来了好 你带的那几个人在哪里 向文龙说 随后就到 叫我来透前探听的 向国栋说 你赶紧去告诉众人 千万别莽撞 等我预备点酒 把周百灵灌醉 再动手拿他 我这里配有妙药 虽不是蒙汉药 吃下去也能教他昏昏沉沉 你等听我鸡杯为号 向文龙点头答应 同向文彪赶紧出来 一看金眼雕等人已到 正在房上暗中观看 这时向国栋来到前面说 赫连兄长周贤弟 你我今天通宵吃酒一乐 周百灵说 也好 你我今天开怀畅饮 尽醉方休 明天我要隐蔽在山洞 再不出来了 说着话 家人立刻摆上酒菜 三个人推杯换盏 一直吃了五六杯酒 周百灵 赫连宝吉早已昏昏沉沉 如醉如痴 众家英雄由房上下来 给向国栋行礼 然后把周百灵 赫连宝吉两人拒接捆上 这世界 追风侠刘云 马玉龙 邓飞雄等众家英雄 共四十位 拒接齐集到了向家领 向国栋赶紧领着他几个孩儿出来迎接 彼此见礼 向国栋上前给马大人和众位校尉老爷行礼 说 我向国栋本是安善良民 一向再次隐居 基因周百灵前来 蛊惑是非 多蒙大人和众位恩师格外 我不求有功 只求无过 马玉龙等人说 明天我等见了大人 多给你美颜就是了 你赶紧预备车辆 帮同我们将贼人借到公馆 向国栋说 今夜不便走了 后天光亮了再走 家中有车送去 今天我给中尉杯酒 不知可否赏脸喝点 马玉龙说 可以 向国栋立刻派家人预备酒菜 款待众人 等到天色大亮 向国栋父子三个压戒贼人 同众拆关境奔公馆 来到嘉玉关 把周百灵和赫连宝吉 由车上扛了下来 这两个贼人 都是马玉龙出的主意 用绒绳捆绑把嘴堵着 众人到里面来回炳中堂 已将周百灵拿货 大人说 玉龙 你看该当如何办理 我想 如果审问周百灵 叫他说出牧羊镇的破法 又恐其藏私 此事关系重大 郑弘年所现的镇图 上面又没有破的法子 马玉龙说 大人卓梁该当如何 中堂说 据我看 不用拷问于他 要一动行 倒不好办了 你把向国栋叫到校尉所 半官半司 叫他劝解周百灵 这事本不愿 就交给你去办 马玉龙一听 大人的主意甚是高明 点头答应 转身来到自己屋中 就把向国栋叫了过来 向国栋说 大人呼唤我有什么事 马玉龙说 我请老英雄来 非为别雇 为的就是周百灵 是才中堂大人 叫我烦请老英雄 劝说周百灵 叫他把镇图画了出来 他如不画镇图 那是必要重办于他 他如把镇图画出来 牧羊镇破了 大人不但不治罪 还要宝举于他 向国栋说 你们要捆着他 我怎么去劝 要放开他 他若跑了 我又担不起这个重责 马玉龙一想 此话也对 说既然如此 我去回禀大人另做主意 你听我的回信 马玉龙自己接着又想 钦差大人把这件事已交给我办 必须这样办理才行 他来到外面 把邓飞雄叫过来说 咱们把周百灵 惯醒过来 叫向老英雄 在屋中劝他 也不必捆着他 邓兄你把守候窗户 我师兄金眼雕 同武士三雄 把守前窗户 我带小神同圣官宝 李方 孙宝源 姚蒙等把守门口 防备周百灵逃走 商量好了 大众点头答应 这才告诉向国栋 向国栋来到屋中 把周百灵放开 用凉水给灌了下去 在对面坐定 功夫不大 周百灵肚子一响 打了一个冷战 睁眼一看 对面坐着向国栋 屋子也不对了 自己大吃一惊 不知周百灵该当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29章向国栋一劝 周百灵画阵图群雄破牧羊 话说周百灵睁眼一看 在旁边坐着向国栋 自己回思旧井 记得是在向家吃酒 只觉着一阵迷茫 就昏昏沉沉的人士不知 这时身上还透着麻木 想爸 开眼说 向大哥 这是哪里 我记得你我和赫连兄 同坐吃酒 怎么会来在这里 向国栋说 贤弟要问 我也不必隐瞒你 咱们哥俩说 致敬的话 你把牧羊阵图画出来 教育彭大人 破了牧羊阵 便好赎回你之罪 你愿意做官 大人必然保你做官 不愿做官 你回归故土原籍 也落个流芳千古之美名 周百灵一闻此言 说 兄长此言诧异 我这次来到兄长家里 兄长说愿助我一臂之力 跟彭中堂势不两立 以报前番之仇 怎么今日又说出这样话来 你老人家肯帮我 我另有主意 向国栋说 有什么主意 你说与我听 周百灵说 兄长不肯助我 叫我走吧 要我画牧羊阵图 是比登天还难 那阵也没什么奥妙 叫他们去破吧 向国栋一听此言 微微一笑 说贤弟你要走 只恐走不了 周百灵说 怎么走不了 莫非你还拿我 向国栋说 我倒不拿你 你若冲着我的面子 把阵图一画 是个整场 再说 白天王带你又有什么好处 金锦龙这样的朋友 肯帮你出力 可是金家托失败 你去找白启歌 他是帮了你二百兵 还是帮了你一元将 事到如今 你还执迷不悟 要依我之见 你趁早回头 做事要有决断 那才是大丈夫所为 你此时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君子得失不忘本 不可把根本都忘了 这几句话 说得周百灵气往上冲 说 这必是你儿 在公馆叫人拿住 有人来叫你 劝说我归降官军 好把你儿子换回来 你这是在那里梦想 我跟你绝交 也不用打算叫我画阵图 向国栋说 我良言相劝 你打算这屋子 还是双龙山向家岭 这是彭钦拆的公馆 周百灵一听 大吃一惊说 好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向国栋说 连我父子拒接被擒 现在众老少英雄 在四面围绕 要我劝说于你 大人本要三问六考 言行苦打于你 你我知己知交 因怕你受刑 故此才劝你做个整场 周百灵一听这话 知道是走不了了 要等言行一考 再来画阵图 一来对不起向国栋 二来也无脸面 抬头一看 门口由马玉龙派来的铁娃 将摇猛 云中虎混海金 敖孙宝园二人把门 一个手情双铁娃 一个拿着降魔宝杵 周百灵想 自己身上又没带笔墨 要有笔墨 也可画一道符 借其门顿甲逃走 自己正在思想 又听向国栋问道 周贤帝 依我之见 你把这件事从全办了 藤中堂是国家的忠良 众老少英雄 都是应运而来 周百灵说 兄长既然说到这里 把众位校尉老爷 请进来吧 向国栋这才说 马大人请进来吧 马玉龙由外面进来 众人仍在围绕把守 马玉龙说 周先生 你我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何必这样执迷不悟 再说 你是学道之人 岂不知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时时物方为俊杰 你把阵图一画 倒是万全之计 咱们也落一个全交的朋友 周百灵一听这话 心中暗恨 好一个向国栋 他不该用酒把我灌醉 勾穿官兵拿我 自己又想 有了 不如英雲 他画阵图 我不画完全了 叫他们去破阵时 死在沐阳镇里 大概我画了阵图 他也还是要杀了我 想吧 这才说 马大人 我画图就是了 大人可得赏我一间境事 马玉龙说 大概要多少日子 周百灵说 智快也需一个月 马玉龙说 那你就在这屋里画吧 给你预备九十菜饭 款待于你 便叫人把文房四宝 纸墨笔宴送来 马玉龙又问向国栋道 你父子愿意做官 我必保举于你 大人此时正在用人之计 向国栋说 老夫已然年迈 几个小犬疏懒成性 也都是粗俗无知之人 大人如有用人之实 我等万死不辞 马玉龙说 还有一件事 这个赫连宝吉到公馆行过次 这件事该当如何办 向国栋赶紧上前给马大人请安 说 原本他跟我和周百灵 都是拜兄弟 大人如肯施恩 放了他就是了 马玉龙说 既然如是 用凉水把他灌醒过来 这里刚把赫连宝吉 灌明白过来 要放他走 外面欧阳德说 恩呀 不要放他 他冒充无的模样 招摇是非 无来跟他拼命 千里独行侠塞 判官邓飞雄说 欧阳兄看在我的面上 大人都肯赦他知罪 兄长就不要跟他动起了 赫连宝吉刚醒过来 就听蛮子外面直骂 便站起身来说 恩呀 欧阳德 你不要骂吴 吴也是位朋友 不然 吴也不能到这里来 邓飞雄说 来 我给你二位引荐 赫连宝吉 这人到随方救援 赶紧说 和尚 你不要生气 我来给你赔罪 你再不答应 我给你磕一个头 这两句话一说 欧阳德也就没有气了 又说道 既然到了这里 你我一天云雾 巨都消散 既往不救 立刻 欧阳德和赫连宝吉二人 对失忆礼 欧阳德说 恩呀 你今天不要走灾 咱们两个人盘缓盘缓 你如何打扮成无这个样子 你要说一说 赫连宝吉说 只因在金家驼碰见你老哥 我一见就爱慕 故此这样打扮 有人问我 我就说自己叫欧阳德 欧阳德一听 这才明白 说 你走吧 赫连宝吉同相家父子 就告辞走了 马玉龙暗中告诉追风侠万里老刘云 千里独行侠邓飞雄 金眼雕和武士三雄 要众人伴助周百灵 明卫瞧他画阵图 暗示看守着他 周百灵自己辨别方位 叫过马玉龙来说 马大人 你见过牧阳阵的方位没有 可曾进去过 马玉龙说 我不但进去看过 还见过阵图 就是没有破他的法子 周百灵说 你把那阵图拿来我看 马玉龙答应 抽身出去 把阵图拿来 周百灵一看 大吃一惊 心中想 了不得了 幸亏我要了来看看 不然我留下后手 他等必对的出来 可是这个人计划出阵图 怎么又不写破的法子 这才说 马大人 这个阵图是谁的 马玉龙说 此人叫郑红年 周百灵一听 心中想 哎呀不错 当初我摆阵的时节 原有个姓郑的帮我做消气 没想到他做出这样机密之事 信息还好 我必须如此这般 才是 不知周百灵如何改化阵图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章 邓飞雄率重破阵重拆关 捉拿飞云 话说周百灵给马玉龙画 牧羊阵图 他自己要过文房四宝 按牧羊阵的方位 一笔一画地在房中画起来 马玉龙给周百灵 每日预备酒饭 众老少英雄暗中看守 以防周百灵逃走 马玉龙把周百灵英允画图之事 一一回名了大人 大人说 好 周百灵把阵图画好 你等请上欧阳德 分寺门去寺绝山破阵 然后沉冰骆驼领 再跟白天王合约 商卓调规 把飞云 清风和交加二鬼拿回归案 马玉龙答应下来 光阴茶染 日月如梭 不知不觉就是一个月光景 周百灵这日把阵图画好 请马大人过目 马玉龙叫众英雄看罢 暗中告诉金眼雕和武士三雄伴主周百灵 虽然他把阵图画好 倘若暗影机密 大家破阵时受了伤 那还了得 马玉龙吩咐已毙 这才把邓飞雄请来 邓飞雄说 贤弟叫我做什么 马玉龙说 请兄长去破牧羊阵 独当一面 带领八家太保去打牧羊阵的南门 立刻把神枪太保钱文华 神权太保增天寿 追云太保魏国安 飞行太保姚广寿 飞茶太保赛专注赵文生 飞刀太保小孟长段文龙 花枪太保刘德勇 花刀太保刘德猛八位太保请来 带三千兵助威到牧羊阵外裂开其门 邓飞雄点头答应 拿令箭吊齐三千兵丁 作为头一队去破牧羊阵 马玉龙又叫他岳父追风侠万里老刘云 戴罪玉齿刘天雄 闭眼金蝉石柱 小蝎子五国星 打虎太保季逢春 黄面金刚孔兽 白面秀氏赵勇 小两陵逢元智 小伙祖赵友一八位 领三千兵去攻打牧羊阵北门 刘云领了令箭 点齐了兵马 作为第二队去破牧羊阵之人 马玉龙又把神守大将纪友德请过来 叫他同小方朔欧阳德 景万春 郑弘年 闹海交于化龙 银头号手圣魁 带鱼的福 鱼的兽一共八人 领三千兵助威 去破牧羊阵东门 马玉龙自带小神铜圣关宝 小玉虎李方 小白元豆腐春 李富长 李富友 金棍江塞判官郑华雄 铁棍江铁壁圆湖圆报 混海金敖孙宝园 铁娃江姚猛 带子弟兵去打牧阳镇的西门 然后叫雇员提督 水底蛟龙高通海 副将多臂榜刘德泰 统带两万马步军队 在骆驼岭驻扎 派人来往打探 躺牧羊阵一破 白天王带兵冲杀下来 豪打接应 又留宁夏总镇徐胜 同众老少英雄留在公馆 保护钦差大人 单烟头一队千里独行侠 邓飞雄 带了八位太保 三千人马 由家喻关起深境奔四绝山 人马走得慢 头一天住了骆驼岭 第二日起身 刚一到四绝山 就听外面号跑惊天 翻兵亮开队 为首的乃是金帮洞主 黑梅扎四虎 银帮洞主白梅扎四郎 同帮洞主江伯朗 铁帮洞主杨伯达 他们是白天王派来 看守牧阳镇的 今天有探子报道 现在来了无数的官兵 不知所应何故 故此 四位洞主赶紧骑队 挡住去路 问对面来者何人 邓飞雄骑着自己的黑驴 立刻跳下来说 众位辛苦 在下姓邓名叫飞雄 奉我家中堂之令 前来打牧阳镇 四位藩将听得明明白白 往左右一闪 邓飞雄带队进了四绝山 来到牧阳镇南门 把三千兵扎在镇外 邓飞雄按着镇图行事 一看这座南门 不冲南面 却是坐西朝东 按镇图所住之十二元臣 内有黄帆 镇门虚掩 邓飞雄告诉八家太保 等我破了头盗门 再跟我进来 用红毛刀一点 双门打开 就见迎面站定一人 身高一丈 绑阔三亭 披散了头发 面似淡金 浓眉大眼 这人口吐清音 人要闻见这股气味 当时就能把气脉毙住 这人是用木头 钢铁丝制造的 那股烟是毒药所配 名叫五毒烟 放过这阵烟 这人手里还有十支锈剑 按镇图要等他把锈剑放完 破阵人再往前走 随后又出来一个批发的大鬼 手拿蛇铁刀 罩人就砍 续用宝刀 将两个假人削了 再往里走 然后把地下的翻板揭开 不可往里走 脚一蹬到弦上 就会出来五色的牧羊 分清黄赤白黑 青羊放出五毒连环剑 其毒入骨便死 黄羊里有滚白蜡之五毒烟 闻着就得躺下 休想活命 红羊里有五毒神火 人要碰上 能烧得皮胶肉烂 白羊里有毒药利刀 黑羊里是滚白蜡之五毒水 羊的身上和脑袋上 都有自来萧气 厉害无比 要砍这牧羊 须在牧羊转动之时 从翻板的坑边窜下去 底下有牧羊的走贤网轮 用宝刀削了总贤贤贤 那牧羊就不能动了 第二道阵门是个圆洞 也没有门槛 千万别由墙上去窜 墙上有冲天毒药弩 一推门便有一百单八支毒药弩齐发 这时人得躺在地下 荣剑放完 再站起来往洞门走 当中地下还有块汉白玉 雕刻着花纹 人要走在上头 消气一动 由上面便落下一块石盘 重有千斤 把人砸成肉泥烂酱 再过去是第三道阵门 门开着 却不可往里走 如往里走 由门两旁就出来两把铁叉 把人叉住 又由上面下来一个铜罩子 把人罩住 安镇图说 要先将左边门上的铜环 用宝刀削下来 那铁叉子就出不来了 再推门上嵌的铜钉 等铜罩子下来 用宝刀砍了 再往里走 第三道阵门内是平川之地 地下有串地金蛇 往里一走 就会出来一股白烟 这股白烟过去 又是一地的长冲 都是金银钢铁锡所造 具有滚白蜡之五毒水 粘在人身上就烂 这个总贤 在三道阵门的东边 那里有个亭子 亭子里有一眼枯井 跳了下去 将西边的一块石板揭开 里面的地道 有串地蛇的总贤 用宝刀削了 再将木板插上 进了这三道门 就如走平地 邓爷军照阵徒行事 八家太保各持兵刃 在后面跟随 再往里走 当中就是阵眼 那敌楼东边有一楼梯 按阵徒说 不可上去 上面有铁闸板 会将人闸在当中 要先将身子窜上楼去 在前廊子底下的柱子后头 有一块火炸板 把板子揭开 再把铁闸板提上来 楼上并无埋伏 住着清风 飞云和娇家二鬼 邓飞雄刚来到楼下 一瞧马玉龙也进来了 北面的追风峡万里老刘云 东面的小方硕欧阳德 也各把消气破了 大家把飞云 清风和娇家二鬼拿住 会合一处 正在说话之间 只听得沐阳镇外号炮惊天 白启歌率领大队 前来截杀破沐阳镇之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一章 白天王兵困四绝山马副将 大战中翻兵 话说群雄破了沐阳镇 在镇中捉住了飞云 清风和娇家二鬼 这四个贼人自从投奔前来 一白天王就要收了重用 旁边有排头蒋云龙奏鸣说 这几个人都是行为不端的贼匪 无有立足之地才逃到这里 奇心莫测 再者说官军必来文书要这四个人 天王可以暂为收留 观其行计查其动作 如有惊人之处 那时再为重用也不委婉 两方合约之时 彭中堂要这四个贼人 白天王不肯 便把这四人放在沐阳镇中 每天有走线沐人送饭 吃喝一概无缺 可就是出不来 今将此阵一破 众英雄把他等拿住 终一挟马御龙 便将四个贼人 交予闭眼金蝉石柱 魏国安 曾天寿 姚广寿 孔寿 赵勇 几封春 五国星这八个人看守 因其中有奉旨严拿的药饭 需借到京师由皇上亲问 众人商量 要把这座阵 放火烧了 刘云说 不可 此乃关外要塞之地 不可随意举火 咱们大家回去 秉明中堂大人 听后大人吩咐 正在说话之际 就听外面筋骨大作 人声呐喊 由探子来报 回兵马大人 现有白天王统代全军 率四帮动主 在四角山外亮队 书中交代 白天王正在轿场操演翻兵 忽有把手训地的小牌 头边得力 送来了一脚文书 报之官军来了四路人马 竟奔四角山去打牧羊阵 玩棒上 又有金帮动主黑梅扎四胡禀报 有官军人马在四角山安营 大约是明天来打牧羊阵 白天王得了这个信 心中甚不放心 又派流星探马前去打探 这天正午 由探子来报 白天王便赶紧调起了大队人马 竟奔似绝山而来 他手下的镇点将军 有一个金眼大魔 一个银眼大魔 还有二排头 黑梅扎四龙 带了约有一万五千人马 骑在四绝山亮队 这一边众老少英雄 破了此阵之后 四路人马会合一处 也有一万二千人 金枪天王白起歌的来意 是听说牧羊阵已破 白白耗了多少唐阴 打算来把破阵之人拿住 再跟彭中唐要 家喻关外之地 他起队来时 已派人前往各路转排 要将十路天王一并吊起 会兵一处 跟彭大人开仗 这一边众老少英雄 带了一万二千人 那有追风侠万里老刘云说 咱们世人无头不醒 鸟无翅不飞 白天王继带兵前来 回头必有一场凶杀恶战 咱们得举一个人调遣 不可自乱 大众说 老英雄言之有理 咱们都听马大人吩咐调遣就是 马玉龙说 好 回头先别动手 我先礼而后兵 跟他讲理 众人说 是 马玉龙吩咐把队伍裂开 往对面一看 这些藩兵 有如一座冰山 七星藩 北斗藩 蜈蚣造雕藩 珍珠八宝转云藩 当中 白天王头戴天王黄金盔 身穿太岁黄金甲 内衬星星红大战袍 骑着赤探火龙鞠 手指虎头 传金枪 手下偏将 牙将有数十远 各个威风凛凛 人人相貌堂堂 马玉龙看罢 一催做起 马前是铁娃将姚猛 混海金敖孙宝园 一个手情双铁娃 一个手情祥摩宝储 马后是四个小童 小神童圣冠宝 小白园豆腐春 小太宝前玉 小玉虎礼方 四人都个请兵人 马玉龙说 天王请了 前者我同彭钦差来到保寨 与天王面谈合约之事 今天已将牧羊镇打破 拿住飞云 清风和交加二轨 迂回公馆交差 天王反代了人马拦住去路 所应何事 白启歌说 马副将 孤家摆设此阵 已耗费银躺无数 彭中堂无故妄动干戈 战败了金颈龙 又把孤家的丞相周百灵拿去 不知至于何处 你今天如把孤家的丞相送回 我放你等回去 如若不然 你等休想得过四绝山 我先把你等全街拿货 再带兵杀奔宁下府 马玉龙一闻此言 说 白天王 你我从未反目动兵 今日你抑郁在自己管辖之地 来决意死战 也好 是你我动手 还是另遣他人 白天王一听说 好 代孤家拿你 这句话尚未说完 白天王身后一声寒嚷 王家且慢 代末将前往 白天王一看 乃是二排头 黑梅渣四龙 一派坐下马 手势三股烈焰 拖天叉闯出本队 马玉龙一看来的这员藩将 头上紫段杂金 勒着墨鹅 身穿蓝段战袍 按照眼心甲 面似乌金纸 黑中透亮 两道粗眉 一双大环眼 威风凛凛 摇叉扑奔而来 马玉龙请着盘龙挤 方要动手 旁有浑海金敖孙宝元说 马大人闪开 似此无名小卒 也敢这样猖狂 带我拿它 只见黑梅渣四龙斗插召孙宝元分心就刺 孙宝元用手中降魔杵往上一崩 当郎一声 黑梅渣四龙以绝虎口发马 将马往东一转 孙宝元局处当头就打 正打在马的后胯 那马唐岛在姚猛跟前 姚猛举铁娃往下一打 便将贼人打得脑僵蹦裂 只见白天王身后一人 哇呀呀 怪脚说 好两个黑探头 胆敢伤我兄长 带我拿你 孙宝元抬头一看 剑藩兵队里跑出一个大汉 子脸堂 病发蓬松 耳上坠着金环 身穿青段小袄裤 足下牛皮战靴 手持一条青铜棍 分量沉重 乃是白天王手下的镇殿将军 黑眉扎死镖 他是龙眠山狼牙寨的洞主 在藩军中是头一个好汉 绰号人称紫面金刚 铜棍太宝 剑大哥一死 他就急了 有道士打架亲弟兄 上阵父子兵 他并不答话 跑出来用棍罩 孙宝元搂头就打 孙宝元摆宝处相迎 两个人真是棋逢敌手 将玉良才 不分高低上下 马玉龙一看大吃一惊 就知道这援贼将勇猛无比 只恐孙宝元有师 便派姚猛出去 并立战职 姚猛刚一摆铁娃出来 白天王的武殿下 名叫大力将军白豹 手势青铜朔跳出队外 截住姚猛就打 姚猛急驾向环 这贼将身高八尺 绑阔三亭 赤红脸 粗眉环目 跟姚猛对敌 不分上下 两边筋骨大作 直杀到日色西沉 马玉龙空两员虎将有师 白天王亦怕儿子有伤 彼此明金息战 马玉龙吩咐安颖 安派人奔家御官 给提督高通海 宁夏府总镇徐胜送信 只会彭钦差 勿须塑调大兵 来跟白天王开仗 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 又听号炮惊天 众天王骑级大队 来到了四绝山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二章 五天王骑级四绝山 马妖道施法战官兵 话说白天王昨天回到老营 立刻中赏了 黑梅扎四镖和白豹 因想到自己兵威将寡 只恐拿不下马玉龙 正在愁疏之际 翻兵进来一报 孟德海 万严陵 邓福伯 丁三 四路天王的人马 离此四绝山三十里安营 白天王一听 心中甚为喜悦 正要派人去请四路天王 前来议论军情 又有简兽同代的一个 老道前来 原来简兽同次 从前番大战金家驼 便逃到安定山内的 玉皇关来 这庙中的老道 本是辽东人士 因为犯了弥天大罪 逃在这里隐蔽 自己拿银钱修盖了这座道观 山前水潭内有两个金蝉 据说是快风水地 他总想把这两个金蝉得到 老道名叫马玉龟 身长八尺 绑阔三亭 性最贪久 幼年就练了全身的武艺 他曾得了一部书 名叫密寿保命真言 上面有些符咒法术 他也收了几个徒弟 大徒弟叫曾坤 二徒弟叫吉远 因为四道天书 叫他赶下山去了 随后又来了几个人 跟他练练把事 也学些密寿保命真言上的功夫 前番简寿同来 要拜他为师 他也不肯收 简寿同兵拜之后 直到金锦龙 金锦虎归降了官军 他无处可投 又想给周百灵报仇血恨 便奔安定山来 给马老道磕头说 我拜你老人家为师父 请售我一夜 去给朋友报仇 马老道说 你寄来了 赞住我这里吧 有便使我教你一点能为 去给你的朋友报仇就是了 简寿同从此就在庙中住下了 却时常要求老道下山 给他的朋友报仇 马老道说 我是不便下山 我有个徒弟叫云霞居士郭瑞 在此正东偏北的烟云山居住 此人一夜出众 本领高强 天生的飞毛腿 善小天文地理 这个徒弟得了一部奇书 习学的比我能位还大 等他前来 叫他下山帮你代周百灵报仇 简寿同说 你老人家这位徒弟几时能来呢 马玉贵说 明天是我的生日 他必来给我拜授 我把你这件试向他说明 叫他下山去哨探 可以给你报仇 正在说话之际 外面有童子来禀 云霞居士郭瑞前来叩见 简寿同一听 急忙跑出去迎接 来到外面一看 这人是在家人的打扮 身长七尺以外 头戴蓝筹四棱金 被插宝剑 白生生的脸面 眉分八彩 目如朗星 齿白唇红 手拿一把浮尘 简寿同赶紧过去说 久仰道有大名 今天法驾光临 真乃三生有幸 请到里面一续 云霞居士一瞧 认得简寿同 只没有谈过话 今见他过来谦让 赶紧搭理相环 彼此寒暄 来至贺轩见过师父 马老道把简寿同之事 对他一说 郭瑞说 师父不必下山 带我前去访探明白 然后再想报仇之事 我自得了天书 学会了三十六天纲 七十二地煞 也还未曾施展过一回 马老道说 好 你就急速下山 我厚你的回信 郭瑞去了十数日 才回来 见马玉贵回禀说 我到了一趟宁夏府 又去了一趟锦都 见白天王正操练人马 军归甚严 彭忠堂已拿住周百灵 叫他再画阵图 还请了无数能人 只等阵图画完 就去破幕扬阵 简寿同说 咱们趁阵图没画完 快到公馆去行刺 马老道说 不用 等他们阵图画好 破了牧阳阵 白天王必带兵 跟他们打起来 那时 咱们再去帮白天王 与官军大杀一阵 替周百灵报了仇 也施展施展咱们的法术 逗逗他们这些侠义 就留郭瑞在大庙里住下 终日少探 这天探马来报 现在官军已破了牧阳阵 白天王带兵 正与官军开仗 马玉贵一听 说 好 你我师徒就此下山 郭瑞说 你老人家先下山去吧 我在此看庙 简寿同与马老道下了安定山 来到两军对垒之处 只见齐帆招展 后带飘扬 东五路天王的人马各扎一方 近日与官军开仗 还未分胜负 马玉贵同简寿同来到藩营 求见白天王 白天王吩咐 快请二位进来 他速日已知简寿同 威明远镇 但却不知马老道 简寿同进来 参见白天王 说 我现在约了一人来帮天王打仗 以助兵威 此人姓马名玉贵 在安定山中归隐 很有些异样能为 白天王说 好 请坐 现在我的牧羊阵已被官军打破 马玉龙凭血气之勇跟我开仗 已伤了我一员大将 黑梅扎四龙 我手下的黑梅扎四镖和殿下白豹二人 正跟官军开仗 还未分胜负 但不知仙长泥有何妙策 马玉贵说 明天开仗之时 我必拿官军几员战将以做觐见之礼 白天王说 好 既然如此 你我今天开怀畅饮饮 立刻预备上等的杨席 吃喝完毕 天满安歇 此日用过早饭 调起了三万帆兵 派金帮洞主黑梅扎四虎 银帮洞主自梅扎四郎二人为 左军先锋 同帮洞主将博朗 铁帮洞主杨伯达二人为 右军先锋 白天王自带大队 同个排头 洞主 把队伍一次排开 再说 马玉龙来破牧羊阵 并未带多少粮草 这一开仗 大兵一动 粮草先行 昨日他虽然走了告急文书 知会闪干雇员提督 禀告彭中堂 尚未建有兵前来接应 今天白天王又亮了队 马玉龙便会和追风侠刘云 金眼雕和武士三雄 败兄独行侠邓飞雄等众家英雄 点齐了队伍 马玉龙说 众位兄弟 今日又是一场恶战 大家必须努力向前 以破敌人 邓飞雄说 贤弟不必忧虑 于兄自到反同家务以来 就为立万事不朽之功 据我看来 这些贼人犹如鸡犬 说着话 把队伍裂开 只见白天王全身窥开 手下湛江数十元 内中有个老道 头戴九粮道金 身穿蓝段道袍 清户领香衬 腰脊丝绒 白袜云鞋 手拿浮沉 佩戴宝剑 面如古月 三柳胡须飘洒胸前 一派先锋道骨 马玉龙看罢 旁边有追云太保卫国安 神行太保姚广兽二人说 马大人 带我二人出去立功 马玉龙平素知道 这两个人武艺出众 本领高强 就说 你二人出去 切不可大意 二人点头 出离了本队 只见贼人队中一声喊嚷 出来了一位大英雄 不知胜负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三章 魏国安时机 被火金锤江夜探敌营 话说魏国安一顺手中刀 来到两军阵前 就听见白天王身后一声喊嚷 小辈休要逞强 带我来拿你 魏国安抬头一看 见这人约有二十余岁 头上戴着回民白帽子 这个人乃是长教的二师傅 名叫杨百通 手使月牙方便铲 速日威名远镇 是镇守龙眼山的大牌头 他今天想要人前险要 熬里夺尊 来到两军阵前 通了明信 照定魏国安分心 就是一铲 魏国安往旁边一闪身 摆刀照定 贼人拦头就剁 贼人用铲相迎 上下翻飞 走了五六个照面 魏国安跟进一步 一刀竟将贼人结果性命 白天王一看龙眼山的 牌头阵亡 气往上冲 仍然派黑梅扎斯彪出阵 黑梅扎斯彪到了两军阵前 打算要赢魏国安 两个人走了几个照面 魏国安身体十分灵便 彼此不分上下 正在这般景况 白天王身后一声无量佛 说天王明金把这位将军撤回 带本山人去到两军阵前 拿获这一干贼人 白天王不知这老道有多大能为 正要瞧瞧 见他讨令 便说 真人既要出去 须得小心 立刻吩咐手下明金 枪囊囊一棒罗生 黑梅扎斯彪回归本队 这老道大摇大摆 来到两军阵前 伸手拉出宝剑一指 说 小辈 你可有名 魏国安说 老道要问 你家老爷姓魏双民国安 绰号人称追云太保 老道说 我被白天王所约 特意前来拿你这伙狗头 魏国安一听 气往上冲 百刀照定老道搂头就辟 老道往旁边一闪 伸手游兜囊掏出一种物件 照魏国安看来 魏国安翻身栽倒 被几个藩兵将他绑上 马玉龙见魏国安被祸遭秦 心似游间 旁边怒恼了大英雄 闭眼金蝉石柱 亲者后 后者偏 他两人本是师兄弟 素长甚为和睦 眼看师兄被藩兵拿去 绝不能活 必得亲身出去 跟贼人一死相拼 把师兄救回 或捉住两个敌将 再将师兄换了回来 他闯出本队 拉着干棒扑奔老道而来 马玉贵手 擒着飞杀迷魂带 洋洋得意 石柱见过这种东西 想是前次夜守镜 无缘报使的那种温黄香 便跟马玉龙要了解药文上 过去一斗赶棒 打算把老道扔个筋头 烟响那老道用口袋一打 石柱闻着一般一香 脚一发软 立刻栽倒 被老道吩咐绑了 马玉龙一看就愣了 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 四处不到永不知 回头问追风霞刘云说 岳父 你老人家在外走南闯北 必然多见多知 这老道用的是什么东西 你老人家可知道 刘云说 我想 大约是五毒巷 马玉龙说 这种东西可有什么破法 刘云说 我倒不知道 依我之见 这个老道必有些妖术 不如暂且撤退 我写信约个朋友来 可以设法破他 这里正打算撤退 就听郑南炮响 由探马来报 现有雇员提督高通海 带兵在四绝山郑南扎营 甘肃巡抚喜崇厄 宁夏将军庆祥 带领八旗满猛汉的兵丁 已过嘉玉关 马玉龙听罢 便吩咐明金撤退 原来陕甘雇员提督高通海 带兵在嘉玉关驻扎 见马玉龙的告急文书一道 立刻带兵杀奔前来 彭忠堂因之贼人反复无常 有事前约 也打算将兵马 由嘉玉关移到骆驼岭 一带连营 以显官军兵威 马玉龙回到大营 向老英雄刘云问道 贼人这五毒箱甚是厉害 不知何人能破他 刘云说 要破他这邪药 非高智广张文彩二人不可 张文彩是李夫长 李福友的师父 我写一封书信 叫李夫长兄弟去请张文彩 在樊张文彩去约清高智广 他二人曾得到一部天书 名曰 天风无影迷魂药法 可知这五毒箱的处处来历 使这东西的没有几个人 我不敢说都知道 也略小八九 马玉龙立刻写了一封书信 背了快马 派李夫长二人前去 书中暗表 这营中的孔兽 赵勇二人 素日跟石柱相交甚后 因当初孔兽中了毒标 石柱曾千里讨要 今天石柱在两军阵前被擒 马玉龙明金收兵 孔兽 赵勇就不愿意 向石柱既被藩军拿去 不给他报仇 大事朋友之意 二人想 我们的命不要了 男子汉大丈夫 立志不交无意有 存心当报有恩人 孔兽说 我们两个人私自出营 敬奔藩军 探听石大哥生死如何 如石大哥死了 我们想法给石大哥报仇 如不死 咱们就把石大哥救了回来 这两人把夜行一换好 各带单刀一把 又将链子锤带在兜囊 私自出了营门 往前扑奔西北 抬头一看 只见藩营灯火之光 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二人心想 藩营有绳墙 铁吉里 半马锁 号灯齐鸣 又有兵丁来回寻 更走愁 难以进去 便绕着来到藩营后面 见人烟稀少 这才伸手掏出面具 乃香牛皮所做 上面有五彩颜色 遮住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两人顺着绳墙 陆浮贺行 一点声音全无 刚一过去 有寻哨的人 看见两条黑影 再瞧又没了 因看似不真 也不敢往里回报 孔兽 赵勇二人 顺着营房后寻找 找来找去 找到一座子母银 九尖通帘 中军帐里面 正大百炎宴 当中坐定白天王 左手是白龙 白凤 白虎 白镖 白豹 白鸣 六位殿下 右手是老道 马玉贵 简兽 铜和金帮 银帮 铁帮 铜帮 四位洞主 另外还有五元大将士 管军排头赵台 行军督教席逢平 镇殿将军朱真 行迎先锋孔父和奇跪 下面是水排头钱豹 陈虎 两旁猪将 共有一百余元 下手还有阿丹丞相 孔兽 赵勇 看见众人喝酒 也不知石柱 魏国安 究竟是死是活 二人一想 胆小烟的将军坐 伸手掏出链子锤 就要闯进牛皮帐去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四张 白天王一怒斩 拆关于画虎 中途救赵勇 话说孔兽 赵勇正要拉兵刃 闯进牛皮帐 又一想 我们深入龙潭虎穴 所谓前来救人 尚未准之生死 且在各处寻找 探听明白 再做道理 心中正在思想 忽听帐篷内有人说 大王 山人也不是说大话 要拿马玉龙 他们那些人 不费吹灰之力 我必将官军营的人 一网打尽 方出这胸中之气 白天王说 好 真人既有这样手段 此乃万千之幸 今天拿住的这两个人 又该当怎样发落呢 说着有探马来报 顾原提督高通海带大队 在四角山南安营 宁夏总镇的兵 已过嘉狱关 彭中堂 系巡抚 庆将军正调动各路人马 要与我军决意死战 老道说 不足为虑 先把拿住的这两个人绑来 问问他是谁的主意 破了牧羊镇 问完便把他二人开躺摘心 将首级号令迎门 以镇天王的军威 白启歌便吩咐 把那两个人压了上来 两旁人答应 就将石柱 魏国安搭了上来 此时还人事不知 白天王说 真人 他二人怎么还不知人事 老道说 他二人中了山人的五毒迷魂带 已将蹊跷毙住 带山人把他治过来 赶紧叫人拿过一碗无根水 老道口中念念有词 伸手游都能取出一块如意饼 放在水内 叫人给石柱 魏国安灌了下去 功夫不大 二人苏醒过来 一看自己被祸遭勤 落到了天王大帐之内 二人勃然大怒 破口就骂 老道马玉贵说 石柱 魏国安 你二人好不知事物 还不给天王磕头归降 饶你不死 石柱二人 只觉得心慌意乱 四肢无力 定了定神说 白起歌 你反复无常 不算英雄 前番合约之时 你说 如有人把牧羊阵打破 便年年来潮 碎碎撑尘 我等破了牧羊阵 你又带兵来到四绝山截杀 打算以兵威压制 量你又能有多少兵 白天王对马老道说 仙长 哪里有这许多功夫 问他 快把他俩推了下去 乱刀分尸 刚要往下推 旁边有人说 且慢 天王何必这样动怒 杀他无非和蝼蚁一般 何不拿这无用之人 换取有用之土地 彭忠堂如肯把家喻关外土地让出来 便把拿住的人放回 他如不肯 那时再杀也不委婉 白天王一听此言 甚是有理 说 既然如是 将他二人压了下去 交于锦都守城大将 关入牢狱 不可断绝他俩的口粮 听我的转牌发落 孔兽 赵勇先在暗中 听说要杀 两个人急了 就要拉刀过去攒命 后又听说不杀 要押送锦都 孔兽一想 这四角山离锦都十六里地 如压着去的人少 我二人便可以解救 想吧 两个人转身往外 出了翻影 铺奔上锦都的大路 找了一处树林 就在那里浮身等候 之后到天光闪亮 还不见有人过来 正在着急之时 才见远远有人 由对面过来了 原来天王吩咐了手下人 不能连夜借走 直到天亮 才挑出两个小头目 二十名精壮兵 把两人绑好 搭在车上拉着 这两个小头目 一个叫白燕珍 一个叫李全璋 是行军的牌头 白燕珍 还是白天王的本家宗室 散指将军 这两个人解着石柱 魏国安 也没想到有人敢结 正往前走 忽然由树林里 窜出两人 一声喊嚷 好贼将 趁此把差事给我留下 万事皆休 如若不然 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李全璋说 白将军闪开 带我动手 翻身下马 拉出陪刀 照定孔兽就躲 孔兽用链子锤往外一崩 贼人撤刀 又分心砍来 孔兽闪身一旁 用锤一晃 将李全璋踢倒在地 赶过去就要结果 贼人的性命 白燕珍一声寒嚷 好贼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胆敢再次结路 赶过来 轮斩马刀就剁 赵勇摆锤 跟他杀在一处 李全璋趁是爬起来就跑 这二十名精壮兵 各拉兵刃 把孔兽一围 孔兽力战这二十个人 展眼之间 就用锤打死三个 赵勇见孔兽力战中翻兵 他却拿不了这个白燕针 甚是着急 打算一锤 把贼人打死 就可以救出石柱二人 却不料贼人这口刀上下翻飞 甚是纯熟 正在这般景况 听正南上喊声大作 来者乃是白天王的长子白龙 原来这两个人压着石柱走后 白龙说 爹爹派他们压送二人上锦都 恐其道路上有什么差错 莫如我带兵跟了上去 白天王说 你就跟去吧 白龙立刻点了五百马队 赶出后营门来 正往前走不远 忽然看到李全璋直往南跑 见着白龙就说 回兵小殿下 前面有人截差事 白龙听罢 赶紧催马上前 一瞧孔兽 赵勇 甚是骁勇 白龙令马队 由四面一围 齐声喊呐 孔兽二人一瞧不好 不但救不了石柱 我二人性命休矣 李全张过来 帮着白燕侦战孔兽 白龙百大刀 敌住赵勇 两个人累得浑身是汗 遍体生津 正在危急之际 见西南翻兵一阵大乱 纷纷倒退 孔兽 赵勇赶紧往西南就闯 只见迎面来者非别 正是连环寨于家坡的二寨主 翻江傲于化虎 带着于德福 于德寿 于强 于猛及能争贯战的水兵 五十余人 他本是来青阳府 瞧哥哥于化龙 要建功立业的 因走错了道 见前面喊杀连天 有翻兵阻落 于化虎带的这些楼兵 都是酒贯厮杀 不怕死的亡命之徒 于化虎见翻兵马队 围着两人厮杀 就吩咐兜着后头杀 个人骑百兵刃 便把孔兽 赵勇接应出来 孔兽一看认识 这才诉说前情 于化虎说 原来如是 你二位不可认性 贼是浩大 难以救那二人了 认平天命吧 孔兽 赵勇一想 也是无法 只得先绕道回营 于化虎说 你二位怎么过来的 孔兽把夜间探营的话 一一说明 他们便要奔顾远 提督高大人去 于化虎说 也好 众人绕着山边 来到高通海的大营门 往里回话 高通海正同徐胜 刘芳商量去闯藩营 接应马玉龙的兵队 呼听有人上来禀报 立刻吩咐有请 众人来到里面 高通海以宾客相待 便问孔兽是怎么出来的 孔兽又把上面的事述说一遍 高通海一听 不禁吃了一惊 说 石柱 魏国安本领高强 竟然背擒 想那贼人好生厉害 再说 只等到三更 并无动作 白天王一想 撤队安歇吧 刚要撤队又听外面炮响 筋骨大作 喊杀连天 直闹了一夜 白天王的兵也没睡觉 次日 白天王据几重将说 这可不好 用兵知道 真真假假 实实虚虚 如不调集队伍 他就许闯了进来 要防备他杀来 兵兵连夜不睡 那如何能行 这个地势扎营不好 现在牧羊镇虽破 那边还有一万多兵 一人拼命 万夫难当 莫如撤队 两下合兵一处 白天王立刻传令北撤 在离锦都巴黎的地面 则了极底安营 马玉龙与高通海合兵一处 大家共许寒温 外面有人来报 彭中堂 西巡抚 庆将军三圣大叫 带马步军队来至骆驼岭 高通海 马玉龙率众出来迎接 彭中堂 西巡抚和庆将军三位升仗 众人参见已毙 中堂说 你等破木扬阵 是怎么一段情节 马玉龙就把破阵之故 从头至尾 一一回禀大人 彭中堂说 原来如是 我再给白天王写一封书信 先礼后兵 前凡本阁与他在金斗寨合约 以严明破了牧阳阵 他便甘拜下风 为何反复无常 马玉龙说 大人写书信问他也好 现已拿住飞云 清风和交加二鬼 听候大人示下 彭中堂吩咐 把四个人压了上来 这个世界 马玉龙早用宝剑 把四人的大金挑断 就是放开也跑不了 将四个人压了上来一问 贼人料想不说 也不行了 遂把以往之事 拒接招任 大人想 这四个贼人情同叛逆 飞云和尚 又是奉旨捉拿的侵犯 二鬼逃军 清风行刺 在加沟串翻军动的刀兵 都因他四人所起 大人便专折奏名胜上 吩咐把他四人 暂且带了下去 不可缺少石水 大人又修奏本 把一般出力人员 保奏明白 这时 马玉龙过来回禀大人 现在石柱 魏国安二人 已在两军阵前 备活遭寝 大人说 那也无法 只可见机而坐 我先写好书信 哪个前去翻迎投信 马玉龙立刻派手下 千总留生钱去下书 刘生接过书信 出来背马 跟众人说 我这一去不定死活 藩王的脾气没准 或许把我杀了 众人说 你不必多疑 两军交兵 不斩来使 刘生上马 便带着从人出了官军营 前往白天王的营寨下书 白天王正在大摆盐宴 请四路天王共义进兵之际 打算走转排 去吊西五路天王 合兵一处 跟彭中堂决意死战 这东四路天王当中 孟德海 万言灵 只是劝解白天王 丁三郎随般畅诺 打就打 不打就罢 只有邓福伯自告奋勇 要打前敌 众人正在纷纷议论 有人进来禀报 现有彭中堂差人来下战书 白天王拆开一看 上写着 太子太保文华殿学士兵部上书彭彭 志书于金枪天王麾下 前者两方合约于金斗寨中 你我面定条约 在锦都东南百师之牧阳阵 定于百日之内打阵 如我军将阵打破 天王情愿年年来朝 岁岁称臣 你我严重金石 焉能反复无常 现今我属原马玉龙 率众以江阵打破 不料天王有失前言 疏为可笑 又带兵赢于四绝山 以仗兵威 弃我太甚 金特智书麾下 如急速退兵请罪 以免刀兵之灾 无专折奏名胜上 两下罢兵息战 如其不然 你我明日可整假兵 决一胜负 本阁以良言相劝 望天王三思 躺不负前约 即将回信 交来人留声携回 殊不尽言 白天王看罢 勃然大怒 说 好蓬蓬 胆敢戏耍于我 我必得跟他决一死战 吩咐把留声带了上来 白天王说 我本应将你斩首 今且放你回去告诉蓬蓬 叫他急速调兵前来 跟我开仗 吩咐把他的耳朵割下一只来 两旁就把留声左耳削去 留声抱头鼠窜 跑回官军营来 见了蓬中堂 放声大哭 诉说见白天王之情友 蓬中堂一听 心中大怒 说 好贼人 竟敢这样无礼 明天我必跟他决一死战 两旁中将 一个个气的摩拳擦掌 都有跟贼人势不两利之意 蓬大人吩咐道 明天五更饱餐战饭 我亲自会会白天王 看他有多大能为 大家点头答应 各归自己帐篷 一夜晚景无话 此日五谷天明 好炮一响 重兵将用过战饭 把队伍调棋 白天王也把队伍裂开 筋骨大作 人声呐喊 蓬大人抬头一看 见那白天王带着六位殿下 和手下的藩将 一个个虎视眈眈 老道马玉贵 跟随在白天王身后 洋洋得意 倚仗着他有迷魂武毒相杀代 想在两军阵前独显己能 那东五路天王人心不齐 孟德海 万言灵没有亮对 只有邓福伯带队自告奋勇 丁三郎是看着谁胜谁败 那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 出离贼队 说 哪一个赶出来与山人较量一番 只听得彭大人背后一声呐喊 带我来拿你这个贼道 不知此人是谁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六章马道人独相胜官兵众英雄 一请高志广 话说老道来自两军阵前讨战 彭大人身后闪出一人 乃是神枪太保钱文华 老英雄想 这个老道甚是可恶 我出去先跟他说话 冷不防一枪把他扎死 如扎不死他 我这年岁命不要了 便自告奋勇出来 在两军阵前大骂 邀道 你降了藩军 卖主求荣 老道说 我并非卖主求荣 你要叫我不帮白天王 虚因我一件事 我徒弟今虚到赵志全 无故被你等赶得无处安身 我徒孙清风道于长夜 亦被你们拿去 如将他放回 我就不帮白天王打仗 钱文华一听 说 老道 你可知 清风道于长夜 乃罪魁祸首 屡屡行刺 犯了国家的条例 你既是他师祖 更应当教训于他 想来你等据是反叛 说着话 冷不防照老道 胸前就是一枪 几乎叫他扎上 老道躲得快 旁边一闪身 套出迷魂五毒香沙袋 照前文华一甩 老英雄一闻剑一箱 翻身栽倒 早有翻兵用勾杆子一搭 神捆二臂给绑上了 小太宝前欲一瞧就急了 父子天性 一见他父亲被擒 不由干连胆痛 五内皆裂 宁手中枪 窜出阵外 口中大骂 妖道 胆敢伤我父亲 我跟你一死相拼 老道哈哈大笑 说 你这小小的娃娃 有多大能为 也敢在山人面前猖狂 我拿你等这些小辈 如同蝼蚁一般 说着话 一斗迷魂五毒香沙袋 小太宝闻见香味 就栽倒在地 被翻兵捆上 压着去见白天王 这边怒恼了神拳太宝 曾天兽 他眼瞧着姑父 表弟 拒被老道拿去 不由的心中一阵难过 伸手拉刀 就要出去 姚广兽一旁 把将曾天兽拉住说 曾天兽 你又不是愚人 要凭一刀一枪好说 可老道这是邪术 出去也是白大 两个人正在争论之际 就听西边一声喊嚷 抬头一看 头前是李福长 李福友 后面跟着水晶先生高志广 和文雅先生张文采 他们可坐征车 每人带童子两个 马玉龙等一看 真相如获至宝一般 马玉龙率众赶紧上前迎接 说 二位老英雄 今天来得甚好 我等正在危急之际 真是苦海得欲此行 白天王营中 有一个老道马玉贵 使得是迷魂五毒香沙袋 前者十柱 为国安被擒 今天又有钱家 父子备货 我等正无计可事 高志广说 大人请放宽心 这件事我二人能办 马玉龙变明金 彻队回迎 二位老英雄 见了彭中堂 大人至九言相请 高志广说 先要开个方子去买药 配一种七煞笔温丹 能诸邪不入 大人再挑五百精锐之俗 十元战将 摆一座五鬼飞杀阵 三天可以演好 我二人作为隐阵之人 捉拿这个老道 马玉龙说 二位老英雄要用什么 开单与我好去预备 高志广开好了 就交与马玉龙前去挫办 马玉龙将龙山子弟兵拨了五百人 预备五色大旗 一概安排好了 高志广这才点名 排出十元战将 李福长 李福友 武杰 几逢春 小神同圣关宝 小玉虎李芳 孔寿 赵勇 孙宝元 姚猛这十个人 各按方位 听二位老英雄吩咐 违背者 按军法示众 十个人答应下去 所有应用的东西 这大营内铁匠木匠全有 张文彩叫来奋波已定 第二天要配好了 把镇市暗方位一步 马玉龙一看甚好 可以给备货的人报仇 管宝白天王队中 出来一个拿一个 又告诉季冯春 武杰 孔寿 赵勇等预备绳子 静候捆人 高志广当中坐在台上 张文彩出去引阵 此日 马玉龙同千里 独兴侠邓飞雄 带一万兵亮队 将镇市藏在队里 白天王也亮了队 带着马玉龟 众殿下和藩将出来 马玉龟说 天王 今日看我拿他 众人说 权杖真人法力 马玉龟一看 官军营列开了一万人马 马玉龙手 轻攀龙脊 领着一般将校 老道手拉宝剑 来至两军阵前说 哪个前来送死 只见有马玉龙身后出来一人 年有六巡以外 如如雅雅的 手拿宝剑 正是张文彩 老道一看 不像个打仗的 便说 你这样年迈 不知自爱 还要前来送死 张文彩说 看你这样年岁 也不比那年少无知之辈 你说我送死 我看你祸不原意 你要听我良言相劝 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抖手一走 去找深山古洞养性修真 不管白天王之事 任凭他两家争斗 你如不听 等到大祸临头 毁之晚矣 老道哈哈一笑 白宝剑就是一剑 张文彩一闪身 说 你当真要动手 就跟我来 老道说 哪里去 张文彩回头用手一指 就见马玉龙的兵队 往两旁一闪 当中露出了几座帐篷 老道一高人胆大 说 哪里我不敢跟你去 张文彩在前头走 老道后面跟随 刚要进帐篷 见当中有一队人 齐帆招展 呼听咕咚一声炮响 再一瞧 四面帐篷又都撤了 只见正南上站定一人 身高丈二 怀抱双铁娃 带着一百个人 后面有一铁箱子式的小车 底下有四个孤路 两旁有脚轮 前面有五个龙脑袋 老道没见过这东西 不知何用 一看四面都是这样 方才一愣 就听一声炮响 老道正打算使出他的迷魂五毒香沙袋 呼见龙嘴往外冒烟 东方冒青烟 南方冒红烟 西方冒白烟 北方冒黑烟 老道一闻 这股烟味已钻入脑髓 第三声炮响 四面弩箭齐发 老道往外一闯 香炮不能 翻身栽倒了 这是一棒罗生 东面礼服长 西面礼服有 北面孙宝园 南面记冯春个百旗子 等这股烟散了 高志广过来 就把老道捆上 这叫五鬼迷魂镇 那龙嘴香内有迷魂香 一脚轮子 能冒五色烟 自己的兵都闻了解药 所以不怕 老道他使五毒香拿人 今天就用迷魂镇拿它 他的解药不管是 终于将它拿住 搜了他的身上 将五毒香沙袋掏了出来 张文彩说 把他压到后面 我出去再框几个来 花了若干银子 买要吃器具 就拿他一个不成 又来到了两军阵前 白天王正盼着老道回来 却见张文彩用宝剑一指 说 白天王 你太不知事物 你赶出来 白天王说 你把我们的真人 引到哪里去了 正要拍马上前 就听背后一声喊嚷 天王闪开 带我前去破阵 不知此人是谁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七章 张文彩继百飞 杀阵奖 排头到 反茂兰山 话说张文彩出来 引阵 白天王刚要亲身前往 背后一声喊嚷 带我来 白天王一看 乃是前营行军 都排头赵太 此人很有些履历 手势九二八环刀 闯出本队 来至两军阵前 抡刀照定张文彩就夺 张文彩闪身说 你是何人 贼人说 我乃行军都排头赵太事也 张文彩说 你敢跟我进阵 赵太说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阵势 张文彩往回就走 赵太后面跟随 只见马玉龙的兵队 往两旁一闪 四面有一百人 分青黄赤白黑 五色棋子 每一个铁车投钱 是龙脑袋 赵太不知道 是什么阵 刚转身要走 就听一声炮响 由龙嘴里冒出烟来 赵太文剑 翻身栽倒 贼人心中明白 就是头昏眼花 脚下没力 孔兽 赵勇 几封春 五节过来 将他绑上 把他带至一座帐篷 贼人睁眼一看 剑马玉龟也在一旁捆着 就听上面那人说 张文彩 你出去把白起歌等 全接拿来 张文彩首提宝剑 又来到两军阵前 点名要白天王出来 决意死战 白天王想到 老道和行军排头背擒 就有点胆战心惊 只听背后一声喊嚷 乃是手下大将黑眉扎四镖 拿狼牙棒闯出贼队 扑本张文彩而来 他想 这老道必有诡计 要先结果了老道 再做道理 张文彩拨头往回就跑 黑眉扎四镖追上前去 就听一声炮响 只见齐分五色 却不见了张文彩 贼人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奥妙 正在发愣 一声炮响 龙嘴里冒出五色烟来 顿时翻身栽倒 这里便有人将他绑上 白天王见识不好 只得赶紧撤队 把免战牌高悬出去 彭忠堂撤了队 商议要求石柱 魏国安和钱家父子 打算写信给白天王 要求走马换驾 写好了信 派人用剑射到翻影 白起歌如果愿意就好 马玉龙派前营 少官李文英前去发信 李文英接过信来 跟兵丁说 要就这几个人 全在我这支箭上 开弓将信射到翻影 那边有把守营门的兵丁 就拿了进去禀报 书中交代 今天白天王大嫂信头 只因自己贪心妄想 打算要夺取嘉律官 长驱大进 返到京都 打下江山设计 可是今天被官军营 拿了三个人 自己便没了主意 白天王吩咐 把孟天王 万天王 邓天王 请来 上一军情大事 内中就是邓福伯 兴如烈火 脾气最急 说道 白天王 你既打算跟官军营打仗 就该带队跟他去打 我等各代大兵 日费斗金 在此又不打仗 所因何故 白天王说 并非是我不打仗 自从马玉贵拿了官军营的几元战将 我以为有了他 就可以将官军营的兵将全皆拿住了 不想今天道闹的一败涂地 正在说话之际 外面有番官进来回禀 现在官军营中 用建设来一封书信 白天王吩咐成了上来 拆开一看 只见上面写的是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市总理 新将军吴鹏 自继白天王得知 如今 你我两军开兵 已拿住而手下 将官黑梅渣四标 老道马玉贵 并召叹三人 先前我手下的属原魏国安 石柱 钱文华 钱玉四人 一备而拿去 金志书信 特为在两军阵前 走马换将 辱若情愿 即将我方四人放出 我将辱方三人放回 你我重整假兵 再决胜负 辱辱圣我 我情愿彻队回归宁夏府 专舌奏明圣上 将家喻官外之地让你 汤儿拜阵失机 全凭辱自己斟酌 于不禁言 即次回复 白天王看罢 心中甚为喜悦 急派手下排头朱贞 到锦都去将官军营的 四将押来 以备兑换 这边彭中堂 郑靖等白天王回信 有高志广 张文采二人上来参见 张文采说 大人 这个老道马欲贵放不得他 纵虎归山 再拿就拿不住了 今天要不是这无鬼非杀朕 又焉能拿他 二位老英雄正跟大人议论 外面银官进来禀报 现在外面来了一位蒋德芳 和一位叶德明 要见马大人 马玉龙在旁边一听 知道是恩师来了 赶紧亲身出来迎接 撩一跪倒 口称 恩师从哪里来 飞天狱虎蒋德芳老英雄说 玉龙起来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 道里面去我有话说 马玉龙同着两位老英雄 来到他自己的帐篷落座 蒋德芳说 我在锦都你师兄的帅府住了多日 你师兄蒋云龙 现在白天王手下当大牌头 镇守锦都 他手下带着两万多藩兵 拿住官军营的石柱 魏国安 前家父子四位 现在就官在锦都 由你师兄看守 我叫他救了四位差官 率众投降 你可做个引荐之人 回名钦差大人 马玉龙一听 说 很好 二位老师在此少待 我到里面去见大人 马玉龙来到中军帐 把此事回禀大人 大人听了说 我正欲走马换将 今有这个机会甚好 马玉龙赶紧请二位老英雄 去面见中堂大人 蒋德方又把上相使说了一遍 大人说 二位老英雄 可赶紧返回锦都 去叫蒋云龙来 本阁必保举他做官 二位老英雄 这才告辞 回到锦都 对大牌头一说 蒋云龙立刻 由牢狱中 把石柱等四人提了出来 打去撂索 又告诉他们说 我手下的兵都是本地人 我也叫他等归降 立刻把手下的偏将 兵丁吊旗 串中出了锦都 投奔官军营而来 白天王派人去狱中提人 有人来报 大牌头蒋云龙 投降官军营了 白天王大吃一惊 又听外面火炮惊天 马玉龙带兵讨战 只吓得目瞪口呆 不知该当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八章番 王院将父宴请最终堂作主 两方结庆 话说白天王听到大牌头 带兵返出锦都金斗寨 情之不好 这时又有人来报 老到马玉贵的人头 以号令高干 外面火炮惊天 人声呐喊 马玉龙前来讨战 白天王正要串重出去 旁边阿丹丞相过来说 天王 这件事总是王家的错处 前番既已议定条约 牧羊阵一破 天王就因地上降书降表 怎好又带兵与官军开仗 依臣之见 还是率重求降 才是万全之策 白天王凭血气之勇 本不愿降 可是又斗不了马玉龙 一时无奈 只得说 丞相 你去到官军营说说 虽然归降 还不可损我军威 阿丹丞相说 是 立刻背马 带手下从人出来 只见马玉龙裂开队伍 有人高挑战马玉贵的人头 阿丹丞相虽马上前说 奉我家王家之命 要面见中堂大人请降 马玉龙便拨转马头 带着阿丹丞相进了大营 阿丹跪在中军帐前 口称 中堂大人在上 小臣阿丹奉我主之命 前来请降 今后我主情愿年年来朝 岁岁称臣 中堂闻听此言 说 前藩本阁在金斗寨合约 以牧阳镇为赌 我已派人将镇打破 他竟敢带兵截杀 阿丹丞相说 我主已经知错 只求中堂法外诗人 藤中堂说 既然如事 我准他投降就是了 我在中军帐摆设太平宴 叫他前来见我 便将赵太 黑梅扎四镖放回 阿丹丞相磕头谢过中堂 有人送出营门 阿丹回来 见了金枪天王就说 我已求中堂准许投降 彭中堂说 马玉贵已死 今将黑将军和赵太放回 请天王去中军帐 赴太平宴 白天王说 何人保我前往 旁边六位殿下说 我兄弟六人保父王前往 彭中堂如若反目 孩儿等跟父王死在一处就是了 此日白天王带着白龙 白凤 白虎 白镖 白豹 白豹 白鲁 白熊 各被坐骑 连阿丹丞相一同前来赴宴 彭中堂早已转排 请东五路天王 其来赴宴 转排一到 各路天王都要带着文臣武将前来 白天王亲自来见彭中堂赴经请罪 说 多蒙中堂好生之德 因我一时误听奸人之言 已至伤了两方和气 自知粗鲁 特来请罪 彭中堂说 天王既自知错 你我前言一概不提 待我奏明圣上 你可以三年一来朝 因知你道路遥远 不能年年前来 正说着话 有人禀报 孟天王 万天王道 中堂派马玉龙出迎二位天王 彼此见礼 来到里面 彭中堂欠身相迎 孟 万二人马 蒙中堂恩师格外 我等全皆感激 特来请罪 彭中堂说 二位天王何罪之有 但愿从此惜兵无事 二位天王归了座 从人献查 正说话间 丁三郎 邓福伯也到了 众位天王会合一处 行礼已毙 彭中堂说 众位天王 钱翻在金斗寨合约 以牧阳镇为赌 金众位既来和好 我把周百灵还你 牧阳镇虽伤了我手下几元将官 也一概不咎了 众天王上前谢过 彭中堂立刻预备上等阳席 打发人去把周百灵叫来 连黑梅扎四标一并当面交给白天王 这日席散 众天王即告辞回去 次日 差人送来了鹿皮五百张 耕牛五百只 绵羊一千只 虎骨全分 作为犒赏三军之用 中堂收下 在这里歇兵三日 又把高志广 张文彩二人叫过来说 你二人若要做官 我便奏名圣上 保二位官风险绝 张文彩说 多蒙大人台爱 但我二人乃山野渔夫 慵懒成性 不敢出示为官 愿就此告辞 二位老英雄告别众人走后 大人就打算起身 次日是西路天王差人 送来鹿皮 牛黄 暗皮等各样宝货 敬献中堂 此外 尚有向朝廷敬献的礼物 中堂一一收下 次日 回兵到了骆驼岭 歇上一天 便起兵进了嘉御关 敬奔宁下府 大人刚来到公馆 外面就有人禀报 现有白天王差派阿丹丞相来见中堂 说有紧要机密之事 大人吩咐马玉龙 出迎阿丹丞相赫手下的隋缘 原来白天王回到了贺兰山 一见王妃 细说破木扬阵合约之事 王妃娘娘说 天王 你把军中是办完了 但你我女儿之事怎么办呢 前者他已将巡抚之子伯冲武 背到碉楼三年 总算有了夫妻之份 难道今日还能把女儿另嫁他人 天王说 依你之见 又该当如何 王妃娘娘娘说 你应该求中堂做主 把你我的女儿 许给巡抚之子伯充武为妻 你急速派差官奔宁下府 去面见彭中堂 将此事办了 一则免伤两方和气 二来也和他二人之心愿 再说 你我面上也才有光彩 白天王四日升作 把阿丹成乡叫过来说 前番合约 以允许官军如破了牧阳阵 我便请怨年年来朝 岁岁称臣 只是现有一事还未办理清楚 我的女儿已然把巡抚之子伯充武 接到这里数年 你赶紧奔宁下府去赶棚大人 求他做主 将我女儿许配喜巡抚之子伯充武为妻 阿丹丞相听罢 说 我急去追踪唐大人 将此话说明 成否当在两可 我必求中堂做主就是了 立刻领了盘飞录影 赶紧背马 带从人起身 往下追赶 追到了宁夏府 中堂也刚到公馆 阿丹丞相来到门首 叫人回禀进去 彭中堂急派马玉龙出来迎接 马玉龙一见就说 阿丹丞相 今日来此何干 阿丹丞相说 奉我家天王之命来见中堂 有要事求中堂格外施恩 马玉龙带着进来 阿丹丞相给中堂行礼 彭中堂知道他是白天王的手下宠臣 便说 阿丹丞相来此何干 阿丹丞相说 奉我家天王之命来求中堂做主 天王愿将白莲仙姑许佩喜 巡抚之子伯充武为妻 以遮两方之丑 中堂一听 说此事我也不能替他做主 而你殷亲 乃是一件大事 我去同老大人商议 你再次等候听信 便派人款待阿丹丞相 中堂方要派人去约请喜巡抚 忽然听见公馆外面一阵大乱 人声鼎沸 又有一件差事惊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九章 王媚娘喊告刘德泰彭钦差 复卿折禄多 话说彭中堂正要派人去请喜巡抚 只听得外面一阵大乱 有听差人进来回禀 现在外面有一个女子喊冤 大人吩咐 把她带进来吧 这里现有地方官 为何要到我公馆喊冤 你等不可威吓她 带进来我看看 手下人答应出去 带进一个女子 年幼二十余岁 举止端庄 相貌不俗 来到上方台阶跪下 口称 大人在上 那女王媚娘 原籍是京都人士 跟我父亲在外省做官 后夫就回籍 行至中途 被山贼掠抢 我母亲殉难 我被扣在了红龙间 大人被困使 我曾救过刘大人 给公馆送信 严明刘大人以收难女为事 刺破红龙剑后 刘大人跟钦差来至宁夏府 竟将此事不提 难女同老仆周庄 来宁夏府找刘大人数次 刘大人都置若罔文 只求大人给难女做主 钦差一听 也知道这件事情 就说 你现在何处居住 王媚娘说 现在宁夏府西门外双顺殿 大人说 你且回去 本阁必将此事办理清楚 王媚娘谢过大人就回去了 大人一面派人去清洗寻府 一面把刘方叫来 中堂说 刘方 大丈夫生在世上 不可忘恩负义 你既允许他 他投奔你来 乃是一个孤苦难女 你却置之不理 打算怎么办呢 刘方给大人行礼 说 卑职只因军务紧急 无暇去办自己的私事 这就赶紧去办 大人说 好 刘方急下去办理此事 与王媚娘成亲不提 且说 喜大人来到 中堂请了进来 喜大人说 中堂呼唤 不知有何事故 中堂说 我约大人非为别故 只因白天王 遣阿丹丞相来此 说以前师兄伯冲武 曾被掠取三年 后虽送回 但师兄与白天王之女 已有夫妻之分 白天王也不愿 把女儿再另许别家 情愿给师兄为妻 彼此结情尽之好 喜重阿说 中堂吩咐 卑职焉感违背 无奈跟藩王结亲 此事我不敢自专 必须奏明圣上 中堂说 我可以给你地折子奏明 只要你自己情愿 喜重阿说 有中堂做主 卑职焉感不尊 中堂说 很好 你就送定礼来吧 喜重阿告辞回去 及差人送来玉如意义饼 叫阿丹带了回去 中堂这才吩咐 把飞云 清风和焦家二鬼 带了上来 左右一声答应 这几个贼人 天天倒是好吃好喝 饮飞云 奉旨言拿的药饭 先把他带了上来 那三个在外听后 飞云这时 已是手铐脚镣 打三件木骨 一个差人说 跪下 飞云偷眼一看 中堂在上面端然正坐 大人说 飞云 你原集哪里 在哪里出家 把你所作所为之事 从十招来 免得本阁三推六问 你这案子关系重大 问得明白 本阁好上折子 飞云说 中堂不必细问 我原集庆阳府连环寨 尹家川 自幼出家 我师父叫神诞子火龙居 代声起 中堂说 在密乡居到万岁的 珍珠手串 可是你起的意 飞云说 是我起意 已将手串还回 中堂说 本阁与你远无冤 尽无仇 你却在 领宝献同 金眼头头法源 前来行刺 杀死了 拆官苏永福 这可是 你起的意 飞云说 是 他想 反正无非是个寡罪 便尽都招任化供 再把清风 带上来审问 清风说 我教于长夜 在葵花关出家 本与大人无仇 只为飞云 马道远二人起见 我才到 林宝县行刺 把所作之事 也都化了招供 又把二鬼带了上来 他二人低头不语 大人说 你二人潜在 剑风山拒捕 情同叛逆 本当杀你 是圣魁苦苦相求 方才俭等至罪 给你交事留后 不料你二人 竟自恩将仇报 二人答言说 本不欲谋害大人 皆因受了和尚 老道二人的蛊惑 他二人也化了贡 大人吩咐 把这四个人 带了下去 不准难为他等 每顿给他四人一席 大人办好了折子 和所有在世 出力人员的保障 急派宁夏总镇 徐胜鸭折进京 大人在宁夏府 公馆住着 听候圣旨 先时把众老少英雄 都叫来问过 若愿做官者 便同大人回去 那众有金眼雕秋成 不愿做官 欧阳德也要回千佛山 真无顶 众人都白酒送行 欧阳德吃了几杯 先向众人告辞走了 中堂把事情办清 心中甚喜 这天在灯夏看书 众人轮流伺候 今天是彭福 彭露两人 大人想 如今是已办完 就等圣上御旨下来 便可回京 天有二谷之时 不想防上 又来了两个刺客 这两个贼人 原是连还债漏网之贼 一个叫超水燕子石夺 一个叫烟赤子刘华 二人自连还债逃走 回到凤凰山 总想给他 拜兄白侯杨坤报仇 以泄凶中之气 这天奉凤凰山债主 九头鸟之命 二人就下山来找大人行刺 这两个贼人 本是江阳大道 久在凤凰山校聚 后又入了八卦教 两人在路上一打听 得知彭中堂 现在宁夏府 便伴坐客商 来到宁夏府十字街路北 住在天圣殿东跨院上房 第二天 来到公馆门口一探 只见出入之人不断 也不知里头有多少半柴官 多少能人 两人探到回店 向店里伙计说 彭中堂在宁夏府公馆住着 往常公馆里乱不乱 伙计说 彭中堂刚破了牧阳阵 大获全胜 昨天 白天王又派阿丹丞相前来 给喜巡府提亲 还拿了四个贼人 那中一个是和尚 一个是老道 听说是奉旨严拿的药饭 可不知道叫什么 超水燕子十多一听 心中一动 等伙计出去 便说 刘贤弟 大概彭藏光公馆拿的 定是飞云 清风道友 如真是他等 我弟兄要把他们救了出来 刘华说 也好 晚上咱们瞧瞧去 要真是陆林的朋友 你我怎能袖手旁观 二人商议已定 要了酒菜 在上房屋中谈谈笑笑 开怀畅饮饮 天有二股之时 这两人换过夜行衣 出了客店 村房月脊 暗中来到公馆 见棚中堂此时 正在登下看书 这两个贼人 这两个贼人伸手抽刀 就要去刺彭大人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四十章景 万春拿斯克 刘华简授铜钩 贼人行刺 话说超水燕子十多 和燕赤子刘华 在暗中一看 大人正在登下看书 旁边只有一个铜儿 事后 乃是老管家 彭兴的这儿 两个贼人看得明白 打算下去把大人杀了 然后再去搭救飞云 清风 刘华说 石大哥 你给我寻风 我下去动手 在房上使了个珍珠道卷帘 夜叉探海事 往四面一看 一无人声 二无犬吠 便飘身下来 角落实地 伸手拉刀 先连进入上房 大人在登下看书 忽听帘子一想 抬头一看 只见进来一个贼人 手持鬼头刀 拦卷缠头 清老清中衣 打着裹腿 拦袜子 清造鞋 有三十多岁 蛋黄脸堂 两道短眉 一双三角眼 大人说 什么人 黑夜来此何干 贼人说 我叫燕赤子刘华 前来取你的手机 大人一听 把面目一沉 说 好大胆 给我拿贼 小童儿这时 只吓得浑身发抖 体似筛康 贼人摆刀 刚要扑奔大人 忽由房梁上 跳下一人 正是老英雄 景万春 他因之 蓬中堂 刚由关外回来 这里遍地是贼 便在暗中 保护大人 今天晚上来到上房 一瞧 竟无人保护大人 老英雄暗想 公管里这些人 也太大意了 大人出去方便 老英雄便溜进屋中 藏在房梁之上 他可真来着了 这总是吉人自有天相 老英雄一剑 有贼人行刺 拉刀跳了下来 刘华一剑 拨头就跑 老英雄随后追赶 一声喊嚷 拿贼 公管里重办拆官 便个抄兵认出来 十多剑事不好 拨头先走 刘华往上房一窜 剑房上站定一人 绿眼珠 一不求然 吓得亡魂接茂 摆刀就剁 邓飞雄大喊 贼人休要猖狂 将红毛宝刀往上一吟 呛狼一声 将贼人的刀削为两断 刘华一害怕 想要往旁边逃走 终于侠马玉龙等 已从四面围了上来 贼人用刀照马玉龙砍来 马玉龙闪身跟进一步 便用腿将刘华踢下房来 下面有记冯春过去按住就捆 这时大人吩咐 把他带了上来 重办拆官两旁势力 大人在上面坐定 说 贼人 本阁有何不道之处 你竟敢前来行刺 只要你有理 本阁把你放了 你要说不出来 我便用军法办你 你姓什么 贼人说 我姓刘明华 马玉龙说 回禀大人 他是八卦教 当初在紫禁城偷酒头 狮子印的就是他 大人说 你既深入邪教 如同叛逆 又在禁地偷窃 这就杀之有余 你今又来行刺 来了几个人 刘华说 我们来了两个人 那个叫石朵 我们原是凤凰山的 在八卦教里 封为开国大将军 因为你手下扮差官 剿灭同家物 我等故此跟你有仇 大人问明 告诉马玉龙 明天天亮 绑出去杀了 在小玉各处 文武衙门 捉拿石朵 此日早饭之后 就将贼人 刘华 绑出去杀了 过了几日 这天圣直已到 尚语说 钦差大人 蓬蓬查办之事 办理甚善 这将在世出力人员 一并随同来京引荐 所有查获各犯 都交刑部 严刑审讯 此时 大人已将事件 办理清楚 庆将军 喜巡抚 便大牌炎宴 给蓬中堂送行 大人起身回都之时 所有官民人等 拒接感念大人 送来了一顶万民伞 上写中军幼民四字 大人率众 拆官入都 一路之上 迟疑前往 积餐可饮 晚行夜住 众老少英雄 保护着进了同关 这天来到陵宝 本处之县 早给大人背下公馆 众人也有住公馆的 也有住店的 跟大人的亲随 就是苏永禄 苏小山 陈山 周玉祥这四位 天有二谷之石 大家都睡了 没想到又有贼来 原来超水燕子石夺 自宁夏府逃走 便隐藏到了暗处 第二天听说把刘华杀了 夜晚就去把人头盗走 逃回凤凰山来见九头鸟 孙文广 他是凤凰山一百单八将的 头一位寨主 石夺一速前情 孙文广就要去给刘华报仇 这时 外面有人进来禀报 现在简寿童由赫兰山来见债主 简寿童自马玉归一死 见那白天王已跟官军合约 料想不能报仇了 便上凤凰山来找孙文广 约群贼去给马玉归报仇 到山口亡里一回 九头鸟正同群贼商议着 去给刘华报仇 简寿童进来就说 众位要刺杀彭大人 我也跟了去 我的朋友死在他手 我跟他有仇 孙文广说 简贤弟肯去很好 你同小药子周智 小孔雀无通一起前去 较抄水燕子十多代路 立刻就吩咐白酒送行 四个贼人说 债主哥哥 我四人此去 管保把彭赃官的手机取来 孙文广给美人 珍了三杯酒 又说了些吉利话 给了盘川 这四个人便收拾利落 被带兵认下了凤凰山 到宁夏府一打听 藤中堂已然奉旨回都了 四个人就连夜往下追赶 这天赶到领宝县 到西门外德成殿一问 藤中堂还住在这里没走 十多就说 众位 咱们赶紧吃饭 换上夜行衣去到公馆 你们几位只看我的眼色形势 三人点头答应 出了上房 村房越挤 静奔城墙 搭上白莲套锁 就攀绳上去了 师多在头 简兽童紧随在后 他本事大奸大饿 打算乔事做事 如若成功 他就向前 如不成功 他便先跑 大家来到公馆一看 简大门早已关闭 四个人上房一看 并无人声全废 大人已在上房安眠 外间就是彭兴在登前职业 十多一看没有防备 就说 三位给我寻风 我下去动手 简兽同房上下来 拉出宝剑 就将上房门拨开了 彭兴正似睡不睡 听见门响 睁眼一看 简门栓了起来 不禁心中一跳 刚一愣 简门往左右一分 便大喊起来 有贼 彭中堂在东里间屋中安歇 西里间就是老英雄 陈山周玉祥 陈山已经惊醒 猛听管家彭兴喊叫有贼 连声音都差了 老英雄一滚身爬了起来 拉出刀说 好大胆贼人 窜出里间 摆刀就动 简兽同用宝剑往上一迎 将老英雄的刀头削断 陈山大吃一惊 简兽同跟着一个波草寻蛇室冲了过去 竟向老英雄扎来 老英雄一闪身躲开 正在危急之际 外面相防苏永禄 苏小山也出来了 喊嚷一声 好贼 房上的周智 吴通就跳了下来 敌住二人 简兽同见陈山往旁一闪 就紧东里间来 刺杀彭大人 要为众鹿林弟兄报仇 以消往日之恨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四十一章 腾金拆回都召见 众豪杰剑家封关 话说简兽同手提宝剑来刺杀中堂 此时老英雄陈山的刀 已被削断 一击跑进西里间 抄起顶门拴出来 要跟贼人一死相拼 简兽同刚往里走 只听背后一声喊嚷 好大胆的贼人 带我来拿你 简兽同回头一看 来者正是邓飞雄 贼人大吃一惊 他在两军阵前见过邓飞雄 果然是武艺出众 本领高强 原来邓飞雄就住在 大人公馆对过的殿里 恐有贼人的鱼挡前来行刺 每晚总要来公馆绕两个弯 寻查寻查 今天果然赶上了 一拉手中红毛刀窜了下来 大嚷道 贼人休要猖狂 带我来拿你 简兽同不敢往屋里去 回身窜在院内 一摆手中宝剑 照邓飞雄搂头就躲 邓飞雄闪身用红毛刀往上相迎 贼人知道邓爷使的是宝刀 不敢用宝剑来迎 恐伤了自己的兵刃 便往回一撤 邓爷跟了进来 使了个野战八方藏刀士 竟将贼人左膀砍伤 贼人正想逃走 已被邓飞雄一腿踢到 将他捆上 房上石夺正想逃走 早被邓飞雄快眼看见 飞身上防举刀就剁 石夺摆刀相迎 三五个照面又被邓飞雄拿住 老英雄陈山 此时也帮着苏永路二人 把周志梧桐拿住了 大人在里面已经醒了 便吩咐将贼人带上来 一讯问才知是凤凰山的贼人 来给刘华报仇 大人吩咐将这几个贼人交于本地官府 就地正法 大人又歇了一天 便起身入京 路上无话 这一天来到京都 住在张仪门外天灵寺 先派人将舍本送到兵部 施日入朝见驾 康熙老佛爷心中大悦 因彭彭此行查办 甚为出力 与国有意 这仍在军机处行走 赏赐是习义等难决 彭中堂又把在世出力人员之功 一一奏名圣上 康熙老佛爷 急命文华殿大学士彭彭 带领仲侠义建价 内中有金眼雕秋成 武士三雄 银头好手盛魁 追风侠万里老刘云 陈山 周玉祥 景万春 鱼画龙 鱼画虎 神枪太宝 钱文华 既有的这般老英雄 都不愿做官 圣上各赐侠义金牌一面 彩断食品 高通海亲赐三代一品封点 雇员巴图卢永浩 仍留陕甘提督本任 徐胜归君基数记名 欲提督缺生用 赐刚毅巴图卢永浩 刘芳家提督贤 欲缺检放总兵 赏换投品顶带花林 回河南永城携本任 唯有马玉龙战功卓柱 办事出力 忠勇异常 亲赐投品顶带 建威将军 声名下福将军 邱明月 生受大同游击 在镇标下效力 邓飞雄赏家三品顶带 御总兵缺出 谨先不用 蒋云龙到反赫兰山 则回归陕甘 以副将补用 闭眼金蝉石 祝以副将拔补 石寿河南参加 刘德蒙 刘德勇 各已都撕毁本标生用 曾天寿 魏国安 姚广寿 赵文生 段文龙 聚赏给四品顶带花林 以游击补用 天津卫守备 补用游击五节 类剑齐功 升寿副将 狼山千总补用守备 几逢春 父子舍死立功 赏家三品顶带 升受京营游击 记名守备 京营时任 拔总苏永禄 着棉补千总 以守备补用 苏永福 魏国捐区 赏给四品封点 其子苏小山随士出力 着以游击补用 赏代花林 圣关宝 李方 钱玉 豆腐春 孙宝园 姚蒙 李福长 李福友 聚赏代兰林 以守备用 梁州副将 常青 拙生寿 西梁总兵 亲赐巴图 卢永昊 赏穿黄马挂 孔兽 赵勇 各赏给四品顶带 以游击归原省 吉补 后部 八总 冯元志 赵友义 具一手备用 赏给四品贤 于德福 于德寿 于强 于猛 巨赏给五品顶带 以把总分绳 补用 吴举 郑华雄赏给首备 归原省镇 标下效力 刘天雄屡刺 缴贼 以游击不用 李配赏给四品顶带 补兽 精英首备 以顾八总 李桓 恩赐四品封点 次序赏 银一百两 吴战敖 魏国捐躯 赏给四品封点 其地吴战元 吴战魁 赏给五品顶带 以千总分绳 不用 项国梁拿货 周百灵有功 赏给三品顶带 以文职道元用 项文龙 项文虎弟兄 以千总欲缺几补 郑弘年呈现 牧阳镇图 以游击补用 并赏给五品贤 胡元豹 以参将生用 亲家三品贤 赏贷花灵 张文彩 高智广 聚赏给二品贤 以文职道元用 圣上亲赐忠义 看家四字 这南书房书写 交本地方官 送去悬挂 圣上皇恩浩荡 所有在世出力人员 聚各有声赏 看家四字